半夜美女邻居被鬼敲门 男人本着助人为乐的人生态度 强行把女鬼抱进房间 在一番友好的深切交流后 男人提起裤子便不认鬼了 抱起她 丢下了十二楼 没错 那个男人就是我 我叫江辰 上一世死于癌症 谁曾想下一秒我去意外重生 成了一个陌生世界的流浪 还好 在我快冻死之际 有一个好心的老道士收养了我 于是我能化身为大妖的故事 也就此展开 不成想的 刚考上大学那天 老道士就不辞而别 留下了一张东门有难 不得不走的字条 和一张十万块钱的存折 这种老梗都用得出来 修仙漫画都醒起了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 咚咚咚的敲门声 我去 这都凌晨两点还咚咚咚的 还能不能有点功德心啊 我走到门边 透过猫眼看去 却发现 一个女人正疯狂地 敲击美女邻居的门 我去 敲那么狠 是找隔壁红蝶有事吗 女人敲了一阵门后 突然停了下来 但她并没有离开 而是趴在防盗门上 透过猫眼对着里面大喊 我知道你在里面 快开门 同时疯狂地砸门 女人疯狂的动作 吓得我冷汗直流 心底一种怪异的感觉 越发浓烈 这个女人多半精神有问题 亦或者是最近新闻报道中的 变态杀人狂 说是 近日天福路附近出现一名变态杀人犯 目前有三人受害 死者面部血肉磨 想到这我赶紧拿起手机 给红姐发了一条短信提醒她 不疑惑我收到了红姐的回复 我在家里 门外的东西不是人 红姐因为看到门外女人的样貌后 因恐惧腿软瘫坐在地上 我看到她脸了 她是那个死去的李一文 李一文 好熟悉的名字 我想起来了 是去年那起轰动江城的 奸杀案的女兽害者 因为和一个混混 留点小过节 被小混混堵在楼道 敲门求救无人施救 最后惨死在了楼道内 之后 混混通过关系 以防卫过当 被关进看守所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七天后 混混死在了看守所 死状和李一文一模一样 就当我还在回想的时候 女人的头发通过钥匙孔 只听一声 咔哒 我被这一声音吓了一跳 红姐家的门被打开了 只听一声清脆的声音 啪 我的手机掉落在了地上 女人闻声 弯过腰 便向我走来 街上话 我因手机不小心掉落 引起了女人的注意 女人趴在我的防盗门上 用力地敲打着 开门 快开门 我看见你了 我被吓得连连后退 尼玛 这怎么冲我来了啊 我顺势就拿起了门口的棒球棒 老子男同紫阳气护体 才不怕你这阴间玩意 只听脑海一个清脆的声音 钉 检测到鬼祟气息 化妖系统激活 系统激活成功 赠送一百点鬼气 可用于抽取化妖卡 我去 这难道就是 我重生的原因吗 真是老天开眼 是否消耗一百点鬼气 抽取化妖卡 对抗鬼祟 只听外面咚咚咚的敲门声 越发激烈 我去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问抽不抽 必须抽 叮咚 只见虚影浮现在眼前 最后停留在了一尊 虎头人身的妖怪上 叮 恭喜宿主 获得一心化妖卡 赢将军 是否现在使用化妖卡 此时我的目光看向了门 咦 不敲门了吗 系统看我不曾理会 不耐烦地说道 别抖人 请回答 我一脸甘大地说 先留着吧 现在我心里有底了 看看 画面一转 此时的红姐 因看到女人样貌后 瑟瑟发抖地 躲在了墙角的沙发后 昏暗的月光照进房间 躲在沙发后的红姐 看向门口 只见那女人的肩掌 慢慢伸进 女人沙哑地喊着 我好痛啊 快救救我 此时的我因为获得系统 信心大增 于是就有了之后的操作 我戳了戳她 热情地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呀 美女 只见我立马冲向了厕所 用着调戏的语言说道 来抓我呀 宝贝 我关门的操作 把女人都整猛了 发狂时的呐喊 居然敢当着我的面关门 女人用力地敲打着门 怒吼着 给我把门打开 我要掰碎你的头 女人敲打的声音 吵得我都有点不耐烦 既然你这么想进来 那我就如你所愿 客观里面请 只见女人一下就栽进了马桶 此时系统提示 敲门鬼惊恶 鬼气家务 此时的我才明白 原来让鬼产生情绪波动 就可以获得鬼气 我露出了阴险的笑容说道 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此时的女人 也是一脸的问号 别想跑 这可是 你自己要进来的 哎呦 别害羞嘛 我们一起来拉屎吧 女人怒吼着 我要杀了你 我示意着女人转向镜子 结果女人 却被镜子里的自己 吓了一跳 此时的剧情 忽然就暧昧了起来 只见女人撞进我的怀里 哥哥 人家好怕怕 冲着人家张牙舞爪 好吓人 呜呜 此时逗我略显尴尬 这特么什么鬼剧情 还能再苟穴点吗 我因为有了底牌 说道 别怕 牵住我的手 我带你甩开它 女人音声回答 好的 哥哥 镜头一转 我和女人来到了天台 在环顾四周情况后 对着女人说 文文 你先走 不要 我们要一起走 哥哥要留下来 挡住镜子里的恶鬼啊 哥哥 你真好 啥也别说了 文文 你快走 我说着 顺势把女人推了下去 怎么回事 剧情不应该这样 啊 救命啊 哈哈 这下应该凉了吧 街上话 我成功激活系统 调戏女人 遇到狗血剧情 把她推下了十二楼 女人掉落在了车上 只听一声 车子爆炸燃烧起来 女人并没有死 站起来咆哮着 我要你不得好死 我去 看来不用划腰卡 还真弄不死她 使用划腰卡 迎将军 下一刻 一股庞大而炽热力量 在我胸口激荡 系统提示 开启后 可在半小时内 获得妖怪的部分力量 并随机抽取一份神通 化妖结束后 永久保留一成体魄与妖力 百分之一概率 永久继承神通 只见火焰慢慢包裹住了全身 叮 随机抽取到神通 仓虎笑 此时的我正静静地等待着 只见女鬼呼呼几下 就爬了上来 可我撞了个阵子 女人被我吓得一哆嗦 混蛋 你想干嘛 太好了 你还活着 我刚刚忘记了 这里是十二楼 对不起了 快 我拉你上来 女人露出邪恶的笑容 好啊 既然你要拉我上来 那我也让你体验一把 从十二楼落下的绝望 在我两世纸相扣的时候 只听清脆的一声 啪 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只见我双手抱紧 盘在女人腰间 我怎么舍得放开你呢 此时天空殿沈雷鸣 我抱着女人 站在了屋檐上 露出迷人的微笑 亲爱的 你去死吧 只见女人 就被我丢了下去 哼 我知道摔不死你 这回我可不会 手下留情了 纵身一跃 朝女人的方向追选 别怕 我来了哟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开 哼 烟雾散开 而我一礼其中 只见女人躺在其中 就像被五马分尸 惨痛地呐喊着 救我 好疼 救我 只见我一声吼叫 送了女人最后一程 烟雾散去 女人也随之消失 定 敲门鬼 恶鬼 死亡 鬼气加九九 我去 居然爆了九十九点鬼气 加上刚刚一系列操作 已经有两百多点鬼气了 可以抽两次了 太爽了 忽然脚下一滑 我去 地上被我扎出那么大的坑来 会不会造成恐慌啊 哎 算了算了 没人看到树我干的就行 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 谁会相信 画面一转 我回到了楼道内 回想着 系统显示的恶鬼是什么意思 是鬼的等级吗 我回到了家 开始慢慢研究起了系统 上回我使用化身卡 消灭女人 回到房间研究系统 与此同时 对面美女 邻居家传来 呜呜的哭声 因为红姐 看到我拉着女人跳下了十二楼 小辰你怎么这么傻啊 这么高跳下去 肯定没命了 我闻声便去找了美女邻居 红姐看到是我 吓得汗毛树立 我急忙安慰道 红姐别担心啊 鬼已经被消灭了哦 浑身颤抖的 小辰 你是人是鬼 我当场就无语报 当然是人啊 只见美女邻居立马抱住了我 含着泪说 呜呜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这一举动 让我都没有想到 暗自窃喜 红姐的好软 身上好香 我扶着红姐委婉地说 红姐 能不能拜托你见识 只见红姐 摆出妩媚的姿势 嗯 想要我干什么呢 作为救命之恩 干什么都可以哦 呃 也没别的 就是你别告诉别人 是我干掉的鬼 放心吧 小辰 我知道 你们世外高人不沾俗事 我谁都不告诉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小辰等等 姐给你拿点别的东西吧 只见红姐扭动着美丽的弧线 在箱子里翻找着 嘿 找到了 给你 这是姐的一点心意 回头我们就去过户 我不知所措到 谢谢红姐 还是不用了吧 红姐平时就靠这套房收租 我不可能救了她一命 就拿走她的生活来源 咦 是不喜欢住这套吗 你看看 我还有其他的 随你选我当时就待住了 我去 这么多 原来红姐 是富谱啊 脑里开始了无尽的幻想 弟弟 听说你不想努力了 画面太没省略了 嘿嘿 在红姐热情的招待下 我选择了其中一套 在感谢红姐后回了家 坐在沙发上开了电脑 从最近的新闻和今晚的事情 不难推断出 未来还会出现更恐怖的鬼 此时系统提示 话谣时间已结束 保留一成体魄与妖力 为继承神通 我靠 这么坑 神通都不让继承 什么破系统 我快速地敲击键盘 查找江北市最近发生的凶杀案 只见毁容凶杀案跳出 我顺势就点了进去 三人死亡 分别被抛尸在家中 楼梯口 街边 死者全部被毁容 似乎杀人者对毁容 有着某种执念 这个和敲门鬼很像 敲门鬼执着于敲门杀人 而这个鬼执着于容貌杀人 这个地点里学校还挺近的 明天放学可以去看看 真烦啊 话腰时间结束后 我仅存的力量 根本无法应付 接下来出现的任何一个鬼 看来我只能主动出击找鬼了 画面来到江北大学 只见几个长相身材 绝顶的女大学生 零零碎碎地聊着 昨晚在酒吧里发生的事 我调侃到 可惜老家伙不在 忽然以他的德性 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慢走在走廊的我 忽然听到有人喊我 嘿 江辰 只见杨禅和林又薇出现在眼前 此时五个大学生趴在窗边 怀着怨念的眼神看上窗外 江辰这小子也太幸运了吧 和林女神居然是发小了 只见林又薇从袋里拿出一张道符 这个给你 我妈在道观里求的 你贴身带着 最好不要取下来 好的 多谢了 接过道符的一瞬间 体内的妖气都被扰动起来了 这东西不便宜吧 就这么送我了 就是最近外面不太平 发生了很多凶杀案 你尽量待在家里 送这个就当是平安符 放在身边就好 只见林又薇还会说完 就被杨禅无嘴强行拉走 又薇被拖走 还不忘提醒我 我先走了 记住晚上千万不要出门哦 看来林又薇也知道鬼的事情 上话我收获美女邻居方心 开始抓鬼计划 后遇到发小 收到一张镇鞋符 我 杨禅你差点勒死我了 只见杨禅非常气愤 薇薇 你这已经违背道蒙 和阴草颁布的铁律啊 人家只是送了一张符而已嘛 又没透露其他什么的 这么凶干嘛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 他只是个撞到鬼 就会死个普通人 首先不提你家 这其人家的身份 就单单看家事 你们俩就是天壤之别 没有可能的 我只是把他当普通朋友 又没说要怎么样 你这话说出去 谁会信啊 这可是一张镇鞋符 在黑市上足足能卖两百万 此时的林又薇 眼里泛起了泪珠 救命的恩情 一张符又算得了什么 要不是因为江城 我现在早就被卖到哪个山沟里了吧 脑里浮现的便是 小时候人犯子绑架我 江城找准弱点击中要害 成功救我的勇敢场面 我手里掂量着送我的正邪符 看来 这个世界 已经有了可以处理鬼祟事件的组织了 我把正邪符放进了裤带 走进了教室 心里想着 这个世界 既然没有公开鬼祟的存在 应该是和系统说的那句话有关吧 鬼食人气 妖食鬼气 我刚进教室就被吓了一跳 只见那几个同学气势汹汹地说道 江城你这个混蛋 有这种好事不叫上我们 被林女士拉去私聊 可以啊 重色轻友 见色妄议 直接拉去枪毙 一阵喧哗声后 只听几声平平平 挑桌子的是 正式集团的公子哥 郑少明 吵什么吵 不知道快上课了吗 启哄的几个同学 被吓得捂上了嘴 毕竟那可是正式集团的公子哥 他们可惹不起 只见郑少明挡在我面前 这大高个真状又结实 家里有钱就是好啊 只见郑少明轻蔑地说道 江城同学 你也认识又微啊 过几天 我家有个聚会 又微也会去 江同学要参加吗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 口中说道 切 无聊 只见郑少明立马嘲讽着 没时间来吗 哦 对了 我忘记你放学 还要去勤工俭学呢 我藐视道 对啊 怎么了 谁跟你郑大少爷一样 撒撒娇 爸爸就给钱了 听到这句话的郑少明 立马包幕 江城 你他妈是不是找错 只见郑少明的两个小跟班 挡在了我的面前 呦呦呦 你选的这两个狗腿子真行呀 郑少明一叫你们就围过来了 切 小子你知道自己 惹了什么人吗 有些人是你一辈子 也惹不起的 快给郑哥道歉 只见他俩一唱一和 我看着都烦了 边活动筋骨边说道 你们想打架吗 我的原则 世人若犯我 我疯狂犯人 待会疼哭了 可别后悔哦 我刚想动手 只听一声咳嗽 老师走了进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郑少明的父亲 赞助我们班后天 正式山庄两日游 全程免费 同学们跟炸开了锅似的 好业 有的完了 郑公子万岁 都坐下 准备上课 郑少明他爸堪比周八皮 那会有这么好心 课一边上着我 一边观察着郑少明 只见郑少明散发着鬼气 我立刻使用了保留的能力 只见郑少明背后 留有两个散发着鬼气的手印 郑少明果然有问题 看来到时候聚会 我也得参加 时间来到晚上 我来到了案发现场的周边 天福路 我去 这地上全是垃圾 这也太脏了吧 此时我打开了系统 显示两张化妖卡 红蟒精 一星 混世魔王 一星 这两张卡 都是我在消灭敲门鬼之后 在家抽到的 这边鬼气这么重 不知道这两张卡 够不够硬朵 只听胖大爷一声 你找谁啊 我靠 吓死我了 大爷 请问张美美 住里面哪户 一听张美美这个名字 大爷立马就慌了 不知道 走走走 砰的一声 就这样窗户关上了 哎 就问个名字 都吓成这样了 看来这个小区不简单哪 这个小区也太冷清了吧 自从发生凶杀案之后 路上连个路人都看不到 好浓的消毒水的味道 是从这栋楼里飘出来的 寻着消毒水的味道 我走进了楼里 走到101房间停了下来 只见一个小女孩 坐在门口吃着面条 我走了过去问道 小妹妹 你吃饭 为什么还看着楼道 只听小女孩回道 走开 你吓到我朋友了 你朋友 在这吗 我左顾右盼地看着 楼道里不是没人吗 小女孩道 我朋友刚刚还在这呢 你一上来就把她吓跑了 只听怂怂声 我有点被吓到了 冒着冷汗咽着口水 只见小女孩的妈妈 突然出现 瑶瑶 你在和谁说话呢 只见小女孩的妈妈质问我 小伙子 这大晚上的 你进我们楼干嘛 我直接问道 大姐 你认识个叫张美美的邻居吗 只听张美美名字一出 大姐也被吓得不轻 不认识 快走快走 呼 这里的人都好冷淡 算了算了 再到上面两层去问问看 只听一声咔嚓 大姐打开了门 喊住了我 喂 小伙子 我和你说个事 如果楼道里有人问你 我美吗 你就什么都不要管 赶紧跑 啊 为什么要跑 大姐很凶地说道 因为你如果说她不美 那个女人就会发疯一样的把你砍死 哦 我要是夸她美呢 那她就会把你的脸变成和她一样美 说完 大姐就关上了 有点意思呀 难道每个鬼都有触发机制吗 我走在楼道里 抬眼望去 只见鬼气飘入 我立马快步冲向了楼上 突然一具死者的尸体 从楼顶掉落 卧槽 这尼玛吓死我了 又是一具被毁容的死者 这都凉透了吧 只见抬头又见一道身影 我去 怎么还来一个 只见一个大胸短发妹掉到我怀里 只见女人手臂上有三道伤痕 女人疼地发出了声音 只见女人惊愕道 咦 这怎么还有个活人 我当时也一脸猛 我俩就这样对事着 突然她就拉起我的手 马不停蹄地就带着我跑 嘴里说着 不想死 就跟我走 我立马说道 小姐姐 你这是要干嘛 想活面 就别多问 不走出口吗 只见我就直接被拉进了管道井 街上话 我开始调查 进入现场 发现受害者后 遇见美女 只见我被美女拉进了管道井 她解释道 这里比较隐蔽 走安全通道被她堵就死定了 我的脸埋在女人的双峰里 害羞地说 小姐姐 你能不能 还没等我说完 女人变气汹汹地说道 闭嘴 别打扰我 只见女人掏出一张符咒念着 尚清庇护 动有眼神 只听啪 符咒贴在了门边 随着就画成了一道神寺门的屏障 她解释道 只能掩盖活人的生气 不想死的话 就别出声 只听楼道内 哒哒哒地走路声 女鬼拿着凶器在墙壁上刮擦着 风笑着道 哈哈哈哈 我美吗 快说话呀 我美吗 再不说我就过来了又 只见女人刀起刀落 砍在了受害者脖梗上 鲜血似箭 我美吗 躲在管道井的我俩 被吓了一跳 咦 还有一个男人躲那去了 怎么找不到了 喂 你在哪 快回答我呀 我美吗 快回答我 快回答我 只听剑剑没了声音 我俩以为躲过一截 便从管道井钻了出来 能不能小心点 我脸都着地了 你好 重新介绍一下 我叫陈雪 你也可以称我为奇人 专门处理这些灵异事件 我握住她的手 心里想着 看来这一行也有专业了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 刚入新手村的我 她可能兜兜转转还会回来 从现在开始 跟紧我 才有可能活命 我们先想办法从这栋楼里出去 此时的我们并不知道 其实女鬼就在吊顶上 卧桃 小心上面 小哥哥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我美吗 啪的一声 女鬼冲了下来 告诉我 我美吗 陈雪又拿出一张符咒 念着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修一节 正无神通 朝着女人的方向释放过去 金光符 只听一声喷 女鬼的凶器掉落在地上 我看呆了 一边鼓掌一边夸赞 哇 牛逼 因为爆炸控制不好重心的陈雪 一屁股撞上我的脸 刚刚白夸你了 还能被自己的招谈飞 我感觉自己都快灵魂出窍了 陈雪说道 我真气已经耗完了 可能打不过她了 你现在趁机往楼下跑 豪途后立马报警 只见女鬼走着 慢悠悠地捡起武器 对着我诡异地说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觉得我美吗 我好看吗 我一脸不屑地嘲讽道 你美 美你妹啊 女鬼突然暴走 啊 我美 听到话的陈雪 忽然意识问题的严重性 大喊着 快跑 刚刚回答了她的问题 会被她纠缠到死的 女鬼迅速地朝我冲来 哈哈哈哈 你说我美 我要让你和我一样 我赶紧解释 停停停 我可没说你美啊 你阅读理解能力 是不是有问题 我明显是在嘲讽你啊 女鬼根本听不进去 杀红了眼 我来让你也变美吗 开心吗 哈哈哈哈 我顺势抓住了女鬼的手 哟哟哟哟 想让我开心 只见我 扛着女鬼就跑 陈雪都看呆了 在房里进行了一场 深切问候后 我忍不住了 再逗她 我可能就要没命了 我掏出了化妖卡 进入正题 使用化妖卡 红蟒精 只见火焰包裹全身 定 随即抽取到神通 腰蟒距离 一股力量 从我体内爆发而来 鬼妹妹 你何必这么执着于外表呢 哼哼 等你和我一样丑 你就知道 旁人的目光是有多恶毒 安慰道 我懂了 肯定是你对自己的长相 不太自信 坏笑道 要不要我帮你永久 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只要把颈部以上的组织切除 就可以从根源解决问题 让我想想 颈部以上的话 女鬼暴怒道 我靠 你还不如直接说想堕我头 哟哟哟 这小脾气 我喜欢 但这次 我可不怕你了哟 是灵甲 我轻松地接下了女鬼的刀 我迅速蔓延到女鬼身上 啪的一声 女鬼被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哟 开了挂 还能把我手割伤 好刀啊 女鬼 爬起冲了过来 怒吼着 把刀还给我 这是你的刀吗 不不过 现在是我的了 只见刀光闪过 女鬼的头掉落在了地上 随着头身分离 燃气火花消失殆尽 丁 毁容鬼 恶鬼 死亡 鬼七家九九 上话我遇到奇人陈雪 成功消灭女鬼 只听爆炸声 轰 从房间里传来 陈雪愧疚的眼泪 翻出了泪珠 这么大的响声 死在里面了吗 只见陈雪从傲人的双风中 抽出一把匕首 破门而入 哎呀 乐鬼 只见我头上撞出了一个大包 把陈雪都吓呆了 我刚想开门 你就闯了进来 疼死我了 我走出房间 在楼道里哼着小曲 陈雪突然问道 你这是怎么把毁容鬼干掉的 嘿嘿 这可不能说诱 保密 我调侃着受害者 陈雪被被我的行为吓了一跳 快 别装了 快变鬼吧 给我多刷点鬼气 我摸了摸受害者 闻了闻气味 哎 还没有失臭味 难道要等到头七 那个 你也是奇人吗 看来我之前是搬门弄斧了 啊 什么奇人 我可没骑过 你可别乱说 为我清白啊 现在到处都有室外高人 很多厉害的后辈 都不了解其人间也是正常 只见陈雪从袋里掏出来手机 打开了地府APP 现如今 盗蒙和樱桃 是两股最大的势力 盗蒙注重招募奇人异事 而樱桃则更注重自身的修炼体系 而这个 就是他们联合推出的APP 这个是邀请码 你拿手机扫一下 你可以拍下鬼的残尸 然后在APP上报备 就可以获得积分 而获得的积分 就是奇人界流通的货币 哦 那一般要拍几张 需不需要我和鬼合照 清晰度有什么要求吗 积分多久能到账了 陈雪被我问得都烦了 立马捂上了我的嘴 醒了行了 有问题待会再问 我们现在先得离开这栋楼 这栋楼里 还藏着另外一只骨 我左摇右晃的掌召 还有鬼 在哪呢 在哪呢 真的 我可没跟你开玩笑 从鬼气上来看 可能是一只上等恶鬼 听到上等恶鬼 我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我爷爷从小就教导我 有多大屁股 就穿多大裤衩 保护楼内居民 是我们有为之人的责任 陈雪看着我都无语了 只见我喊着 目标上等鬼 哎 我这条命都是他救的 就跟他走一趟吧 我问到 几楼来着 六楼 陈雪心想着 或许他说的对 有能力的人 就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 可能是我刚才的想法太瞎了 但我可不这么想 这还有个鬼 不打白不打 不然鬼气怎么来 化妖时间还有十八分钟 可不能浪费 这张化妖卡呀 我和陈雪来到六楼 只见门上写着 天使美容院 欢迎光临 同时还散发着浓浓的鬼气 消毒水的味道 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这里应该就是案发现场 张美美应该就是 在这整容失败后 变成恶鬼的吧 哟 这些东西是你设的 是的 我原本是在这设了 阵法伏击张美美 就在我要将她解决的时候 突然出现 另外一只恶鬼袭击了我 另一只鬼呢 在哪在哪 你有没有好好听别人说话 陈雪指着对面 只见走廊散发着浓郁的鬼气 我怀疑那只鬼在走廊的尽头 我俩走到了走廊尽头 按响了门铃 叮 一个妇人站在门口说道 你们找谁 陈雪掏出手机使用了 地府APP的警官正功能 你好 我们收到报案 这栋楼发生了暴力事件 请配合我们检查 看着妇人开门接收检查 我也顺手掏出手机查看了 APP 卧槽 这个APP这么好用的吗 我们进入房间便观察环境 闻见了一阵很浓的发霉味 细心的陈雪发现了一张全家福 立马问道女人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不是 还有我儿子 你儿子 能叫他出来聊两句吗 只见妇人立马慌了 有这个必要吗 她才八岁 应该不会干什么坏事吧 陈雪见状安慰道 我们并不是怀疑 你儿子做了什么坏事 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还请配合一下 见着妇人去喊着孩子的功夫 陈雪和我聊起了一些她知道的消息 这栋楼里 除了张美美 还有另外一个怪人 很多人都见到过一个小男孩 躲在角落里吃东西 据说就是住在六楼 我回想起了 在楼下和小女孩的聊天经历 我去 难道这个怪小孩 就是楼下女孩口中的朋友吧 而且我了解到 受害者身上的器官都不 我俩还没说完 就见妇人出现在背后 吓了我们一跳 妇人说 我儿子不肯出来 要不你们自己 进去见她吧 陈雪推开了门说道 小朋友 我们进来了哦 只见一个小男孩 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书 听到声音看见了我们 你们 来干嘛的 小朋友别害怕 姐姐是你妈妈的朋友 来看看你 啊 妈妈 你说的是外面 那个女的吗 小男孩突然惊慌地说着 她 不是我妈妈 哦 可是外面明明挂着你们的全家福呀 不是你妈妈是什么意思 我调侃着说 她不是你妈是谁 撒谎的话 小鸡鸡会飞走的哦 我真的没说谎 现在的她 已经不是我的妈妈了 我摸着小男孩的头安慰着 哦 那你接着说 那天 妈妈在水池洗头 喊着爸爸说想吃苹果 爸爸也在客厅削着苹果 我也在客厅看着 只见爸爸 苹果皮一点没断 我就夸着爸爸 好厉害 只是爸爸并不知道 现在十二点了 在妈妈面前炫耀着 孩子他妈 你看 我厉害吧 只见爸妈 在打琴骂俏着 可是我 突然被镜子里的妈妈吓了一跳 镜子外的妈妈在吃苹果 但镜子里的妈妈 却依然在洗头 我被吓得立马回了屋 后面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了 从那以后 妈妈再也没给我做过饭 我只能到楼下朋友家 要点剩饭躲在角落里 吃完再回家 那这是你怎么看 我听过一个都市怪谈 只要凌晨十二点在镜子前 完整地削完一个苹果 而且皮不断 镜子里的鬼就会出来 占据人的身体 抢走他的人生 我们去水池看看 我们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走去 上话来到六楼 进入住户家中开始调查 只见我们走进卫生间 惊奇地发现 水池上的镜子居然不见了 挂钉还在 应该是刚拆除了 只听夫人突然喊道 饭做好了 两位同志 留下来吃个饭吧 我俩被这一话 吓得直冒冷汗 刚刚那孩子不是说 他妈现在不做饭了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见机行事 只见一盘盘食物放在桌上 只见一条条蠕动的蛆在爬着 看见这些 我俩瞬间就愣住了 卧槽 肘子配蛆 死刑犯都不敢这么吃啊 这要是急刑犯 犯人估计早就暴动了吧 夫人道 怎么了二位 是不合胃口吗 只见我回答道 有点看着太素合 陈雪立马暴怒骂骂 江城你特吗 只见女人露出阴险的笑容 那你喜欢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我介事就调侃起了夫人 那您就给我 做个草莓炖猪腰吧 记得猪腰别弄太干净了 我就喜欢吃有味道了 只见夫人 吼了两下 叮 进鬼赶到恶心 鬼气加二十 嘿嘿 这谁是鬼 不就很清楚了吗 我立马改口 要不改成九短马眼吧 这要是还没有 就不礼貌了哦 几分钟后 夫人就端上了一盘眼珠子 夫人立马拉下脸 你不是说你爱吃原味吗 我特意给你烧的一分熟 我看着桌上的眼珠 犹豫了一下 便拿起筷子夹到了嘴里 夫人被我吃眼珠的音笔 吓得一哆嗦 我恶心地吐了出来 眼珠掉落在了地上 你好 你这也好意思掉一分熟 这么难走 我看你就是为难我进鬼 鬼气加三十 我吵总道 真的 说了你别不高兴 你这厨艺喂狗 都属于虐待狗了 也难怪 你儿子每天都在外头 吃完再回家 哟 大姐你消消气 看你这么为难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吧 我抱着小男孩说道 白轴男童子 应该会吧 正好你家 有现成的食材 只需要八光 放到水里煮熟就好 只要三分熟就可以了 进鬼暴怒地 退去了妇人的皮囊 你特么在玩我 果然是一只顶尖恶鬼 我脱下肩膀上的衣服 妩媚地调戏道 呦 玩玩你就生气了 那你也过来玩玩我吧 我要你死 呦呦呦 突然就急了 你这样就没劲了呀 大姐 你是不是玩不起 试炼杖 一道屏障出现在眼前 可是却被进鬼轻松击碎 糟糕 来不及了 只见进鬼就出现在我面前 使用了技能魅惑 陈雪为保护小男孩 摔到了一边 进鬼嚣张地笑着 刚刚不是很狂吗 真疼 头快裂开了 还好关键时候 用赤灵甲护住了眼睛 不然真要陷入他的魅惑 看来要速战速决 不然还真干不死他 双莽聚礼 气 慢死了 这怎么可能抓到我 哦 那你猜猜 为什么这招叫双莽聚礼 等候多时的巨蛇 静静地看着进鬼 只见进鬼被吓了一跳 就被巨蛇捆了起来 叮 进鬼后悔来到这个世界 鬼气加95 只听咔嚓一声 进鬼被拦腰剪断 正当我好奇 为什么进鬼没有消失的时候 陈雪提醒到 小心 这是上等恶鬼 这一招可能没法置于死地 只见我掏出武器 赤出铁 走远点 我要跟他殊死一搏了 进鬼朝我冲了过来 火焰与鬼术交融着 我被击腿撞到了柜子上 崩的一声 武器产生了碎裂 听到武器崩碎的声音 进鬼也嘲讽着我 只见进鬼的手一份三段 惊慌失措的进鬼意识不妙 立马就冲出了房间 算你狠 先走围上 我追了出去 别跑啊 再来对视一下 培养培养感情 吵死了 别跟过来啊 此时的一楼 大姐听到了声音 躲在门口查看 看见进鬼 从眼前飞过 一回头却看见疯狂的我 大喊着 鬼啊 瞬间吓晕过去了 我追了出去 跳起一脚 把进鬼踩到了地下 大姐 跑什么跑呀 你也就吃了几个人而已了 都是小事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会 把话说开了 就会放你走了 此时的进鬼颤抖着哭泣 这特么乃是人 简直比我还鬼啊 能聊天早干嘛去了 鬼七加五十 进鬼内心很受伤 鬼七加五十 进鬼心里很委屈 鬼七加六十六 我看着系统提示 嘿嘿 应该就不会产生鬼气了吧 我摸着进鬼的头 地府入宽 一路走好吧 进鬼哭泣着求我 能不能放过我 可是你说晚了 再见 一路走好 赤病葬 进鬼慢慢地消失在毒液里 累死了 顶尖恶鬼就是厉害 终于解决了 上话调戏进鬼后 在室外将它消灭 消灭进鬼后 我打开了系统面板 不错吗 一只鬼 居然帮我刷了这么多诡计 江城 怎么样了 我一回头 便看到陈雪向我跑来 嘿嘿 当然被帅气迷人的 我解决了呀 我指着地下巨蟒 喷出的毒液 但是这地上一滩毒液 你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陈雪看到表示很为难道 那好吧 陈雪拿出手机 我帮你上到地府A 过会上后人员 就会过来处理 好了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我为难地说道 不用了吧 我自己可以回去 只见陈雪掏出了车钥匙 钉 一辆跑车闪了两下 哇 你怕不是个富二代吧 陈雪还羞到 哪有 这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地府积分一分 就相当于市值一万吗 哦 这么多吗 我也看看我的积分 我掏出来 手机打开的地府A 时间行是150积分 我靠 150万 要发财了 我坐上陈雪的车 在回家的路上 陈雪突然问道 江城方便说一些你爷爷的事吗 我家老头子不让我说关于他的事 老头子看似是殡仪馆的班师工 事实上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不肯透露 那肯定就是一个高人 估计是为了防止恩怨牵扯到江城身上 所以才再翻钉 陈雪 为什么齐人界会有两个执法机构 很久之前 齐人界其实只有道蒙 但一百年前 鹰曹突然崛起 手段残忍 高手如云 他们凭借自己超凡的实力 接替了部分盗蒙的职责 从此盗蒙也松了一口气 哦 老大的位置都没抢了 还松了一口气 在其未谋其政 当老大很辛苦 只要阴气一爆发 国人禁区就会动乱起来 这时的老大就得顶住压力 派人过去镇守 表面上说是镇守 其实就是去拿其人的命去抗 啊 国人禁区 那是什么地方 只听手机响了一声 地府AB上一条信息通知 阴气爆发 需要C家人员前往镇守 国人禁区 是一个连接恐怖空间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有六座 序列代号SSS 一道S 称作为威胁级 用于界定其人和鬼祟的实力 分别为这张图所对应的等级 其中最恐怖的是鬼王 威胁级是S 我下出一身冷汗 这国人禁区 竟然比鬼王 还要高两个等级吗 哦 对了 四天后有个集体任务 到时候一起吧 啊 集体任务又是什么 就是一个玩得很大的活动 敢闹吗 好啊 不带怂了 四天后见 此时的外面刮风下雨 电闪雷鸣 后天要去参加郑少爷的脑残聚会 然后就是陈雪的集体任务 看看中间空闲的这两天 有哪个地方可以刷刷鬼气 毕竟鬼气马上就要过千了 嘿嘿 嗯 这个有点意思 我顺势点了进去 这个医院的任务真不错 就这个了 先看看任务难度 威胁及地价 任务类型单人 寄出奖励一百积分 第二天 只见两个漂亮的大学生 聊着日常 下课去哪门 我想去买衣服 白天在学校看看美女 晚上再去医院刷刷鬼气 这一整天的肾上腺素 都是满满的 爽 只听跑车的轰鸣声 斑马线上的女学生 被吓到了尖叫 你特么怎么开的车啊 算了算了 那是郑公子的车 只见跑车向我冲来 然后停在我的面前 我靠 这小子吓傻了吧 躲都不躲 就这点小把戏 老子两世为人的精神力量 还怕你这点想 我踢了一脚 郑少明的车子说道 郑公子有金波 上学都不用妈妈送了吗 郑少明文言脸上巨变 你个臭小子 随即就用力 踩下油门 只听跑车发出轰鸣声 把两个学生吓得一跳 呦呦呦 郑少爷还真是吓人啊 不过就这样 踩两脚 这一脚油门就像真是我 那你还嫩了点 于是我动用了巨蟒之力 只见一条小红蟒 出现在郑少明的脖梗上 吓得他直冒猛汗 顿时大声尖叫 蛇啦 我最怕蛇了 我坏笑着离开了现场 两次画腰残鱼的力量 对付这种傻缺绰绰有的了 只见老师在上面讲着课 而我却利用课本遮挡 做着小动作 只见地府AP出现一个活动 带号风都 我惊叹到 活人禁区居然就在风都啊 看来这次爆发的阴气 正是禁区动乱的前兆呢 可是距离上一次动乱 才过去八年 忽然一个粉笔头 砸到了我的头 开什么小拆 站起来把第一段翻译一下 我一顿操作 阿爸阿爸阿爸 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嘲讽我像个弱智一样 我尴尬地笑着 心想 活人禁区这种事也不是我该管的 还是先想想 怎么去提升自己实力吧 时间飞转 我来到了学生食堂 阿姨 打两个炸鸡腿 小伙子 胃口真好 金黄酥脆的鸡腿 散发出满满的香味 好烫好烫 我吃起了鸡腿 只见李贤和赵二虎 出现在我面前 李贤拿着我的鸡腿吃着 一边谢谢我 不知道我最近惹上事了吗 还敢往我身上蹭 嘿嘿 别人怕他郑少明 我李少还能怕了他 哼哼 不怕吗 那你这个坑货 带着二虎干嘛 嘿嘿 正是因为二虎在旁边 所以我不怕 没事 我也不怕 他还坑不了我 哟 通体精光 看来赵二虎也是奇人 行了 一个郑少明 我还是搞得定 走开走开 别挡着我用膳 上课开小差 尹德同学哄堂大笑 课后在食堂偶遇好鸡友 哦 林女神 只见林又威回头微笑地喊着 脸上散发着满满的甜蜜 嗨 江晨 我转头就走了 只见李洁还微笑地回应 嗨 女神 只见我没有反应 李洁立马愣住了 江晨你特么不会喜欢男的吧 林女神主动跟你打招呼 你都不鸟 又威一回头 便看见了气汹汹的杨禅 昨天不才跟你说过 别搭理他吗 哪有你这种 样样都是优秀的女孩子 去倒贴一个下等小子 又威怂怂地说 好了好了 快走吧 而且我听说郑少明决定对付江晨了 你最好别往里面掺和 这事我已经拜托我爸去劝他了 郑少明不会乱来的 妾 追你的公子哥那么多 你爸劝得过来吗 又威 帮他可以 但是你和他走太近 让那些追你的世家子弟知道 会出人命的 画面一转 来到医院 只听有人大声喊道 快来人啊 四个人推着一个伤者 有人吗 医生 快来啊 伤者快不行了 伤者疼痛着发出声音 推进了手术室 患者又侧面部严重受损 通知主任医师过来紧急手术 主刀医生看到愣住了 这手上都起事班了 还过来叫我动手术 只见两个助手冒着冷汗 可是他刚才手确实在动 对啊 还发出呜哇哩的呜呜声音啊 三个医生都感觉事情不对 主刀医生立马喊道 患者家属呢 只见手术士 外空无医人 哎 患者家属呢 主刀立马急促地喊道 快报告院长 赶快 三天后 我打了一辆车前往医院 我坐在车上 看着手机里 地府AB发的公道消息 忽然司机说 小兄弟 最近北二路医院不太平衡 你最好换家医院吧 我看着手机里的公告笑着 嘿嘿 太平我还不去呢 只见车子就停在了外面 司机因为胆小不敢开过去 医院就在前面 你要不自己走过去 我笑着道 行 只见我一下车 司机油门呼一下就溜了 看着冷静的街道叹息着 出了诡异的事 再热闹的街道 没人赶来了 我漫步地走到医院 只见一个从医院跑出来的患者 大喊着 走开 快走开 别跟着我 别跟着我呀 我轻松地翻过了闸口 看着阴气散发的楼 朝你走了 大老远跑过来 最好别让我失望了 只见一个像四行尸走弱的影子 朝我走来 我突然变态地兴奋起来 口水肆意地从嘴里流出 哦 这一上来就是护士鬼 我像发了情思地冲了上去 我喜欢 看见变态冲来 护士被吓得大声尖叫 这特么是个人 有尼玛的诡计 我尴尬地笑着 护士姐姐 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 这鬼鬼祟祟的 谁能想到是个人啊 护士一手接过掉落的报告 恐惧地后退 急诊在三楼 自己去 我笑着 哦 我不找医生 我想去太平间 护士听后颤抖着 太平间 对 我有点急事 要过去一趟 护士被吓得连忙后退 你想干嘛 不要过来 我张牙舞找他说 不要害怕 我不是那个报道里的杀人狂 嗖的一声 护士急忙地就被吓跑了 别问我 只留我一人尴尬在原地 我笑得不够真诚 怎么还跑呢 只听边上医生的门打开了 这里是医院 吵什么吵 我尴尬着道 对不起啊 我就问问太平间在哪 医生闻言一惊 太平间 你 你是来处理那件事的 我好奇到 哦 你知道太平间的事 当时跑去报告院长的 就是我 这样 那麻烦 你带我过去一趟吧 只听音森的走廊上传出 哒哒哒地走路声 医生走到路口 一是我 这边左转 那个病人消失之后 医院就出现了怪事 一开始ICU里面出现奇怪的脚印 而且脚印都是只有脚尖 不会是鬼附身了吧 当天晚上 患者儿子在陪着 一声咔哒声音 把儿子吓得直冒冷汗 只见患者点起脚尖走着 被儿子回头看见了 好在患者回头的一瞬间 儿子瞬间趴下装睡 第二天早上醒来 他父亲还好好的躺在脑上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 可是 老人当天下午 却离奇暴毙 遗体再转移到太平间之后 就消失了 医生鬼鬼祟祟的四处观望 一回头对我说道 这是 你别出去瞎说 老人自从失踪后 又陆陆续续几个病人病重死亡 而且 情形都和之前的那个老人一模一样 只见医生拿出钥匙 咔哒一声 打开了太平间的门 里面散发着冷气 太平间的管理员也死 所以 还得我自己来开门 医生看着我惊慌道 你不进来吗 走走走 你往里面走啊 挡着门我怎么进去 医生看着我跟了进来 对我说道 记得把门关上 不然冷气全都跑出去了 只听砰的一声 我关上了门 把医生吓了一跳直冒冷海 我把门反锁的动作 医生都猛了 定 低级失鬼发呆 你锁门干嘛 怕尸体跑了 鬼气加三 我出现在失鬼后面 失鬼惊慌道 呀呀呀 什么时候绕到我后面去的 低级失鬼菊花一凉 鬼气加15 上华进入医院开始调查 调戏女护士 后被失鬼带入太平间 嘿嘿 像这么主动送鬼气的不多见啊 我都有点感动了 走 带我去看看尸体 只见太平间摆满了停留的尸体 这不都躺得整整齐齐的吗 没看到有尸体消失了呀 失鬼吓得浑身哆嗦 难道 他们都回来了 哦 回来了 我假装不经意 一掌打在了失鬼脸上 那太棒了 这次一个也别想跑 嗯 一声 你怎么躺地下了 啊 我的脸 你 你大爷的 忘了告诉你 我是个孤儿 没有大爷 失鬼朝我冲来骂道 你大爷的 我听到瞬间暴怒 一拳朝失鬼打去 你肯定弱智吧 都说了我是个孤儿啊 失鬼摸着变形的脸 真见鬼了 这家伙连鬼都敢打 我拍着床位 大家都是鬼 这有什么不敢的 你抢我床位 揍你不应该吗 倒是兄弟你 死了几天 四天啊 怎么 我掰着手指头 四天 我算算看啊 哎 不对啊 我用力捏着 失鬼的头 人家都头气炸湿啊 你这才四天 失地恐怕出问题了 失鬼恐惧得直冒冷汗 失鬼不断踏踏 鬼气加刺 加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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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都成鬼了 失地还能有什么问题 你糊涂啊 头七回魂 是自然规律不知道吗 我仿佛化身一尊佛 散发着金光 施主 你提前回来 不光影响家里人的前程 甚至会影响你的准事投胎啊 失鬼好像真性了 大师 那我知道怎么化解了 我坏笑着 嘻嘻嘻 这好办 我掏出从鬼容鬼那抢来的武器 你再死一次 然后算准日子 再回魂 靠 骗我不来杀吗 你大爷的 只见一阵刀光划过 那我这就送你去见我大爷 低级失鬼 怨你 死亡 鬼气加酒 才那么点鬼气 真是个弱级 只见失鬼的尸体 散发着飞气 黑色怨气 还害过人 让你死得太轻松了 没活到头七 就活蹦乱跳的 是不是还有一位呢 我走到大爷床位边 还有一个提前诈尸的在这 我先看失鬼的盖部 嗨打着失鬼 大爷 快醒醒 起床该吃药了 你妈 老子刚睡着 鬼气加巴 失鬼朝我吼道 你要干什么 大爷 你该吃安眠药睡觉了 把我叫醒 吃安眠药 你是人吗 那样的 一刀把失鬼 按在了床位上 只见失鬼 散发出失气 我拔出了刀 对不起啊 要我忘带了呀 物理手段助眠不介意 躲在角落里的失鬼 瑟瑟发抖着 又杀了一个 好可怕 喂 那边那个大耗子 别装了 来点真格的吧 呵呵 原本还想趁你放松警惕 再给你灭掉 看来我失算了 只见失鬼 退去了伪装 露出真面目 呐喊着 朝我冲来 还等他一个个 砍死你们吗 一起上吧 群师向我冲来 咆哮着 一群失鬼咆哮着 怒哄着 为什么要逼我们 我们只是 想继续活下去而已 有什么错 则则则 靠西石人活下去 你觉得你们配吗 失鬼朝我冲来 啊 那我们就杀了你 只见我一刀一个失鬼 失鬼就归系了 收拾你们这些边角料 画妖卡都不用 太平间里的失鬼 蜂拥而上 这是要一起上吗 那我先试试画 妖卡继承的力量 鼓笑如何 吼叫声结束 失鬼都纷纷掏了耳朵 这耳朵怎么嗡嗡的 我去 居然一点是没有 看来还是继承的 妖力太少了 看来还是得物理伤害啊 咔咔几下 又几个失鬼回息了 我朝着带头的失鬼冲去 枪 失鬼 用嘴咬住了我的刀 以这俩门牙针印 横的一声 失鬼牙齿碎裂开来 刀中的力量释放出来 消灭了失鬼 太平间失横遍地 活泪的气氛吁吁 叮 恭喜宿主轨器突破1000点 解锁二星化妖卡抽取权限 好啊 给我抽一张 即将花费1000轨器 抽取二星化妖卡 好 比一星贵十倍 最好给我抽张牛逼的卡 咬讲鸡风狂爪子 叮 恭喜宿主抽取到陆绿大仙 哇 真帅 看着就牛掰 默念使用 开启花妖半小时内 获得妖怪的部分力量 并随机抽取两项 宿主可以选择一个部位妖化 妖化消耗巨大 可能导致妖化提前结束 请谨慎使用 花妖结束 依旧保留一层妖力 百分之一概率继承妖化部位 好啰嗦 这概率真低 哎 两项神通 也不知道这二星化妖卡 能对付多强大的 小喽喽都收拾完了 是时候该去刷boss 我坐上了电梯 按向了大厅层 就在电梯门快盒上的一瞬间 忽然一个大凶护士姐姐 冲了进来 啊 终于赶上了 我接着了大凶护士 头也埋进了双风 嗯 对不起 我不要脸的 用指尖触摸着护士的双风 护士猛个后退 裹着双风 干嘛 臭不要脸 我感到疑惑 隔着衣服都冰冰凉 跑得那么急 身上没有一丝温度 看来这个护士有问题 我变态四等的冲向到护士边 调戏着她 护士小姐 皮肤真好 死了三天 恐怕都没你白了 护士一把将我推开 哼 要你管 走开 转身不再理我 突然护士咳嗽一声 小哥哥你知道吗 我们医院里 有一项禁忌 我非常的好奇到 哦 那你快想来听听 护士熟练的 从胸前掏出公牌 当碰到黑色公牌的人 你最好就别搭这趟电梯 因为只有太平坚的尸体上 会挂着这只黑色后 看到了 就得赶紧逃命 嘻嘻嘻 我掏出了一堆 太平坚尸体上的公牌 晾在护士眼前 护士看见立马慌了 我去 你这是洗脚太平坚吗 嘿嘿 那你看到 我是不是应该赶快跑啊 叮 电梯来到了一楼 眼见一个医生 拎着袋子进入电梯 我搂着护士 喂 老伴 护士因为我这一举动 害羞得脸红 你说他袋子里装的东西 会是什么呢 嘿嘿 说不定就是那谁的内脏吗 我双手在护士身上乱摸着 内脏吗 你觉得会是哪 心 肝 皮 喂 护士娇羞地喊着 讨厌 不要乱摸人家了 喂 你们就这么好奇 里面装着什么吗 看了之后可别后悔 只见医生手 慢慢地伸进了袋中 我惊慌地冒出来冷汗 哽咽了一看 消灭小萝卜后 遇见了护士一阵调戏 眼见医生从袋中 慢慢拿出一个罐子 咦 这上面怎么有个咬痕 医生摘下来口罩 露出了沾满鲜血的嘴 没办法 饿了没忍住 就咬了一口 听到 我都梦了 这特别也是个鬼吧 我满满地好奇问道 一颗肾大概要多少钱 二十五万 不是 你问这个干嘛 我掰着手指头算着 你咬了一口 打个八折 也就是二十万 我一把抢过了医生手中的袋子 套在了头上 像是个结婚 看在你拎着二十万的份上 我就被迫加个斑马 于是 一把就夺过了医生手中的事 哼的一声 撞开门冲出了电梯 两个鬼都猛了 愣在原地 我擦 这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 他是个劫匪啊 我靠 什么 劫匪 务吼着冲出电梯 喝喝的 鬼的东西都敢抢 你小子不想活了 我跑他追 插尺难飞 哟哟哟 来抓我呀 我躲在转角 听着两个雕调 他拐过去了 咱们快追 我拿出了宝刀 刺向医生 刷一声 医生被击退倒在了地上 我顺势刺向旁边的护士 握草 刀卡在里面划不出来了 哈哈 没用的 我的心脏早就坏死了 去死吧 小贼 护士的手正好抓在了阵形 护士都被弹飞 他 好痛 感觉肋骨好像断了 护士看着退去的时候恐惧的 你身上带着的是什么东西 我看着手里 关键的时候 还是又微送的俘虏救了我 护士的手重新长出 向我冲来 挡得了一次 我看你能不能挡得了第二次 我来不及反应 好快 下意识要躲避的我 突然发现 那个医生瞬间出现在我背后 一把抱住了我 嘿嘿 没想到吧 我躺在地上装死半天了 就为了这一刻 护士鬼一招催心沙 接接实实地打在我身上 我被击退到半个开外后 终于停了下来 好家伙 这特不像死手啊 突然意识模糊 一口鲜血从口中溢出 嘻嘻嘻 是不是感觉心脏快赛了 那你可能和我得了一样的病哦 感觉心脏 好像被一只手捏住了 跳脏 别怕 姐姐给你打一针 不许拿起针向我扎篮 乖乖的 马上就好 以我现在的实力 再不用划腰杆 就要没命了 划腰 混是魔王 澎湃的力量 在我体内激荡 随机抽取到神通 混是天刀 熊熊烈火喷发出来 故事一刀 被我撕裂开来 尸体能进 那个医生留哪去了 医生极度后悔 甚至想做个好人 鬼气家酒职 医生胆怯地躲在角落 这家伙还是人吗 呦 原来你躲在这啊 骂一眼 医生被吓到急促后退 来 我帮你擦擦嘴 伸手的动作 把医生吓了一跳 急忙后退 扔出手的胸气 啊 你不要过来啊 你这铁做的吗 打来不疼不痒的 细心 这还不跑 是在等我还手吗 医生呐喊着 向楼梯间跑去 我笑道 跑吧跑吧 你越跑我越兴奋 医生快速地奔跑逃命 救命啊 呦 这一边往上跑一边喊救命 看来是大boss 终于要来了呀 我喜欢 我拎着大刀 迈着沉重的步伐 慢慢地往上走 医生听着脚步声 哭泣着 早知道就不惹他了 我从刀上取下一点火焰 用来跟踪 医生被飞来的火焰 吓得撒腿就跑 走开 走开 别跟着我呀 我看着瑟瑟发抖的医生 抱着头躲在角落里哭泣着 这鬼气越来越爽 看来是快被我榨干了 大夫 你本来应该治病救人的 怎么现在看起来一副死相 医生哭泣着 哪有 嘿嘿 不信 看 这不就死了 医生被击穿了好几次 终于停了 我靠 好像禁止大了 混是魔王的力量 真难把 只见医生哭笑着 终于解脱了 被劈成这样了还笑 真变态 丁 鬼气加三百六 化身魔王 秒杀护士鬼后 折磨医生鬼 哟 现在杀一只鬼 都能涨三百多了 嗯 当时为了保命 杀那个护士鬼太急了 都还没榨取多少鬼气了 多调戏一下他 获得的鬼气 应该更多吧 看看现在有多少鬼气 鬼气显示六百三十 忽然听到一阵阵声音传来 声音传入耳中 双脚好像不听使唤的走动去 这怎么回事 好想跟着这个声音过去 靠 不对 屁杖魔忆 嗨 我惊出一声冷汗 魔忆化成头盔 罩住了我的头 只听后面一个老大爷突然出现 嘴里念叨着 老伴 是你在叫我吗 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着 嘴里还念叨着 老伴 看来这个魔忆一般人 还真敌于魔忆 我跟着老大爷 朝着魔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大爷跟着声音走向天台 我则躲在楼梯间内观察 只听一个声音 这怎么只诱惑了个糟老头的 看着都没胃口 一手抓住大爷的头 走天台边 糟糕 大爷有危险 我不再观察 立刻朝大爷的方向冲去 棍子 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杀人 只见大爷 被鬼反手抛了下去 可恶 来不及了 我怒吼着 既然这样 那你也去死吧 刀光划过 鬼的头和身体分离 我喘气停歇了一会 只见鬼 瞪着眼睛看着我 头和身体慢慢愈合着 口中说道 嘿嘿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恐惧 恐惧 最美味的恐惧 我看着鬼 冷笑一下 既然你这么抗揍 那我就再陪你玩一会 混是天道 二段 锁黑 开 就问你 怕不怕 哈哈 鬼疼痛的呐喊 十八号病人痛彻心扉 鬼气加九十九 看着手指突然断开 我刚恢复的身体 十八号病人哭天喊地 鬼气加九十九 哼 身体碎裂飞尽 十八号病人四分五裂 鬼气加九十九 呐喊着 好痛 头裂开了 别以为这样就能杀到我 指尖鬼的身体 忽然化身成一个异形的怪 斩机对它没有效果 突然怪物 冲我攻击过来 我灵活地避开了攻击 得用别的方法试试看 突然一条尾巴吸来 击中了我 哼 火光四箭 哈哈 没想到吧 我还偷偷长了条尾巴 我迅速从火光中跳出 砍向怪物 手中的武器和怪物对峙着 头盔里散发出磅礴的力量 磨绎 灭纱波 一道火光从头盔中发射出来 击穿了怪物的身体 因为能量耗定头盔也随之消失 我凑听观察着怪物 咦 没复远 看来这招有用 可惜只能使用一次 只听怪物里的鬼说着魔音 站着别动 乖乖被我闪了 一时开始模糊了 忘了有色查 我用混石天刀化剑成拳 一拳向自己帅气的连打去 靠 差点就着了你的道 让你也尝尝着拳头的味道 混石加特林 我就不信你恢复的速度 会比我的拳头快 受死吧 太快了 恢复跟不上 再这样下去 必死无疑 既然横树都是死 那我就和你同归于尽 鬼嘴里不断散发出黑色鬼气 呸呸呸 你这吐出来的是什么 这么臭 我把我最后的鬼气化为诅咒 附在你身上 你会染上我的所有病症 你的灵魂也将不得解脱 丁 十八号病人 半步立鬼 死亡鬼气加九十九 受魔鹰干扰 跟踪大爷 发现并打败大boss 切 真啰嗦 就这点小把线 丁 话腰时间结束 突然脖梗一阵阵疼痛传来 鲜血从口中喷出 这就是半步立鬼的诅咒吗 因为咽喉不适 我便伸手去抠 突然从口中 吼出一堆黑色雾 直接呕吐雾里 还有虫子在蠕动 套 下诅咒的都被我杀了 这诅咒还解不掉吗 真倒霉 我一屁股探测在地上 还是先通知阴曹的来处理吧 突然 天空中飘来一线 这不是他刚刚称爆的衣服碎片吗 咦 居然有一张纸 我拿出纸打开查看 我却 这不是那个鬼的报告单吗 咦 认知障碍 还真有人给这种病吗 这只鬼生前觉得自己有病 别人也有 就把发烧的妹妹 放进冰箱 进行物理降温 最后活活冻死 这个我感觉就是神经病 喜欢把自己的认知强加在别人身上 我一路走下楼 一边看着报告 突然发现 报告上的名字 变成了我的名字 我靠 这患者名字 怎么变成我 而且这个第七栋楼 是怎么回事 我拿出手机 查看了地府A 关于第七栋楼的介绍 算了 传到桥头子的名字 刚出医院 就看见几个非一樱桃的人 我一手的是个长腿大兄妹 还对我敬礼 嘿嘿 里面被我搞得比较乱 辛苦了 一次性消灭这么多鬼 你也辛苦 据说 因曹是鬼的力量 封印在人的体内 用鬼的力量顾不过 而且死亡率颇高 所以他们人手也很紧缺 那我先走了 拜拜 只听为首的妹子发令 跟我走 几人便跟随前往打扫现场 画面一转 我回到了居住的公寓 闻着了弥漫着走廊里的飘香 我顺着飘香走到了门口 咦 是红姐家在做饭 看来有好吃的了 嘿嘿 我不请自来 红姐应该不介意吧 红姐 江城来了 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只见红姐穿着诱人的包屯裙 悲色长筒丝袜 在做着晚饭 红姐迷人紧致的身材 甚是迷人 红姐媚惑地看着我 看你每天早出晚归的 姐姐给你做了几个菜好好补补 保证你龙筋猛虎的 我脸红害羞起来 呃 我也不需要那么猛啊 我怕待会留鼻血把持不住 红姐惋惜道 哎 这样 那可惜了 菜都做好了 来吃吧 桌上摆满了美食 我拿起筷子夹着菜 口水直流 那红姐 我就不客气了 我郎中虎厌着吃饭 红姐看到我粗壮的二头鸡 一脸震惊 红姐看着就动手摸上了 好粗啊 红姐妩媚道 小陈 你们去模师都很注重身体锻炼了 我害羞的脸红 直冒汗 这怎么谁受得了 哈哈 还好吧 红姐这个样子要干嘛 我怕把持不住呀 难道红姐终于要对我下手了吗 万恶的富婆啊 老陈 你有女朋友吗 这么尖锐的问题 看来和我想 红姐 我这才上大二呢 哪来的女朋友 哦 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是个大美人哦 要不要我介绍给你 听到这 证实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嘿嘿 不要吧 我平时挺忙的 回头再说吧 说的也对 那我们先吃饭吧 吃完饭 我就回到了自己家 呼 撑死了 不过红姐手艺真好 在迷人诱惑的美女邻居家 饱餐一顿后回了家 我习惯性的 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上 明天要去正式集团的山庄 也不知道那有没有鬼气传 我熟练的点开了系统面板 鬼气显示1026 和一张陆力大鲜花腰卡 我回想起那天学校看见郑少鸣后背上的两个掌印 这个雕毛多少有点问题 去前还是多做点打算吧 而且二星化腰卡对付他有点大才小用了 系统给我抽两张一星化腰卡 来了 殷喜宿主获得一星化腰卡 特处是一星化腰卡 以海龙 第二天一早 只听同学们嘻嘻嚷嚷地排队等候着 我闲来无视地晃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 江辰 快到爹这来 原来是李洁这孙女 呦 平时上课不来 知道有便宜战立马就来了 嘿嘿嘿 你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是这种人吗 我是怕你回头被郑少明给阴了 特地跑来保护你的 我的好大 更何况 这都是我李少的香烟猎场 几个女同学一点命都不 看到郑少明来了 立马都蜂拥而去 给李洁尴尬的不要不要的 同学们 还好对 我们出发吧 只听见郑少明在前面海的 而我观察着他 嗯 几天不见 这鬼爪印变淡了几分 看来这小子家里应该请了高人 能帮他驱除诅咒 可为什么他要在驱除一半的时候 邀请大家去他家呢 这是恐怕不简单 车开起来了 只听李洁这个二伙 在开心的喊着 大巴到达了山庄 同学们争先恐吓地下车 看着山庄奢华的设施 同学们都惊待了 哇 这就是避暑山庄吗 也太会享受了吧 同学们 欢迎光临韩社 同学们 随便逛 大家都不用客气 哈哈 只见一个工作人员说道 同学们请跟我去住房安置行物 然后吃晚饭 老师联盟鼓掌 感谢 住房在这边 请跟我来 哇 好漂亮的湖啊 别有洞天啊 这山庄也太大 我惊奇地观望后 忽然一丁 这桥好 水也好 都干净的 有点不太正常 不然 李洁这个孙子打了我 发什么愣呢 快走 不然靠湖的房间 都要被抢光了 来到地区山庄 看到了奢华的设施 时间飞逝 来到黄昏 我和李洁 赵二虎来到了湖边 玩起了打水漂 嘿嘿 比你多一个 人你一天了李洁 快叫爸爸 急什么急 二虎不是还没有扔吗 这是打水漂比赛 你拿那么大的石头吗 嗖的一声 二虎手中的石头 拖手而出 石头速度快的 直接在水面上 展现出一道冲击波 直到撞上 对面小山丘 看到这 我俩都惊呆了 这怎么是 人能扔出来的吗 二虎尴尬道 哎呀 我也比江城少一下 愿赌服输 江城爸爸 嘿嘿 二虎已经认输满了 李洁轮到你了 快叫爸爸 李洁已喝多了 想上厕所扑弄 李洁 你特么别跑 此时的李洁 来到了洗手间 突然传出 嘻嘻索索的声音 李洁驱使着好奇心 好去窥听 哟 什么动静 打野炮吗 本会我们把他杀了 埋在哪 要不直接丢谷里 为谁管 听到这李洁 立了慌了 急急忙忙的 就从洗手间 冲了出来 嘴里大喊着 我擦 快跑 江城 二虎 这里待不了了 哟 这是被谁欺负了 说出来 让爹高兴一下 李洁非常惊慌 这个厕所里有古怪 哦 有什么古怪 仔细说来听听 我先是听到 厕所里有人密谋杀人 低头看 发现隔间里并没有人 然后颤颤巍巍的去开门 发现门并没有人 当我打开门 看见你了 我被吓到了 一尺一尺 写满山 我俩吵总着李洁 看来你被脏东西盯上了 居然能一次招惹上两只鬼 牛逼 套 你们这两存友 站着说话不腰疼 换了你俩试试 杰哥杰哥 稍安勿躁 我们那么淡定 当然是因为我们有化解之法了 爸爸 没想到你还会驱鬼 教教我 教我吗 江城 我的好爸爸 求求你了 嘿嘿 好儿子 不就是两只鬼今晚要杀你吗 你现在就跳胡自杀 打他们一个措施不及 套 跳你妹 江城 你这三十六度的嘴 怎么说出这么冰冷的话的 江城 别和他开玩笑 你会吓到他的 恶鬼只会在你最放松的时候 趁虚而入 所以呢 你今天只需要嗨到天亮就没事了 啊 穿过今晚 我就安全了 就这么简单 嗯 不过你 可能得一直不睡觉 因为被鬼缠上了 一辈子都不得解脱 要么被杀死 要么累死 我特么横竖都是死了呗 哎呀 傻儿子 放心吧 跟着我们 你死不了的 日落黄昏 树叶随风飘落 我们三个走在了湖面的桥上 与此同时 一个保洁员在打扫着卫生 嗨 美女 你好呀 小姐姐突然被这一声 吓得慌了神 手中的扫把脱手而出 咕咕掉进了水里 哎呀 我的扫把呀 没关系了 我帮你捡起来 等等 别去捡 这狐狸以前死过一个女人 后来又死了几个 只要手一碰到湖水 就会掉进去淹死 眼看着扫把 渐渐地沉下了水面 嗯 那算了吧 咱俩家的好友 我把扫把钱赔给你 嗯 那好吧 你扫我 咦 明明他叫孙蝶 可为什么衣服上挂的工牌 却是刘桂花的名乃 保洁员慌慌张张地解释道 我是前不久刚来的 衣服工牌 还都是之前员工的 没有来得及去更换 我一脸疑惑 这怎么说 之前听说刘桂花他们那批员工 因为犯错 被辞退了 但是大家私底下都说 他们不是被辞退 不是被辞退 还能是怎么 难道是死了不成 保洁员紧张地疯狂咽着口鼠 你是怎么知道是死了 只听后面的主管忽然出现 气冲冲地喊到孙蝶的名过 孙蝶被吓得直冒冷汗 上班再偷来 你就别干了 非常抱歉 客人不要惊议 新来的保洁员不懂事 打扰大家了 那好吧 李杰 二胡 我们回去吧 厕所密谋鬼 湖里的水鬼 员工的失踪 这个山庄里到底 还有多少秘密 会被我们发现 夜幕降临 我们吃完饭回到了住所 此时 一个穿着低胸装的女同学 在房间里打着电话 哎呀 你怎么老是吃醋 碰到员工了解到山庄情况 只听女同学说道 你怎么总是一神一鬼的 早知道我就在自己学校里 找个男朋友 人家可是把全班都请过来了 又不光我一个 算了算了 你不信我看视频给你看好了 女同学穿着可爱的裤衩 拿着手机在房间里转悠 看 这哪有人啊 就我自己一个人 女同学色迷迷道 嘿嘿 还是说你这个小变态 想看点别的呀 女同学的男友突然惊奇地发现 女友的背后居然有一只眼睛 大声呐喊着提醒女友 你后面那是什么东西 女同学回头查看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 女同学受到了惊吓冒出冷汗 哪有什么东西啊 在下午就跟你分手 另一边的男友突然挂断了视频通话 靠 这个臭男人 吓完了我 就挂我电话 突然走廊上传来沙沙沙的声音 女同学被吓得直哆嗦 开门查看发现 原来是个宝洁阿姨在收拾垃圾 女同学看了一会 忽然发现不对 只听宝洁阿姨的脖梗 发出咯咯响 下一秒 宝洁阿姨突然脖梗一抹 看向女同学 孩子 是需要客房服务吗 女同学受到惊吓 立马跑进了房间 可是却忘记把人关上 宝洁阿姨顺着就走进了 女同学的客房 呦呦呦 不说话 那我就进来了 女同学瑟瑟发抖地躲着 大妈嘴里说道 嘿嘿 我说话 嘴不搭理我 这是要和我玩捉迷糖吗 可千万不要被我抓到 眼见着女鬼大妈 走进了女同学的房间 而我们三个 正好在楼道内 看到了女同学 只听李洁说道 这个宝洁阿姨不地道啊 收垃圾 怎么能随便进屋呢 你说是吧 二胡 收垃圾 没那么简单 我看她想收的是人命啊 女同学在和男友聊天后 在走廊上 遇见女鬼大妈 就在他俩闲聊的时间 我其实就已经 往女同学的房间跑去 江城人呐 只听大妈在房间 疯狂地笑着 突然出现在女同学的背后 那么大的一个垃圾 该怎么塞进垃圾袋 那只有把你给拆开了 大妈把恶感 渐渐伸向你一屋 我出现在了大妈的身边 冲着她大喊 大妈 你干嘛呢 丁 大妈受惊 鬼气加五十 大妈气汹汹地吼道 小声点 你这个小孩子 能不能有点素质 我搂着女同学 嘖嘖嘖 你不声不响 偷摸着跑进来 是不是惦记 我们同学的颜值啊 大妈愣住了 表示很无语 大妈 你还是别多想 要想比我们班的 女同学还美 你可能得换的头啊 你这样会吓死人的 江城 你能不能正经点 大妈鬼泪一笑 换的头 小伙子 你确定 只见大妈 渐渐地把自己的头 我双手抢过了 大妈的头 大妈惊了 我当然确定了 就像踢踢球一样 把大妈的头往窗户外踢 走你 大妈大声呐 大妈的头踢碎锅里 飞了出去 女同学看见无头尸体 我顺势就抱住了女同学 摸起了女同学 傲人的双风 别怕别怕 我还在这呢 同时 双手在她身体上乱摸着 与此同时 被我当球踢出窗外的头 大妈嘴里还在骂着 不然湖水里 出现一条条金色式的网线 把大妈的头包裹住 大妈的头 一边呐喊着 一边挣扎 同时还在控制着 房间里的身体 朝着我和女同学冲来 大妈的头 渐渐沉入了水底 另一边大妈的身体 也停止了行动 倒在了地上 嘿嘿 这么快就凉了 还以为能躲在蹦跶一会呢 丁 客房大妈 恶鬼 死亡 鬼气加99 发现女鬼大妈 前去拯救同学 我看着系统提示 露出了微笑 真不错 一只普通的恶鬼 就刷了三百多鬼气 只见娇羞的女同学 受到惊吓 栽在我的怀里哭泣着 我突然发现 二虎和李洁站在门口 我去 你俩什么时候进来的 江城 够厉害的呀 这就解决了 二虎指的是 驱鬼这件事 不得了 厉害 学到了学到了 而李洁指的 却是泡妞这件事 毕竟也是个公子哥嘛 也正常 嘿嘿 鸡韬物六 想学我教你啊 学飞一千 此时的山庄大堂 同学们在一起 吵吵囊囊着 我们三个文生 也来到了这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全都聚在这里 老师焦急的说着 你说什么 照亲不见了 一个大活人 怎么会不见呢 下午我们三个在公园里行逛 路上遇见了一个园丁 在修剪着树 看见我们后 向我们抛来了魅影 赵倩看着帅气的园丁 修红了脸 赵倩就找了个借口自己留下 让我们先走 表面上装出一副很喜欢园艺的样子 其实就是想多看看帅哥 可是我们逛了半小时后 再回去查看的时候 赵倩和园丁全都不见了谁 之后打电话找他 发现电话也没人接 因为怕出事 我才和老师你说 这可怎么办 这样我的麻烦就大了 不管 咱们能不能找到那个园丁呢 不管通道 也惊慌的直闹汗 可是我们这没有园丁啊 赵倩两个随行的同学惊慌道 我们会没有 我们明明看见了 难道我们看到的是鬼吗 哪有什么鬼 别瞎说吓唬自己 可是我们却是看到了一个园丁 而我却回想着 自到山庄来之后 遇到一系列怪事 听完我转身离开了人群 李杰转头 看见我离开 立马喊道 嘿 儿子 你这是要干嘛去 我头也不回的 走出了山庄大堂 朝着公园深处走去 此时的公园深处 一个植物大棚里亮着光 密密麻麻的植物摆放在其中 其中一件 就是以赵倩的身体 摆放的 遇见女鬼大妈 成功解救同学 来到大堂打探到了消息 朝着公园突发 这怎么回事 走来走去硬是没找到 到底藏哪去了 我继续向前走着 哎 我怎么又回来了 鬼打墙吗 真麻烦 不上点才艺都找不到 哎 这棵树后面怎么有奇怪的光 原来在这里啊 这个鬼挺能藏啊 我去 这他们什么审美 拿人做植物摆摆放 这是赵倩 这怎么少一条 就在我朝着公园寻找时 这一切就已经发生了 赵倩身体上缠绕着植物藤蔓 目光呆滞 憔悴地从嘴里喊出救命 身体颤抖着 原一鬼目睹着赵倩那 小声点 不过你喊过喉咙 也没人会来救你 而且别人都睡了 我不要打扰别人休息 这样不礼貌 只听修剪刀咔嚓的声音 花断了 鲜血从花根中漫出 像水地一样 滴落在被害人的海土上 突然传来呜呜的哭声 原来是一个人形 仙人球在哪 好气鬼 你看你都把仙人球吵醒了 原一鬼起身 哼着小曲 走向仙人球 在仙人球面前 仔细打热 这里有一根杂枝 要修剪掉 才能成为完美的 叉叉 仙人球的手指分离开了 原一鬼阴险地笑着 而仙人球哭泣 别哭了 我帮你擦 这样看起来 是山庄里最美的员工 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这条腿有点碍事 整体的美观都破坏 原一鬼抄起东西 然后再用一根铜丝 固定一下造型 多余的枝鸭再修剪一下 累死我了 又一件美丽的艺术品 赵芊呐喊着救命 而原一鬼却在欣赏着艺术品 完美 收工 不久后 我便找到了这里 只见赵芊发现了我 拼命地呐喊着 晃走身体 忽然的声音 让原一鬼解决 原一鬼冒出冷汗 看向声音传出的方向 随后朝着人形 仙人刺狗去 发现了盆栽一动 原来是你在动啊 乖乖的 别动哦 我给你摸回去 在大唐得知消息 在公园寻找 最终找到了原一鬼的老窝 并在里面发现了很多受害者 原一鬼突然被眼前的一幕惊吓到了 此时的我将花叉在肚脐眼 做掩护 占用了两个花盆 原一鬼表示很疑惑 明明每一盆 我都有精心照料 这盆怎么还变异了 这朵花长得也太丑了吧 还从肚脐眼里长出 里面应该都是根了吧 想想多恶心 我艰难地支撑着造型 听着原一鬼说要动刀 我立马慌了 原一鬼随手拿着刀 就朝花朵根部进去 这特么再不出手 老子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随着花朵一分两段 我体内充斥着化妖的力量 原一鬼发觉不对 立马后撑 拉开一段距离后 冒着我看气场启启的 原一师毛骨悚然 鬼气加五十 只见特处式的虚影 从我肚子里慢慢踏出 化妖 特处式 原一龙心压的呐喊 你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么吓人 我头上长出了一对小鸡脚 手骨骼位置也长出尖刺 丁 随机抽取到神通 八百里门去 我乘其不备 朝原一鬼攻去 原一师的那边身上 原一师 我找了好几件作品后 红了下来 看见自己的作品 被捕 我的宝贝们 绿罗 龙羡慕 绿罗 你破坏了我的宝贝 原一鬼控制着鬼气 无端充斥着修剪刀 我要杀了你 为我的宝贝们陪葬 然后把你做成肥料 直接修剪刀充满鬼气后巨大化 那么大的剪刀 人家好怕怕用 原一鬼迅速朝我攻来 现在知道害怕了 对不起 晚了 安静的原一棚 堂的力量 围维维维维 原一鬼也随着从里面飞出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好 看来是擒敌了 呀呀呀 不好意思啊 把你这弄坏了 我马上就出来 主要是赵倩还在里面 考虑到安全这方面 不得不出去 避免误伤了他 接招吧 八百里 摩拳 这个男人意外获得化妖系统 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为了拯救赵倩 我使用化妖卡 与原一鬼开始战斗 我使出了化妖神通 向原一鬼攻去 原一鬼反应过来不妙 立马用大剪刀 突然鬼妹一笑 大剪刀上突然滋生出很多绿牙 这些绿牙迅速向我手清洗而来 我被惊吓的直冒冷汗 蓄力一时大 蓄你压了 一手指轻轻地弹掉 清洗我皮肤的绿牙 还好我反应坏 不然就着了他们抱 我的腕简声 可不是你能用手就能抵挡住的 碰到就是死 原一鬼迅速朝我冲来 你小心了 我反应灵敏的躲开攻击 旁边的树我就倒霉了 他一声就被蓝腰剪断了 只见被剪断的树 绿牙立马就从中走出 我被这一幕吓到 这刻都碰到就完了 这遇到的鬼越来越离谱了呀 看来只能将腰紧集中 强化到双手 太慢 太慢了 我和原一鬼开始了 狐狸对冰 只要手一余剪刀触碰 绿牙立马就清洗过来 你这玩意 真特么是无孔不入 我成其不备 又全力给了他一记吸 原一鬼抚摸着伤口 是不是很好奇 为什么我没有踢飞 不要惊讶 你不妨看看 我的脚 这特么用根 把脚固定在地面 这也太狗了吧 如果你就这么点实力 就有点太小瞧了 忽然 独立钻出两根巨型树根 原一鬼逃捕着树根 朝我攻击 好 大意了 玩玩 烟雾散去 出到重创 一口鲜血躲在地上 真特么该死 好不容易把它引出去 现在又被打回来了 我迅速起身朝外冲去 只见原一鬼的大锦刀 出现在我面前 我迅速反应避开的攻击 差点就弯弯 鬼气强化的双手 艰难地抓着大锦刀 绿牙同时不断地朝我双手清洗 鬼气不断输送到双手 哼 大锦刀 不见不见碎过 大锦刀碎过 我立马朝着原一棚外冲去 这个男人成功激活系统 为了不断升级 开始了寻鬼 只见我捏碎了原一鬼的锦刀 就往外冲 我在前面跑 而原一鬼 去了 难怪他肚中 原来他供着树根 这根迅速缠绕着我的身体 不断地中缩勒紧 这样下去 我迟早再带他手 我寻最后的利润 从存绑我的树根中正脱开来 他要立即给我吵了大气 突然原一棚内的盆栽 全都朝我冲了过来 立即的我被夹在中间洞里 哟 刚刚不是很身往火虎的吗 现在怎么不反抗呢 我就在想你为什么 一个劲地往外跑呢 原来是为了不破坏 我的宝贝艺术品 你就混帅 有本事你放开我 咱俩一条一啊 威胁我算什么 怪的是 赵倩控制着身体 颤颤巍巍地跑我走 突然挥舞着拳头向我打开 不还手吗 这是怕伤害到同学吗 焦手受了伤 在家赵倩这一群 我明显已经招待了 无端地跑 原一忽然怜悯着我 你这脸上全是伤了 好可怜啊 不过没关系 就让我结束你的痛 成为我的艺术品了 只见于一本眼 无端散发出黑色的气氛痕 无端地侵蚀着 我帅气的脸庞 不疑会 脸庞上就冒出崭新的力量 最近你一直以为我死定 此隔离地笑得出来 你这都快成为我的艺术品 还笑得出来 有这么开心吗 哈哈 不是开心 是非常开心 因为你马上就要下来了 此时天上的月亮 一反常态 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它颤抖着 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 在体内游 突然大 苍犹船跃 净化众生 蓄势待发的力量 从月亮里喷射出来 园艺鬼被明亮的天空所惊吓 听 园艺鬼感觉自己快凉了 鬼气加45 澎湃的力量 击中了园艺谷 烟雾散去 却只留下了一遍惨态 我看着被月光击中了园艺谷 嘲讽着它现在的样子 它的惨事是炒 园艺鬼 恶鬼 死亡 鬼气加99 伴随着园艺鬼的消灭 那些人形团灾 也恢复了一顿 全都在大声挖 庆祝节后一生 我的女同学赵倩 打开了地上 身体也渐渐地恢复着 赵倩苏醒后 惊呆地看着自己恢复的身体 居然没事 可是为什么 手指还是不能动 我从背后贴近赵倩 我摸着她曾干去手指的手 将体内的力量 用于恢复伤口 恢复的手指 突然有了感觉动了起来 赵倩立马跟着我的怀里出气 救 乖 已经没事了 现在安全了 我们赶紧回去 同学们都在找你 这个男人为了变强 开始胡争 经过激烈的战斗后 终于消灭了园艺鬼 拯救了一群被害者 和她的女同学 女同学搀扶着我 慢悠悠地回到了山庄大堂 人群聚集在一起 吵吵嚷嚷的 只见老师 焦急地询问着赵倩情况 赵倩讲述着 女同学分开之后的事情 其中就提到了 变态杀人话 同学和老师听了之后 都非常的震惊 然后又开始了 吵吵嚷嚷的交谈 一个肉嘟嘟的胖子 信信着自己没有被抓 清白绑住 另一个同学 却在质疑我的能力 觉得我不行 反观赵倩却害羞地红了脸 非常不好意思地夸我 江城他超勇的 赵倩紧紧揣着我的手 老师突然走来 询问着赵倩 有没有受伤 要不要去医院之类的 老师我没事 就是有点累了 休息 我非常不失去地 说出了心里话 那没事就别抱着了吧 有点尴尬 赵倩文言尴尬地 跟开了双手 嘴鲁疏的 抱歉 既然没事了 为了以防万一 大家再看看 还有谁不在 晚上就不要出去了 一番点名后 忽然有些人大声 老师 杨却和赵小冬好像不在 听到这两货名字 我就很无语了 这俩是郑少平的狗腿 不是很想去救他 我连忙上前安慰着老师 老师你别着急 我再去找一趟吧 二虎文言就问着 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俩四眼相对交流着 仿佛有无法言喻的目的 心里神会后 我突发继续语读 忽然在路上 碰到了山庄的管家 咦 这位同学这么晚 怎么还一个人 在外面行逛呢 我非常当当摆手 有两个同学不见了 我就出来找找 闻眼管家脸色巨变 神态惊慌 又不见了两个 我要完蛋了 这个男人意外重生 获得了可以化身 滚碎的力量 于是就过上了 不修没造的身份 好不容易消灭了原意鬼 解救了同学 又从同学那得知了 郑少平的两个狗腿 不见了 于是我又开始寻找 只见女管家脸色惊慌 我察觉情况不对 利用精神攻击 询问着女管家 山庄里发生过的事情 管家收到惊吓 身体颤颤巍巍的 后退了指 惊慌失措的诉说着 我知道的也不多啊 我是两个月前 才刚掉过来的 我问的不是这些 挑你知道的说 只见紧张的管家 脸上的汗水不断流下 嘴巴颤颤巍巍 慢慢诉说着 我刚来的时候 这里是有一个晚上 巡夜的老保安的 就在那次巡夜 老保安在厕所 遇见了一起杀人了 惊慌失措的老保安 救命啊 杀人了 然而监控室里的保安 以为他在练习保护 也就没有太等 结果就在第二天 老保安被杀死在了厕所 地上写满沙子 因为老保安是 孤家寡人一个 所以这件事情 就被瞒了下来 厕所 应该是李杰碰到的 那两个鬼 继续说 还有什么别的 是没有底下 还有就是 我来之前 听山庄里的人说 屋里还淹死过一个园丁 和两个通缉犯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你还敢留在这里上班 不怕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吗 管家突然竖起 五指张开的手 不瞒你说 正式许诺 一个月五十万的工资 在这里工作 诱惑实在太大了 有钱能使鬼追没 你也不怕有钱 正没蜜花呀 天上的明月 霸落着月光 使夜空看起来 一片血红 伴随着嘻嘻嘻嘻的 树叶声 还挺恐怖的 空气中渐渐飘来 一阵血腥味 我顺着气味 来到了一间超大客房 嗅着浓厚的血腥味 朝着里面走去 寻找着两个憨憨同学 这个男人是一个变态 获得化妖系统 不断打怪升级 同时还能不断调戏妹子 救出赵倩后 又得知了 两个狗腿子失踪的消息 寻找路上偶遇女管家 从口中了解到山庄近况 最后顺着血腥味飘来的方向 我来到了一间超大客房 我漫步走进客房 昏暗的灯光下 我打开了手电筒 观察着四周环子 什么破地方 连灯都不破 当鬼无完呢 真无语 喜生漫步寻找到 我突然一惊 却不对 小似乎踩在了水一样的液体上 仔细一看 却发现一个受害者 躺在血泊中 地上还写满了血红的沙子 我促身上去查看 这又死了一个 这两个鬼 未免有点太长篷了 手指擦拭了一下血迹 这血液都未干 看来是刚死不止 不过按照李杰的说法 这两名魔鬼 应该杀完人之后 还需要把尸体处理掉 既然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 说明这两个鬼 应该还在附近 与此同时的赵小冬 躲在脚中 可恶 这那么没信号 我继续向楼上开始寻找 希望在找到鬼之前 能找到那俩雕 我开始大声喊着他俩名字 养狗 赵狗 你俩还活着吗 活着就叫一声 你爸爸我来找你们了 赵小冬躲在角落 观察着情况 想着能不能藏尸跑出去 突然 密魔鬼出现在赵小冬背后 凶器也架在他的脖梗上 背后一人吓得他大声尖叫 随之我拿着刀 也出现在密魔鬼背后 赵小冬惊吓过度 都翻了白眼 密魔鬼趁我不注意 迅速地向外跑 密魔鬼被套娃行为 吓到原地起飞 鬼气加十五 我和赵小冬四眼相对 我感叹 他命大居然没死 赵小冬这兔崽子 看到是我 惊吓过度的嚎啕大哭 抱起我 江辰 没想到你能来救我 一脸嫌弃地踢开了赵小冬 滚滚滚 把我衣服都弄湿了 这么大的男人 还酷 男人是个大变态 不但想调戏妹子 还想和女鬼鬼传单 为了救两个憨憨 我找到了山庄一间 超大的客房 正好遇到了 其中一个憨憨赵小冬 我一脸嫌弃地 踢开了赵小冬 只见赵小冬 不断地磕头 瞅着我 把他从这里带出去 还说着 这里有鬼 哦 有鬼吗 那你和鬼有接触吗 肯定有啊 这个鬼老吓人了 从厕所开始 一路追着我看 我好不容易才跑得着 要不是你来救我 我就没命了 你这背后是什么东西 快转过去 让我看看 看着这个二货背上的伤 胆叹着 你能活下来命是真的 还好我来得早 不然你可能就真死翘翘了 江辰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谢谢你 你就是个大善人 这么看来 李杰这小子是挺精的 知道有事 立马跑出来了 小冬走吧 我带你从这出去 跟紧我 哎 对了 你那个好机友杨志呢 这我不知道 当时我进去上厕所 他就在外面死了 那会他还骂我相来 别上我来 可是当我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不散了 不知道跑哪去了 之后就是我就被鬼追着砍了 真麻烦 我还得去找杨志 你俩真会给人添麻烦 突然一阵声音传来 赵小冬被吓得身体颤怒 躲在我背后 我一回头 却看见你个二无教授的笑 像极了一个变态 你个大男人这么恶心 离我远点 赵小冬摸着挨住变形的脸 哭泣 可是那个鬼真的很可怕 男条鬼 既然这样 那你就别进去了 在外面等我吧 一听要一个人在外面等 害怕的撒脱 就追了上来 江辰 别丢下我 画面一转 我们进入了七飞的厕所 躲在了一个隔间里 静静地坐在马桶上 等待着两个人到来 突然从外面传来嘻嘻锁锁的声音 一阵阵阴森的轨迹飘尽 等了半天终于来了 没想到 居然还有人自己来送死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好好欢迎欢迎他们 男人是个大变态 不仅喜欢调戏女鬼 同时还招男人喜欢 在山庄的超大客房 发现了一位受害者 成功找到憨憨赵小冬 我俩躲在厕所隔间 等待着恶鬼到来 两个恶鬼察觉到有人存在 非常兴奋 赵小冬 你听说了吗 我们学校有个大二的学生 那天拿着青龙眼月刀 我俩八卦的声音 被恶鬼听到了 两个恶鬼听到八卦异常兴奋 像个好奇宝宝一样 朝声音传出的房间靠近 叮 校园八卦引起了密谋鬼的兴趣 鬼气加十六 卧槽 这么劲爆的吗 最后那个女生直接被打 没想到咱俩业余的时候 还能听到这些 再说什么 怎么不大声果 听都听不懂 后来我发现 这个女孩居然是我的 卧槽 这他妈每次一到关键词就没了 这你也能忍 这位就是无脑捧人赵小冬 忍不了 当然忍不了 我要杀了他俩 赵小冬 此时已经被吓到绝脉了 但还是要佩服 那你有制定计划吗 但他俩还需要计划吗 这不一刀一个吗 还不留后患 两个鬼人也就笑不一声 就连个计划 你来 杀人 笑死我了 这就是了憨疲啊 刀就从我手中飞出 只听喷一声 刀刺穿门 直接插向恶鬼头颅 突如其来的飞刀 击中了一旁红旁的恶鬼 另一个恶鬼 被这一幕下的一啰嗦 恶鬼心惊胆战地 看着倒在地上的一板 喂 兄弟 你醒醒 突然喷的一声 我的手透过空洞伸出 一把抓住了恶鬼的头 把他吓了一跳 恶鬼骂着混蛋 几时向后使出一击肘击 我冷静地拿手搁挡 刚一顶刀刃 迅速从肘部弹出 我靠 这鬼真特么硬 我用出全力捏紧手臂 直到手臂 都发生了变形萎缩 叫你特么偷袭我 还回手掏 恶鬼疼痛地呐喊着 我顺势一拳朝恶鬼打去 这一拳下去 他的脸都变形 一段 还得这么点诡气 特么别老子死 地砖全部破碎开来 男人非常幸运 不但调戏了美女邻居 还调戏了美女恶鬼 我和赵小冬 蹲在厕所等待着恶鬼 聊着八卦 结果两个恶鬼都非常好奇 轻松地解决了密谋鬼周海 随后痛点了 另一个密谋鬼张天国 引发的震动 让蹲在厕所里的赵小冬 摇摇欲坠 灰尘弥漫着整个厕所 随着灰尘散尽 我看着破烂不堪的命 这鬼真激烈 居然让他溜掉 好可惜 此时的恶鬼气喘不须的 利用自身能力 走在天花板里 响 鬼找手里长出利刃 这个臭小子 把我弄得这么浪漫 今天必须把你的头砍下来 恶鬼慢慢地从天花板卡出 影响他半笑 我察觉到后 突然回眸一笑 双手立马抱向恶鬼的头 就像倒拔垂扬柳一样 来玩呀 把恶鬼从天花板里拽了出来 恶鬼非常震惊 迷离我躲了起来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不然你以为我的撩腾 是吃干饭的吗 赵狗 快 把刀给我 是 马上就来 大哥 我一把接骨刀 就砍向恶鬼 我这就送你 莫莉的鬼气 从恶鬼张建国亭 散发而出 丁 密谋鬼张建国 恶鬼 死亡 鬼气加九十九 嘿嘿 完事了 赵狗 咱走吧 大哥 遵命 刚想出去 我俩忽然在你 不可以 那细一看 这根本不是杨志吗 斜身歪脑袋干嘛呢 喂 杨志 你没事吧 我们都找你半天了 我察觉不对 立马制止了想要前去的赵小冬 我利用妖童的能力观察着 只见杨志面部呆滞 眼神轰动 像是中了换水 别过去 他现在不是人 赵小冬焦急地求助 大哥你神通广大救救他吧 不然杨志愣 他都不住着 然后消一声就跑了 小冬看着连帮人 杨志 你干嘛去啊 别跑啊 察觉事情不对的我 连忙喊着赵小冬 朝杨志追了过去 追着杨志 就进入了一宫客房 随后 我小心翼翼地躲在角落里观察 有赵小冬 这个兔子真倒霉 杀不止 哼一下 就撞到了我身上 男人不但可以泡美女 同时还可以调戏漂亮女鬼 轻松解决两个密谋鬼 成功找到受幻术控制的杨志 好不容易追上 却被赵小冬 这个二货给坑了 太快杀不住 人家就放上我 被撞出来的 看到杨志的样子 吓得一愣 杨志受到幻术控制着 歪头鞋脑的嘟囔 无视着不视着 随后羞的一声疯了一样的跑起来 嘴里喊着 站住 别跑 大哥 杨志 这是在让什么站住 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看到这个情况 我紧张地思考着 汗水也随之流出 它可能是陷入了鬼祟的规则 可能会这么一直跑下去 直到虚脱累死 我转头就把刀丢给了赵小冬 这把刀借给你防身 赵小冬被吓到了 手忙脚乱地接过了刀 我转身丢下赵小冬 追杨志 叮嘱赵小冬 不要乱跑 就留在原地 只听哒哒哒的跑步声 在房间里回荡着 赵小冬握着刀紧张地蹲着 冷汗疯狂地从皮肤里伸 你叫了赵小冬大 是谁 不要过来 只见杨志的身影 渐渐浮现 气泥吁吁 天体汗 汗水疯狂地在脸上流投 这大气 好像跑了很久 跑累了 接着跪在地上 杨志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 你这样怪下人呢 马上是中邪了 你得歇会儿 忽然一个满脸胡涂的男人 怎么可能歇会儿呢 赵小冬受到惊吓 差点就昏过去 歇歇了 怎么抓得出凶手 不如这样吧 小伙子你也一起来吧 数头数脑的保安 挺直身本站立 你不要过来 离我远点 刀朝保安丢了 保安轻松地躲过了飞刀 开始愣朝着 一句颤鼓的照相 小伙子 一种流光 怎么一点力气 都没有 我接住了飞刀 出现在保安背后 要是力气太大了 我可就接不住 一刀砍笑的 你就是那个 被鬼害死的保安吧 不好好的去投胎 还诈尸跑过来害人 我好奇地看着系统面板 为什么这鬼气 没有增加呢 眼前这个男人 招很多异性喜欢 不仅是美女邻居 还有靓丽的发小 和厉害的奇人陈雪 同时 女鬼也喜欢她 好不容易找到杨志 跟踪她到案发现场 又遇见了诈尸的保安鬼 我不小心 并砍向保安 重刀的保安受到惊吓 直冒冷汗 到了还在思考 鬼气为何没有增长的时候 被砍的保安 却诡议地笑了起来 发了风势的呐喊 忽然保安的脖梗 分裂开来 还慢慢长出四肢 纵身一跃就跳了下去 我当场就梦 这你把什么鬼 还能这么玩 跳下来的尸体 搭搭几下 就跑到了受幻术控制的杨志旁边 随后 就抓起杨志的头 开始嘲讽我 来啊 有本事继续砍我呀 我就不信 这你还敢砍我 刀迅速从手中飞出 直接就击中了保安鬼的头颅 还不小心割伤了杨志的耳朵 保安鬼倒在地上 流淌着失血 同时还不断散似鬼气 你也是真够倒霉的 都不知道你哪来的感情吧 这个二货 可不是我的朋友 听保安鬼奇差一招 鬼气加九十九 随着保安鬼的死亡 杨志飞飞 耳朵受伤的唇痛感 让他不断地闹 我看着这俩二货 看着看着 看来是酒回来 这下可以回去交差了 而杨志因为唇痛不断地哭泣 江城 你快看看杨志他 这是怎么了 去去去 这用你来问 他自己不会问吗 杨志哭泣着 亮哥 求求你救救我吧 后来就是我大哥 你说 东我绝不往西 算了 算了 我今天心情好 估计就救你这一次 忍着点咯 我使用腰筒 观察着杨志受伤的耳朵 只见受伤的耳朵上 散发着鬼气 哎 你这二货 也真够倒霉的 力量拘于指尖 直接将缠绕着的鬼气 从中抽出 于是 疼痛感立马消失 江哥 你可真是神了 这就不同了 谢谢 谢谢 画面一转 来到神庄湖面 只见女管家 在桥上 传出哒哒哒的噗声 似乎有很着急的事情 女管家非常惊慌 刚找回来一个 又不见了两个 得赶紧通知他们 离开神庄 不然迟早还要出事 不然脚下 好像踩到了 什么奇怪的东西 只见这些水草 非常疯狂的 朝着女管家伸去 从腿开始 不断向上缠绕着女管家 女管家惊慌失措的大声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 水草直接缠绕住嘴 使得女管家的求救声 无法传出 水草渐渐的 将女管家拉向水中 可恶啊 这个月我才刚转正 工资还没拿到手呢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五十万没拿到 命还要搭进去 我不甘心啊 这个男人 简直不能用变态来形容 喜欢调戏美女就算了 还喜欢调戏女鬼 追着杨志前去案发现场 遇到了幕后主使 我居然是那个 被害死在厕所的 保安管大师了 还是我这部最奇葩的鬼 居然还可以和身体分开 重新长出四肢 画面一转 女管家被水草缠绕着 难道我真要死在这里了吗 一只温暖的手 抓住了女管家 没错 那只温暖的手 是二虎的 嘿嘿 还好我来得快 管家姐姐 你没事吧 你怎么发的就好 救命啊 有鬼啊 连一句谢谢都不说 真没礼貌 水草失去了目标 就向着二虎弯绕去 二虎看着水草无语道 这看来也不是纠结 要不要道谢的手 双手合十 开始念着咒语 大三妹手印 心跳起 奢莫她 三伯播挺 惨的 双手不断交织 无漏之空 无相 无怨 一个散发的 妖密 给我显示 顿时滚命 惊涛害怕 这会不会被我亏 太阳 无水荡漾 只见一个外富领导的人形女鬼 翼翼 顶着巨大的双峰 劈头散发 头发 是水桃 是 这是个女鬼啊 是我可不擅长 你是 二虎 二虎一跃而下 站立在水面 像在地面一样 如雨平地 两人对视没有交谈 直接就发疲 汗水从二虎的脸庞上不断流下 女狮主 涂海乌鸦 不等二虎说完 女水鬼 直接就一击下批肚 说得好听 从掉下来的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没想过上岸 二虎单手轻松 接下一击下批肚 既然这样 那我就把你拖上岸 雨水鬼 同时利用水草头发 发起进步 臭男人 去死吧 走 绣口的天理 草锋利 水草 随着水草越来越多 二虎渐渐被包围起针 再不拿点水 就要站在这 只见绣口里 拖出一个硬有脖子的播放机 从播放机里 不断播放出佛教经文 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 不要放 二虎得意的女士 这可是由108个主持 开过宝的佛教唱佛机 可不是和你闹着玩吧 眼前这个男人成功激活系统 拥有了可以化身成腰的能力 于是开始了不断刷取诡计之旅 二虎水鬼 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战斗 眼看形势不妙 二虎掏出了秘密武器佛唱机 播放着佛教经文 压制着水果 忽然佛唱机的声音停止了 二虎直接就傻了 我这运气也太倍了吧 这就没电了 眼见形势不妙 二虎转身撒腿就跑 早知道就多带两截电池了 水鬼看着逃跑的二虎 还笑着 想跑 晚了 控制着水草头发 朝二虎追去 一回头就看见水草不断心 直接伸出双手 尸无未应 触地印 看见二虎成功上了岸 水鬼没有优势 立马怒吼 有本事 你又回来 于是不愿意 二虎看着湖水 想了想 还是保护同学们要紧 没必要和他做无畏的争论 突然一阵鼓场声 从二虎 鼓场的正是郑少林 旁边还跟了一个中林大叔 不错不错 没想到这帮废物同学里 还隐藏着 你这么一号人物 哦 忘了和你介绍 这位是我的管家 二虎紧张地流出汗水 心中若有所思着 突然吭一声 开始了行动 朝着郑少林冲了过去 若想全班同学全身而退 也只能抓郑少林当人 郑少林惊慌地看着 即将到眼前的水 连忙转头朝着 快救我 你来刷一刷 身影消失 只留下残影 哼 就打在二虎袭来的手上 好凶的力道 迅速的攻击 二虎也后退着闪 速度好快 郑少林拿着来的高手 当管家 一阵激烈对拼 二虎看着受伤的手 散发着鬼气 人时鬼气 你是练鬼宗的 哟哟哟 小弟弟好眼力 我就是练鬼宗张贤海 二虎文言 握紧全都怒吼 杀这么多人 难道你就不怕 殷曹和盗蒙一起制裁你们 眼前的这个男人 意外获得了化妖系统 开始了变强长掌之路 二虎在一阵激烈的质拼后 看着受伤的手 识破了管家练鬼宗的身份 开始质问着他 只见管家阴险地笑着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表面放光的蛋 手中的蛋突然破裂 从里面流出一个 肉球小怪物 只要把你们都杀了 还会有谁知道呢 肉球怪物掉在地上 哇哇哇地哭着 二虎看着地下的肉球一惊 啊 这是鬼奴 二虎紧张地看着张贤海 反倒张贤海却看着手机 杀一个赵家弟子 应该能在暗盟上 换个五百积分吧 嘿嘿 发财了 鬼奴 开饭了 鬼奴听到九龄发出嘲笑 开启了冲刺 迅速出现在二虎面前 深夜灭闪 出现在二虎背后 蓄力一跳 朝着二虎的席去 二虎迅速做出反应 食指交叉 不共剥热 不邪化恶 就在鬼奴快要接近的一瞬间 金光遍布全身 鬼奴抓破衣服 金光被弹了出去 看着破装的衣服 心中一看 好险 差点就被他穿堂了 看见这一幕 张贤海瞬间就咬顶的牙冠 则 小小年纪离C级 就只差一步 杀了他 我至少能拿一千积分 随后张贤海使用了邪术 万魂计 不断有深蓝色的鬼气 从身体散出 鬼奴张开嘴巴 不断心事不净 鬼奴身体探索 逐渐巨大化 出现了二虎面前 吓得他连灵 二虎一身冷哼 抓起一袖 鬼奴就脱去了外衣 露出亮丽的身材 看来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龙像金光 夹珠无身 手臂上不断浮现金色符纹 金刚怒目 众生低眉 要领 龙像金光 是二虎在那吗 之前听陈雪聊起过其人间的 道蒙和樱桃 道蒙的六大巨头之一 有个就是龙像四 龙像四的弟子 有一门绝学 便是这龙像金光 这么看来 二虎的背景又简单了 眼前这个帅小伙 就是我们的主角 成功激活化妖系统 但他其实是个变态 喜欢调性女鬼 获得鬼气 二虎发现了水鬼 与之交战逃回岸上后 又遇见了练鬼宗的张贤海 和山庄一系列事情的幕后 主使郑少明 张贤海利用献祭邪术 石鬼奴巨大化 出现在二虎面前 二虎也已经金光加深 我在成功拯救 两个憨憨回去的路上 看到了金光 金光加深的二虎 与巨大化的鬼奴对峙 巨大化的鬼奴 发出幕后冲向二虎 二虎一面就是一击重拳 随后依然不必输出 郑少明看情况不乐观 着急地询问着张管家 张管家则阴沉着脸 不仅是赵家的 还是龙相似的弟子 杀了他我可就赚大了 说完就咬破手指 血气从咬破的手指散发出来 朝着鬼奴飘去 鬼奴 让他们尝尝血魂祭的厉害 收到血气滋润的鬼奴 实力大动 迅速出拳 击中了二虎 鬼奴怒后 二虎自己能后退 我赶到了湖边桥上提醒了二虎 小心后面 这件水鬼爆出湖面 纯屈欲动 江城你不用管我 你先回去绑狂龙前脉 我熟练的竖起OK的手指 揪了一下 我从桥上一跃而起 往湖水里跳了下去 二虎和水鬼都梦 这件水鬼 直接就朝着我指定过 我立刻掏出了化妖塔 化妖 化妖 化妖更改成身体结构 随理别准处历史 丁 随机抽取到神通 小动水术 获得化妖力量的我 控制狐鼠 用狐鼠牵引一枝 过来玩呀 别害羞嘛 过来让这个到处 身体不受护士的回忆 惊讶的呐喊 一下就出现在了我的跟前 我一手搂着腰 另一手渐渐摸向双方 这水草的头发 看着好新鲜 说完就开始冻嘴咬了起来 最爱是这个 女水鬼看见头发被撕咬 黄蛋 快放开我 女水鬼越喊我抱的越紧 一会的功夫 就把水草头 吃得差不多 随机就把女水鬼 朝湖面丢了出去 男人可以化身妖怪 为了变强 开始不断猎杀鬼碎 我来到湖边找到了二虎 跳进湖中 引开了女水鬼 成功化妖以海龙 捞探了一顿女水鬼的水草头发 随即就用力将她丢向湖面 喷一声女鬼飞出了水面 这一声响 引起来二虎的注意 回头观望的二虎来不及反应 直接就被鬼头击中 掉落在地上 一口鲜血从口中溢出 我继续在湖里待着 只见背后突然出现许多的出手 迅速将我缠绕起来 随之将我拖向湖底更深处 我反而觉得这样很好 免得吓到别人 我很快被拖拽到女水鬼面前 她阴沉着脸 阴醒了笑容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小鲜鱼受死吧 哟哟哟 这就破防了 还变身了 我好怕怕哟 那这样 我也就不合理客气了 身体开始发生变化 手中长出尖骑 不断有盔甲覆盖 直到全身覆盖强化完整 来啊 在水里谁怕谁啊 一条巨大束手 迅速朝我袭来 伴随一阵刀光剑后 故事全部四方无边 女水鬼电状 逃捅着我 你切得过来吗 换着其余的触手 继续朝我攻击 双拳难敌四手的我 被困其中 不断受到四面八方的 遗击 我踏实着口中一出的鲜血 这四面八方都是触手 怎么挡都要挨打 我急忙撤离战场 朝着狐狸更深处流水 想诱导他把触手 全部聚集到一起 忽然系统面板跳出 介绍可以使用终极技能 来不及犹豫 我连忙按下去认识 于是我就故意演戏 让不断袭来的触手缠绕着 看着不断靠近的女水鬼 心中不断窃息 一会的工作 女水鬼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她还在暗自窃息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一眼想交代呢 我阴沉的脸 瞬间露出微笑 你准备好接大招了吗 海王黄笑跑 触手受到攻击 开始不断退局 啊 我不甘心啊 丁 水鬼孙美玲心胆剧烈 鬼气加九十九 我去 吃了大招都不死 得赶紧牵制住她 鬼知道 她还会变出什么妖蛾子来 无止水牢 收 湖水形成水 这个男人是个老色胚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 晚上又跑去医院 调戏女鬼故事 使用化身卡 放出终极大招 成功击败美女水鬼 我控制湖水形成水面 朝着水鬼 开始臀膀缠绕着 女水鬼被水链捆绑得 越来越紧 同时也露出娇羞的表情 丁 水鬼孙美玲 感到一阵羞耻 鬼气加五十 嘿嘿 这么一看 确实有点稍而不宜的 我操控着水链 将水鬼四肢敞开 使女水鬼更加的娇羞了 我靠近女水鬼 不断的游戏她 挠她痒痒 女水鬼也发出娇羞的尖叫 我露出一个老色胚的样子 叫啊 你喊破喉咙 也没人来救你呢 女水鬼娇羞的说着 你帮一个杀人犯 将来一定不得好死 听到这些 我下意识呆住了 帮杀人犯 你在说什么呢 你们这群郑少明的帮凶 少装算了 雨水鬼被我控制了 我就站他面前 嗯 郑少明是凶手 画面一转 回到爱上 二胡一拳 二胡一拳 结实地打在狗狐身上 随后一个后番 躲开了鬼牛的攻击 这个鬼牛的力量 真是无穷无准 此时的张贤海 还在使用鞋术 过度使用鞋术的张贤海 看起来虚弱不堪 这就是龙相寺的弟子 也不过如此嘛 得快点解决他 血魂就再这么用下去 我小命就要搭在这里了 鬼奴 杀 鬼奴继续跳跃 朝着二胡攻去 二胡看着袭来的鬼奴担忧着 今天这关 看来是过不去了呀 此时的手藏在背后手 握着秘密武器 真不想用这个浩阳的玩意 二胡眼神放出光 默念着准备开始使用秘密武器 突然一个水球击中了鬼奴 打断了二胡的尸法 我控制湖水 站在上面耍着涮 二胡 这怎么打 是先杀鬼 还是先杀人 看到是我 二胡顿时燃起了希望之光 开心起来 来得正好 你打鬼 你打人 好了 冲呀 这个男人超级变态 不仅调戏美女邻居 还喜欢和女鬼玩捆绑游戏 好不容易解决女鬼 从女鬼口中得知了 山庄真正的杀人犯 上岸前去 帮助二胡共同队敌 有了江城帮助 二胡信心大增 朝鬼奴冲了过去 我驾驭着湖水冲浪 追着炼北中的张贤海 张贤海使用邪术过分透支 身体虚弱地逃跑 失去邪术支撑的鬼奴 明显已经不是二胡的对手 几拳就将鬼奴鸡飞 被鸡飞掉落在地上的鬼奴 身体迅速缩小着 最后被二胡狠狠地踩在脚下 张贤海疯狂地跟跑着逃命 郑公子 快帮帮我 张贤海望向郑少明所处的位置 却发现郑少明早已不见了身影 这个臭小子溜得是真快 还把我一个人丢在这 我奋出一颗水球 击中了张贤海 只见他回头恶狠狠地看着 我一点不慌地坐下看他表演 他非常恐惧地说着 你不能杀我 我有暗蒙的血服 忽然二胡提醒我 江辰 制服他就行了 不然血服我 不等二胡说完 张贤海 机会直接就开始脱袭 从手中丢出另一个笔 眼见鬼奴的出现 我被惊吓一愣 来不及反应 直接将手化为利刃 一刀两劫了他 发达 分离的身体掉落在了地上 手上沾满了鲜血 来不及反应镜 好像使大 忽然被斩断 带有血服字印的手臂 散发着血气 我看着飘来的血气 还在思考着 突然血气迅速朝我袭来 我吓得连忙后撞 躲避不及 最终血气 在我手臂上 落下了一个血印 我惊讶地看着血气 落下的印记 这是什么鬼东西 江辰 别白费力气了 血服是擦不掉的 嘿嘿 无所谓了 之前在医院 好像就中过类似 倒地苟延残喘的鬼奴 突然跳起 想做最后的殊死拼搏 我连忙一把 推开了二虎 挡在前面 二虎此时 已经掏出了秘密武器 二虎看着手中武器 真要感谢江辰 还好没用这玩意 用了就要脱水 鬼奴哇哇地吼叫着 从体内 不断喷射出红色液体 我也双手操控着 后面的水 小东西挺不喷 只见我利用无水 照顾着水 你这么小的体额 能喷得过 后面的大水池吗 眼前的这个帅小伙 运气非常好 白天在学校受笑话追捧 晚上又和美女邻居 做着羞羞的事情 帮助二虎擒拿张贤海 听到二虎建议 本想留他性命 他却想偷袭于我 结果一不小心 就送他去了极乐世界 导致自己也惹上了麻烦 利用水龙击中 听词反胖的鬼奴 鼓水平天而降 鬼奴的尸体躺其中 一阵鬼气飘散 鬼奴的尸体也消失其中 丁 鬼鹰 半不利鬼 死亡 鬼气加九十九 这一天画腰两次 差点没累死我 我看着系统面板显示的 鬼气数值露出了微笑 这一晚上用两张画腰 砍转了这么多 真爽 真没想到呀 江辰 你藏得可真深呀 嘿嘿 一般一般了 不过你惹了恋鬼踪 之后可能会有大麻烦 我露出惊讶的表情 啊 麻烦 你知道暗蒙吗 这个我知道一些 但了解的不多 暗蒙里的都是一些怪人 养鬼的 练鬼的 还有人把自己练成语的 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利用自己的能力 做着违法犯罪的事情 血服就是暗蒙总部发放的印记 杀死拥有血族的人 就可以登上暗蒙的猎杀榜 你现在的实力 悬赏积分应该有三万 这可是足足一名 地级强者的身价 我建议你 赶快找你的世家寻求庇护 免得被暗蒙的杀神追杀 我特别有个屁的世家 养育我的张老头都不见了 不过吗 我有系统 这不比那些狗屁世家有用吗 一星化妖能杀恶鬼 二星化妖能杀利果 以此类推 三星化妖就能杀血一了 B级强者 应该也就半步血一的程度 等我抽到三星化妖卡 还怕他们的毛线呀 我傻兮兮地笑着 二虎看到一脸严肃 这都要被暗蒙追杀了 还笑得出来 这吓傻了吧 忽然忽忽忽一声 雨水鬼从湖水里冒了去了 啊 放开我 闻声我俩同时 看向了水鬼 糟糕 差点把他给忘了 水鬼疯狂地挣扎着 想要摆脱捆绑 只见湖形水链 渐渐撕裂开来 我这个状态 坚持不了多久了 啪啪啪 水链全部顿 雨鬼摆脱了速度 便朝我们冲楼 我惊慌汗着 突然二虎一个闪现 来到我面前 中品上升 下品下升 错 我要杀你们这帮 郑少民的走狗 眼前这个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在学校里有美女相伴 在避暑山庄游玩 又可以调戏美女 成功解决了 恋鬼宗张贤海 从二虎那 得知了血福的由来 我要杀你们这群帮凶 慌 一个佛门的万字 束缚住了水鬼 女鬼也是一灵马 呼 好显难 差点就让她冲过来了 哎 她也是个苦命的女子呀 啊 这怎么说呢 之前郑少民背后的 那两个手印 应该就是她留下的 说明 女鬼生前 是被郑少民害死的 所以 郑少民才会找到 暗盟的人来当管家 就是为了借暗盟禁术 消除怨气 以前只觉得 郑少民是个顽固子弟 没想到她还真敢杀人 二虎听了 表示很无奈 呵呵 人性永远比你想象的 下线要低 被捆腹的女鬼 无端挣扎着 放开我 快放开我 那她怎么处理 是直接弄死 还是让她报个仇 再弄死 哈 我还担心你会心软给她放了 放了 人性永远比你想象的 下线要低哦 放了她 谁给我刷鬼气 既然不知道怎么处理她 那就先去处理郑少民吧 好 走 说完 二虎右手就控制着女鬼 刷一声 凌空乐器 朝着山庄把膛停进 画面一转 来到了山庄停车场 只见停车场的大巴上 贴满了符动 车内的郑少民 紧张的汗水 疯狂从脸上漫出 都怪江城 这个混蛋 坏了的事 我取下一张符咒 看了一会儿 随手丢了出去 这特么什么阴间宰居 这是张管家的替死法 这个女孩被杀害的时候 一定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所以 女孩变成鬼 对她施加了极其痛苦的诅咒 那这替死法又是怎么回事 替死法 就是用大量符咒 掩盖害人者的气息 然后 让鬼在她周围杀人 这样诅咒 就会得到缓解 要说原理的话 就是杀死活人 鬼对目标的恨意 就得到发信 因此恨意少了 诅咒就减轻了 哦 原来如此 怪不得郑少明这狗东西 背后的手印变淡了 原来是已经害死了很多人 我突然跑到女鬼面前 和她搭讪 美女 打扰一下 女鬼被这举动一惊 你想干嘛 美女 你还恨郑少明吗 你到底想干嘛 说着 我就松开了水 我想说 咱不能让她死 太轻松了 你说对吧 然后就拉开了车门 眼前的帅小伙 非常变态 不仅喜欢调戏美女同学 还喜欢调戏美女恶鬼 成功斩杀恋鬼宗的张贤海 从二虎那 得知了暗门的消息 然后 把女鬼带到了郑少明附近 我伸手为女水鬼 打开了车门 只听车门渐渐打开 水草渐渐渐升进大巴内 由于昏暗的环境 郑少明并没有看到这些 水草在大巴内 蔓延越来越多 郑少明看到这一切 快出来 这么快就把我忘了 郑少明恐惧地 看着一只迎面走来的女鬼 一边后退挪动着颤子的身体 刷一下 女鬼控制水草头发 直接击中了郑少明的脑袋 随之 也一口鲜血从口中看出 水草直接贯穿了郑少明的头颅 我忘了 大巴内的战斗 都非常激烈 我和二虎不看待了 这是有多大的仇呀 搞得这么激烈 只见不断有番茄酱 从大巴内向外流出 随后又是一堆老三妈 和杂七杂八的 战斗停下后 我俩走进了大巴 看到了车内 一地零散的草莓 突然女水鬼 嘶吼着出现在我们后面 想要偷袭我们 我和二虎四眼 相对眼神交流着 随后 转头就释放技能 八百里摩拳 金光镇 离青连统的女鬼 躺在地上哭泣着 随后 将她拖出了大巴 在路上走着 和二虎谈论着 如何处理这个迷惑 同学们看着我 拖着女鬼 都投来了好奇的女鬼 我随手一丢 将女鬼扔了进去 李杰这个二虎询问着 二虎这是你逮的吗 不不不 是江城带的 嘿嘿 李杰啊 我看你挺饥渴的 要不我放开它 跟你来一发 李杰听完立马惊慌 别 免了吧 我怕 人群中突然有一个女人 探出头来观望 立马上前说道 大师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 你不是那个 在桥上扫地的姑娘吗 那你把知道的说出来吧 女鬼不停地发生 嘶嘶的吼 女员工颤颤巍巍地 用手指着女鬼 我认识她 眼前这个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白天学校偷看美女 夜里又和美女邻居 或者没修没准的事 为女鬼了却心愿 惩罚了郑少明 可女鬼还想偷袭我们 然后就过来抱着一段 把她带回了山庄大厅 其中一个山庄宝洁 认出了她 哦 你认识这个女鬼 对 她叫孙美玲 是和我一起 同村出来打工的好闺蜜 当初 我和她一起来 正式集团应聘服务员 美玲很幸运地 被选上去集团的 度假山庄工作 没过两天 美玲就和我说 郑少看上她了 还发了风势地追求她 而且 每天都在山庄里 吃喝玩乐 舒服得很 从那之后 就再也没了消息 所以 我来山庄的目的 就是找她 女鬼身体颤抖着 渐渐恢复意识 认出了眼前的女人 随之泪水从眼中流出 喊出来了孙蝶 女人也哭泣地流出眼泪 美丽 我同情地看着她俩 郑少明这个人 真是个畜生 不光玩弄女性 还害得人两个朋友 现在人鬼殊途 江辰 这个鬼女 还是别杀了 她比较特殊 对阴草有大怨 突然 外面传来的声音 引起我的体验 此时的天上 出现一架启声机 站在飞机门口的 便是这只小队的队员 刷一声 就从飞机上跳了 其余两个队员 跳了 随后朝着墙壁走去 他们像幽灵一般 直接穿过墙壁 进入了大阴 我被这一幕看呆了 这也太牛了吧 您好 我是C级小队 英差队长徐蕾 做完简单的介绍 就开始向 另外两外队员 安排任务 李杰这个二货 看着散发着鬼气的队员 迎面走来 立马就慌了 鬼呀 鬼呀 江辰 二胡 快来护驾 队员一手就抓住了李杰 李杰直接露出恐惧的表情 别害怕 我是来帮你忘记 今天的不愉快的 忽然一个外露獠牙的怪物 出现在李杰手臂上 李杰被吓到全身颤抖 别 别过来 小怪物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朝李杰的头咬了过去 李杰被这个小怪物 吸得还笑了出来 不知道在做什么美梦 这是阴曹的梦年鬼 专门用来删除记忆的 眼前这个男人桃花蕴 超级旺 白天学校偷看美女 夜里又和美女邻居 过着没修没躁的生活 从大厅女员工描述中 了解到女水鬼的身世 随后见到了前来处理 现场的阴曹小队 这是我们抓到的女鬼 好像还有一丝人性 还请你们检查一下 只见女队长前方的地面上 渐渐伸出一只鬼水 迅速从二虎身边掠过 二虎一惊 甚至都没看清机样貌 这是个C级高手 她的影子里 似乎住着另外一个人 回手瞬间掐住了女鬼的脖梗 直接将她举起 并伴随着探针 扎入身体检查 探针有血色 的确存在一丝人性 风鬼入体 可以提高四成成功率 此时的梦言鬼 不断吞噬着其他人的急 梦言鬼不断回到队员室上 老大 我们这边搞定了 老师和同学们 受到梦言鬼吸水 脸上不断露出微笑 做得好 剩下的清理工作 交给后勤组 我们走 女队长出去的路上 忽然双锋就撞上我 颤抖着后退了一会 这好听好大 我侧眼望向女队长 突然在眼睛里 一只巨大的眼睛盯住我 盯 系统显示 获得鬼气五百 我傻笑着 我靠 江城你疯了吧 银柴你也敢挑戏 我脑子疯狂地转动着 我这拼死弄死几只恶鬼 才两千多 这调戏一下就有五百 几个音 差一瞬间就消失在眼睛 嘿嘿 有这么的便宜点 看来以后得多跟鹰胎 亲近亲近的 随后 我们各自回到房间休息 第二天星辰 太难受计 我们坐上了回校的大话 同学们在车内交谈 都没有好好玩够 照片也没拍 我掏出来 手机查看着地府APP 看着任务完成赠送的积分 沾沾自喜 这下去跟陈雪做活动 就有底气了 眼前这个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白天学校偷看美女 夜里又和美女邻居 或者没修没躁的生活 抓住女鬼 联系阴差小队 前来收拾现场 临走前 还调戏了一下阴差女队长 第二天 一早就坐上了回校 我回到了家里 摊坐在沙发上 看着系统 来 给我抽两张 一星化妖卡 和一张二星化妖卡 系统抽卡机 都发起了牢骚 怎么又抽卡 叫你抽就抽 你一个老虎鸡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叮 一星化妖卡 白虎先锋 一星化妖卡 分拨罢 二星化妖卡 孤直弓 奔波罢 我脑里开始浮现 她的样貌 这谁特么想变成这样 突然沙发上的手机 接到来电梯行 震动起来 我接起了电话 那边陈雪的声音 传了传 明天就是集体任务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是准备好了 不过第一次参加 集体活动 我拿把小刀 是不是有点寒酸啊 嘿嘿 确实是有点 那明天下午 我带你去买吧 时间来到第二天下午 陈雪此时 已在校外等活多时 看到是个开豪车的富婆 都谈论起了小金子 我静止地 从他们面前走过 打开门 坐上了陈雪的跑车 江辰 又特么是你 你这个男性公敌 我们和你不共戴天 那几个人 是你的同学吗 看着好像生气了 嘿嘿 不用管他们 一脚油门就开了出去 明天别让我们看你 明天给他捆起来 窝火烧死 车辆在城市道路上 急驶着 顾一会 开进了一个 沿街形象 我看着窗外的 追悼问道 陈雪我们这是要去哪 当然是去飞市呀 普通街上 怎么可能买到稀奇玩意 飞市是其人 避开阴草道能监视 私自交易的地方 每七天都会进行一次交易 卖的 都是奇奇怪怪的东西 居然还有这种好地方 那我以后的常来 嘿嘿 你想的倒是美 不过没有熟人带路的话 一般人是进去飞市 纯剑 纯剑 求带求带 眼前这个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白天在学校受美女追捧 夜里又和美女邻居 过着没修没躁的生活 回到家中 抽取花腰卡 做了一番准备 第二天 在校门口坐上了 沉雪的跑车 还惹红了同学的眼 跑车朝着停车场远去 一个帅气的飘移入味 我远的看到车位 我俩走在灯火阑珊的小巷里 但却没有看到一个小 一只苍蝇从我耳边 翁翁飞过 似乎撞到了屏障 直接掉了下去 我迟疑了一会 立刻捧了腰筒 只见眼前浮现了 由阵法形成的屏障 我瞬间嘎住 嗯 还是让我来吧 只见沉雪双手立于身前 念双手 双手直接插进屏障里 屏障直接被沉雪双手 撕裂开 我都看待了 这就开了 屏障被撕裂越来越大 里面的景象也不断产显 嘿嘿 没想到吧 这里面别有洞天 里面就像一个硕大的集市 十分热门 只见沉雪朝我扔了一个面证 这是干嘛 把面具戴上 这样免得黑市里的人 在外头找你麻烦 听完我就戴上了面具 那你怎么不戴 我俩可不一样 因为我有陈家的弊章 这群人认出 沉雪手臂上陈家的弊章 全部都避而远之 哎 有个世家坐靠山 真是好啊 真羡慕 走着走着 路过一个摊贩 他热情地招待着 客官有什么喜欢的 随便看 我拿起一把 看似不错的刀 仔细观察着 嘿嘿 客官你可真识货 这把刀 只要三千地府积分 买了绝对不吃亏 哟 你是看中这把刀了 我帮你看看 商贩瞬间瞪指眼睛 立马认出了陈家的弊章 紧张地解释道 误会误会 这把刀我不卖了 沉雪使用一张符咒 附着于武器表面 武器立马失去光泽 变得秀极斑斑 这是飞式上常用的造假手段 他在刀上贴了阴骨 短时间内有火焰效果 但你买回去后 就是一把废铁 解释完就把刀丢回给了飞心商贩 走吧 我带你去一家靠谱的店里看看 眼前这个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上学有美女同学追捧 放学又有土豪姐姐开车接送 因此 也惹得很多男同学 非常的不满客气 坐着沉雪的车 到达了飞式附近 跟着沉雪成功进入 本想买个衬手的兵器 结果遇到个黑心商贩卖假货 我跟着沉雪进了一间店铺 这前面怎么这么多人呢 这家可是今天的重头戏 你是怎么看出 这家是重头戏的 沉雪指着人群中的人说道 那个是秦家的人 他们在的地方 肯定有了不得的活 哦 你说的是那个笑面虎 对 他叫秦泽 明天的集体任务 就是他主持开展的 嗨 沉雪女神 你好呀 秦公子 你好 我歪出身子 仔细打亮着 只见他突然瞪眼 恶狠狠地盯住 去你呀的 你瞪你爹呢 搁着和我阴阳怪气的 忽然一阵声音传来 我们全都转头朝那望去 我去 这哪来的美女啊 前途后翘的身材真好 好喜欢 各位积分都准备好了吗 要准备上货了 哇 终于等到柳大师出摊了 不知道今天会卖点什么好 期待 这位柳大师是林宝宗帝 在江北市算得上数一数二的 练习大师 一阵难关闪见 那么 开脉现在开始了 手掌一挥 一张桌子 逐渐浮现于身前 随之一个箱子 出现的桌子 柳大师打开了箱子 各位 请上眼 那是什么 没见过柳大师 每次都会弄你心 这是我的新作品 中品上等法器 魔音鼓 只见鼓上的眼睛 渐渐地睁开 这件法器的鼓面很特殊 轻轻抚摸 就会产生诡异的声响 啊 这么神奇的吗 那如果敲起来 会怎么样吗 听到提问 柳大师露出来微笑 那你们想听听吗 不过呢 还要请诸位坚守心神 这个法器范围有点广 感知能力强的人 请退远一点 柳大师要展示法器了 真是难得一见 好业 眼前这个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上学有美女同学追捧 放学又有土豪姐姐 开车接送 因此 也惹得很多男同学 非常的不满和嫉妒 和陈雪前去其人 借黑市购买武器 遇到黑心商贩 最后在陈雪带领下来 到了柳大师的拍卖会 遇到了集体任务的 主导人秦泽 众人看着柳大师 纷纷录却期待 伴随着一掌派于谷音 谷音不断向外传 拨开 声音传入耳朵里 不断震慑着心声 人群中有人的面具 因谷音直接破碎 随着谷音越传越远 听于人的面具 也经受不住全部破碎 随后几下击鼓声传开 众人都恢复意识 所有人全都惊惨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我还以为我死了呢 有些意识刚刚恢复的 就连连夸赞 这个法器也太变态了吧 还可以催眠 意识回过神的陈雪 连忙寻问我 江城你没事吧 刚才真是太可怕了 其实我没受多大影响 只能应付到 是啊 真可怕 这鼓声不但没有 让我产生不适 反而和我体妹的力量 产生了共鸣 这绝对是个好玩意 得想个办法弄把手 突然柳大师开口 既然大家 已经领悟到了鼓的力量 那么大家就请出价吧 一起拍价一万斤 人群嘲扰的 一万二 一万五 一万七 这内心就一万个卧槽 这泥马也太贵了吧 我总共就只有四千八百斤 突然秦泽这个傻子 喊出了一个惊人的价格 我出三万 众人听到这个数字 再加上秦泽秦家的身份 纷纷都哑口无言 不再喊价 因为三万对于他们 这些没有背景的 已经是天价了 听到这个数字 柳大师这边笑开了花 立马消灭宣布 既然三万没人再跟了 那我们就恭喜 秦家喜提摩英国 飞扬 帮我把鼓取过来 一阵身影迅速从柳大师背后掠过 直接就朝着 装有魔鹰骨的盒子前去 柳大师被这吓到错论里 根本来不及反应 桌上的箱子就被其带走 什么人 随着身影挤到闪现 对手拿着箱子 停留在了秦泽的面前 眼前的男人桃花韵超级旺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瞎口 在飞逝 见识到了魔鹰骨的威力 却没想太贵买不了 最后被秦泽这个顽固子弟 花天价买了下来 泽哥 鼓取来了 秦泽看着鼓道手 转头就离开了心 泽泽泽 还想说这么大的费家公子 怎么会来这种地 合着保镖都躲在暗城 哎 有钱就是好啊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今天非常感谢陈姐带我这边试你 我请你吃个饭吧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哦 我还要逛逛买点葫芦做准备咧 那好 陈姐们先见 好的 我明天晚上来接你了 时间来到第二天晚上 我看着地府APP中 介绍着任务情绪 我详细地看着任务背影 时间来到五年前的一个晚 学校中某栋楼的天台上 发生了一起霸凌事件 粉衣子发的女生疯狂颤抖了身体 解释着什么 绿发女生直接说道 你还狡辩 我都看到你再烧纸了 肯定就是 你在诅咒小爱 旁边红发女生也随之附和 说 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 眼泪不断从绿发女生眼中流出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为什么你们都要针对我 另外一个丸子头的女生 拿出了一根毛线针 看来不给你点颜色 你是不会招的 紫发女生害怕地颤抖的 小爱的蓝尾炎住院 跟我烧纸有什么关系 随后 一根毛线针就戳了过来 大家一起戳它 对 戳死这个女疯子 紫发女生被扎的手臂上 全是真血 同时还在向三位施暴同学求情 紫发女生不断后退 年久失修的栏杆 经受无度 直接断了 乳发女生也随着大声呐喊 坠入了 此后 校园里总会传来 我们死后都会回来 接着又出现三条禁忌 不能提某个名字 不能上楼底 也能违背小规 我看着三条禁忌冒出冷汗 这因坠楼学生而产生禁忌 这下也就完了 突然楼下传来了鸣笛声 正式前来接我前往任务地点的陈雪 我连忙下楼坐进了车里 和陈雪聊起了任务介绍 眼前的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和美女饿鬼瞎口 在黑市见识了 其人间热闹的沉面后 我回到了家中等待着 刚了解完集体任务内容 就做上了陈雪的课 这次递家集体任务 是秦泽领头 我们靠边杀点小鬼混就行了 毁碎交给他们 听到这些我 一脸不耐烦 嘴可拖出一个欠 陈雪风一拳就打在我脸上 你欠什么欠 告诉你你就听着 可他们会有麻烦的 哎 好了好了 知道了 说完 一脚油门 就朝着任务里面 车最终停在了一个破烂不堪 看似荒无人烟的死 忽然一个 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出现 这里正在施工 不让停车 抓紧开走 嘿嘿 抱歉我们要进学校看一看 这所废旧学校 马上就要拆了 快走快走 我掏出了用地府AP化身的警官证 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必须要进去 啊 原来是警察同志啊 噓 不要声张 随后我俩朝着学校走去 陈雪还调查我学坏了 工作人员望着我的背影 还进了一个 我们走进了指定聚集地 此时已经有三个参与人员在等候 我直接利用妖童 观察着这三人的实力 发现他们实力并不弱于二伙 其中一个黄毛流开 直接开口底 你们怎么才来 这么磨叽 陈雪微笑地解释道 我去接江城耽误了点时间 抱歉 听到这些 我气不打一出来 秦泽不永远有牢吗 你摆你马的臭脸吗 一旁的女性孙姐安抚了 没关系 我们也才刚到 另一个看似成熟的张特 却很热情 询问着我的情况 嘿嘿 我现在是地级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集体任务 游和 不错吗 和我一样 都是地级 嘿嘿 过奖了 刘开一听 火气就上了 谁和你们一样 是地级 老子可是地家 听到这我武器更大 地家不是地级吗 装什么笔 信不信老子化妖 纷纷终叫你做人 忽然不远处 传来一阵声音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秦泽朝着我们走来 抱歉各位 我们来晚了 不好意思 看见秦泽 刘开立马像一只乖狗狗 朝着秦泽就跑了过去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身边这两个兄弟 这位是秦海 等级地家 这位是秦飞扬 等级地 这个秦飞扬 应该就是那天 给他取盒子的保镖吧 眼前的男人非常好色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下来 坐上陈雪的车 前往了任务地点 成功混入 遇见其他参与人员 看到主导人秦泽出现 便有个人屈炎覆势 开始舔了起来 秦泽介绍着自己身边的保镖 其中一个 就是当时黑市取摩英国的人 秦泽四处观望着 哎 杨禅还没来吗 我听到名字一听 我去 杨禅 突然一根棒形 丢于我面 我本能反应的后退多少 卧槽 这哪来的大棒子 休一下 杨禅就出现在大棒上 看到我突然一惊 咦 江城 我吹着口哨缓解尴尬 假装不认识 好了 人都到齐了 那么开始任务前 我就先给大家分析一下情报吧 按照之前地府AB上的任务提示来看 最难搞的鬼应该有三个 上到楼顶会出人的鬼 违背校规就会攻击人的鬼 还有最恐怖的一个 就是提到名字 就会无差别杀人的最大竞技 我们三兄弟负责搞定校规鬼 和竞技鬼 你们三个 负责去楼顶 找戳人鬼 三人应声复合答应 反观我们三人 就只能清理周围的小喽喽 保证这些小喽喽 不会骚扰他们办正事 这个笑面虎还笑嘻嘻的 大家看这样安排怎么 嘿嘿 秦少把最危险的都留给自己了 咱兄弟还有什么好说的 干就完了 那么 大家把对讲机都带好 遇到危险 记得及时呼救 随着一声出发 全部朝着任务目标前进 唯独我们三个 傻愣愣的出头 人一走 杨禅就转头 恶狠狠的叮着我 气汹汹的破口而出 你竟然也是奇人 没有没有 陈姐带我来玩而已 这一说 陈雪只能尴尬的微笑 杨禅更加咄咄逼人 少跟我这假谦虚 区区地急 你还配不上微微 我露出一口亮丽的牙齿 微笑了起来 然后疯狂拖进杨禅 他被我这一举 动动的害羞红了脸 变态 你突然靠这么近干嘛 我开始对杨禅指指点点 虽然你胸很平 但长得还挺好看的 而且还有根大棒 可是 你终究只是个女人 而我 虽然是个地级 还穷还被你看不起 但我始终是个男人 眼前的男人非常好色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笑 和陈雪参加集体任务 居然偶遇了笑语杨禅 他调侃着我的身份 我不堪视若反倒 把他调戏的脸红心底下走 我是地级 又能说明什么呢 所以说啊 薇薇就算再美得死 哪怕是跟我这样的臭小子在一起 他也不会喜欢你的哦 哦 被我说中了 脸红紧张了 难得一见了 杨禅手忙脚乱的拿出棍子 你 你瞎说什么呢 放一下朝我打开 害羞的大喊着 老娘不是蕾丝鞭啊 不要乱造谣啊 又是一顿胖子 我连忙求饶 杨禅 停停停 还得做任务呢 收拾完就开始巡逻 我摸着额头上的两个大包喊 这个女人下手真狠 一脸嫌弃的杨禅 又开始指挥着 我是地家 比你俩强 所以待会都服从我的安排 突然一阵阵怪风刮来 风中还伴有一些细细颗粒 我和陈雪都捏了一点颗粒插盘 我一眼认出了 是塑胶跑到的颗粒 这塑胶率都飞起来 好不能跑出这种程度 听到这我灵机一动 那这不就说名鬼 就在操场 于是我们三个 就朝着学校操场走去 此时的操场上 不断有风尘扬起 跑步声快似一辆跑车轰鸣声 陈雪看着 就掏出手机查看了资料 这是个跑步猝死的 凡是进入操场 都会被蛊惑 然后跟着跑步 一直到死 这一进操场 就是死了 杨禅 这可怎么办 杨禅露出指挥的手势 总会露出破绽 等我的指再出 我直接就一手指 碰到他指挥的手指 杨禅一惊 我一用力 就将他手指按下去 然后羞羞几下 就朝着操场通了过去 只是我收到 只听杨禅气汹汹地 处在原地喊着 喂 香辰 你给我回来 跑步鬼疯狂地奔跑着 他累得气喘吁吁 汗水也加在你跑上 我过去和他打个招呼 晚上好呀 好友 你也在跑步呢 力量集中于脚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你这也不行啊 跟龟爬似 随后 闪电一般的速度 将跑步鬼甩在后方 我先走了 眼前的男人非常好色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喜欢和美女恶鬼瞎狗 参加集体任务 遇见校友杨禅 好几次 四处巡逻 发现异样前往操场调查 遇见操场跑步鬼 我两条腿沙龙一下就把 跑步鬼甩在后面 随着我越走越快 距离不断被拉开 杨禅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 江辰这么能跑 哼 江辰可比你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跑步鬼已经累得不停喘气 同时 我这边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跑步鬼受到了侮辱 鬼气加66 不然就七爆发 跑步鬼拼命跟跑起来 我一回头 就看见跑步鬼追了什么 我直接一个急杀停了下 后面追来的跑步鬼 现场到我 羞的一下就从 我面前冲了过去 然后哼一声 一头栽在地上 我看着他 就开始嘲讽 杀都杀不住 兄弟你真是个废物 兄弟咱先不着急起来 我和你打听个事呗 只要你说得上来 我认你处置给你 那你死定了 这个学校还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我听别人说 将你体罚致死的龙主任 严守跳规 心狠手了 但是 那个方面好像不太行 这个是真的吗 听到这些 他都忍不住笑的 这还用说吗 你以为他低头龙的外号 是怎么来的 低头龙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不成你亲眼看到 不会外号 就是你起了吧 突然怎么会让你在操场跑到死 突然不远处的教学楼中 出现一个身影 这道身影 不断散发着凶杀的鬼气 把跑步给下来失声尖叫 同时 我这也收到了细体提示 于是就将计就计 朝天大喊 低头龙 大不头 脱了裤子脱口红 小点声 不要让主人听见了 低头龙 万人捅 别说了 求求你 花了眼睛带美瞳 自拍高披一网红 突然 他脚上力量爆发 你没听见吗 叫你别说了 脚上爆发的力量 直接把鞋子都给撑爆了 我投笑着 轻松躲开攻击 我之所以大声 就是为了激怒你 然后就可以掩盖 他俩靠近你的脚步手 眼前的男人非常好色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喜欢和美女恶鬼瞎狗 集体任务淘气阳禅 反倒被揍 在操场找了第一个跑步鬼 不断激怒他 然后掩护着杨禅和陈雪 跑步鬼感觉背后一凉 回头就看见了 两个犯出杀意的背影 陈雪直接就是一张葫芦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杨禅也是心软 直接就是一根大棒的 广秀一劫 正无神通 跑步鬼 回头惊慌地看着迎面袭来的攻击 直接就使了一记 博山无影角 你们这也太小瞧我了 哦 是吗 那你干嘛不低头 看看他说呢 跑步鬼下意识地低头 查看 看着自己的腿 忽然断了 开始 我的腿啊 兄弟腿断了 是不是站不稳了 要不我来扶扶你 我直接就使一刀 穿过了跑步鬼的胸膛 你这是在扶我 我双手握紧小到说着 那你可能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刷一刀 我的意思是 扶你进鬼门关啊 分尸的跑步鬼倒在地上 你这个老六 你不讲武德搞偷袭 江城真厉害 这一出手 就干掉了上等恶鬼 杨禅看着这一幕 也知道之前是小看我 消灭了第一只恶鬼 就离开操场 陈雪直接询问着 该怎么去找第二只恶鬼 我调谈到 那不得听杨指挥的吗 杨禅惊慌地脱口出 不就是杀了一个恶鬼吗 少跟我这阴阳怪气的 杨禅突然注意到 旁边的一个板房 俗话说得好没入寡方 这么个孤零零的器材是 里头必然有蹊跷 呦呦呦 真不愧是杨指挥 说话一套一套的 杨禅听了 直接就急眼了 江城 你找死吗 你们待会听我指望 我假装没听见 直接喊着陈姐 待会配合我 然后就开始寻找 有什么能用的武器 就把杨禅晾在了一边 主动拳完全被江城掌握了 哟 这根杆子不错 够出够长 正好合适 随后就使用特殊式的力量 来一进倒霸锤阳流 全身发力 给劳自己 杆子不断松动 发出咔咔的声音 随着空的一声 意愿分离开来 我扛起杆子就喊着 里面有人吗 我要插进来咯 眼前的男人非常好色 不仅和美女邻居有一腿 同时还喜欢和美女恶鬼瞎狗 在操场轻松解决了跑步鬼 然后开始寻找第二个 途中还调侃了 小看我的杨禅 来到器材室外 我随便选了一个 又粗又长的杆子 我直接用力 就像古代打仗攻击城门一样 利用杆子 撞低器材室里面 一记上挑 就把器材室大门弄稀烂 陈姐 到你了 陈姐听到 就在手中折了一个千指盒 清灰所照 猪邪变形 千指盒渐渐实体化 飞向空间 飞鹤释放道光 笼罩着板房 我上前透过空气查看着 这除了体育器材 其他什么都没有 杨禅突然听到了 很轻微的沙沙声 感到非常气 立马用手捂住我的鼓 嘶 仔细听了 里面有声音传出来 我们四处寻找 最终在板房的后面 发现了恶鬼的声音 她躲在那里 稍找指形祈祷的 求求你 放过我吧 她好像在忏悔上 这么一说 让我想起了任务资料 其中就有一个女孩 就是因为烧指触犯 校规而死 难道女孩的死 和这个鬼有关系 大妈嘴里还在继续说着 放过我吧 看起来有点棘手啊 就在他俩还在 讨论着的时候 我就已经往大妈那跑了 我跑到大妈面前 不要脸脱下裤子 陈雪看到这动作 下意识一惊 我一抛 随后就拎起裤子 大妈 你怎么能在校园里点火呢 这是违反了校规啊 大妈紧张地冒出冷汗 嘘 小点声 看着大妈的反应 我会心里想 看来这里的鬼 都怕违反校规呢 要我不说也可以 但大妈你得帮我办件事 你说说看 就是你们女生 宿舍那么多女孩子 你看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 我还是单身类 嘿嘿 小伙子这还不简单呢 你想认识哪个 我给你介绍 那你就把那个 跳楼的介绍给我吧 提到跳楼女生大妈 立马慌了 气球声说道 你 你这是想害死我吗 眼前的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可以调戏美女同学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一个上飘 弄破了气才是大门 最后在气台时候 发现恶鬼大妈 一抛尿浇灭了火锥 然后全攻激怒 恶鬼大妈 哟 你那么激动大妈 难不成她的死 和你有关 大妈的眼中 渐渐冲满血死沙 只见大妈水上的针线 一根根风断的声音 我这几年 每天都在起饱 你们还要我怎么样 看着大妈散发的 恐怖鬼气 我脸上不断冒出了看 恶鬼大妈 直接跳起朝我冲来 我连忙拿出化妖塔 准备开始战斗 化妖 白虎先锋 力量无端充斥着身体 各个部位 同时伴随着 一步进去 露出凶神恶煞的眼神 同时脚下也画出一片冰铃 恶鬼大妈也受到惊吓 连连后退 而我化身成功 就屹立在冰铃之中 只见恶鬼大妈的舌头 突然变长 朝我冲来 面对突然袭来的舌头 我一脸疑惑 这特么什么怪 大妈来不及死 直接就被袭来的长蛇击中 缓过神后 我擦拭着伤口 连耍个帅的机会都不给 过分 恶鬼大妈的舌头 继续朝我攻击 有了教训后 直接一折 就撇开了袭来的长蛇 本想利用肩甲 直接抓住长蛇 再和太坚硬 真的抓破 是 直接就将长蛇砸向地面 恶鬼大妈震惊 看着自己的长蛇 砸落在冰铃上 不见被动 乘着长蛇冰冻之际 我朝恶鬼大妈冲去 动不了就准备受死了 过分阶段 用力支持长蛇 想要这么过 这跟我的弟弟 直接打击 长蛇迅速收回 听到声音背后一点 回头就发现 混凝土一单的体 来不及反应 就被直接拔动 不过控制长蛇 利用混凝土 疯狂对我用 乖乖受死的是你 我受到攻击 胡扶在地上 控制着力量准备释放技能 兵灵域 无数攻兵柱 迅速从地面 看出 困于其中 以为恶鬼已经死了 可是却没有收到系统提示 就上前查看情况 眼前的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可以调戏美女同学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面对恶鬼大妈的突然袭击 我停工使用 险些待在恶鬼大妈手里 最终利用冰灵域 将其困于其中 我上前查看着冰灵域的情况 突然一惊 察觉情况不对 一切冰 前击冰柱都被拦腰斩断 我立刻后退闪躲 只见这个长蛇恶鬼 释放着磅礴的鬼气 溢臨于其中 天真 你不会真以为几根冰柱的 这能困住我 长蛇立刻朝我所在位置东来 我本能一个跳跃躲开攻击 不曾想 这个长蛇还会反弯 我跳跃在军中 就受到了长蛇结实的冰击 随之一口鲜血 从口中 我抓着长蛇 一边退退 一边视察进入尤击冰 恶鬼大妈面前 便出现了尤击冰 来不及适应的恶鬼大 然后一个不小心脚发 最终 一屁股倒在了冰面上 我跳起 想给恶鬼致命意境 可是他根本不给机会 直接就控制着 长蛇发起进攻 恶鬼大妈开始原地旋转起来 因为地面变化 就能难逃 我连往后退 撤出了长蛇的攻击范围 恶鬼不断旋转 就像个旋风火热 让你爬到很坏的 恶鬼大妈 突然眼前一亮 只见沉雪和杨蝉 突现在我面前 抵挡着攻击 咱们得想办法 分散他的注意力 然后从四面八方走破绽 听你的 我擦拭伤头笑了出来 那么就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吧 不断受到攻击连连后退 我不要脸的溜到一点 哎 你这个舌头 怎么这么长啊 我猜 一定是生前爱乱传闲话吧 那个女生 说不定就是被他造谣的去破楼了 大妈跟他继续越多游戏 旋转得越来越快 我们连连后退 躲避攻击 平时经历着战斗的细节 忽然 一架飞机 从天空飞过 给了我灵感 杨蝉 赶紧用怪力 把我扔到天上去 你们在地上 尽量吸引他的注意力 让他原地住 虽然不知道你有什么意图 但也没办法了 站稳了 走你 眼前的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可以调戏美女同学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化身白虎先锋 艰难对抗恶鬼大妈 好在关键时刻 杨蝉和陈雪及时帮忙 杨蝉快 救你的怪力 把我送上天 那你站稳了 走你 杨蝉来不及 做出反应 被长蛇 反观黑色的夜空 如此安静 我到通通中自由翱翔 妈妈 我会飞了 双手向内部 凝聚的风波 随着力量凝聚 越决越大 既然四面八方都攻不破 那就从上面 给你致命一击吧 受死吧 兵棱追 烟雾散去 只见兵锥 直接贯穿了 恶鬼大妈的身体 我只是传了闲话而已 有那么大的罪过吗 兵 长蛇鬼 速管大妈 死亡 鬼气加99 消灭恶鬼后 陈雪就急忙上前来 寻问我的情痛 碰到这种恶鬼 也敢往前冲 真的笨死了 解决完恶鬼大妈后 我们继续开始 寻找到其他恶鬼 突然耳钉那边 传来沙沙求救生 请求支援 请求支援 这边抵击恶鬼 不止一只 我们被夹击了 听到这些 我们三租金普 冒附 杨禅焦急地说着 他们那边出事了 我们赶紧过去帮忙 我和陈雪 非常冷静地劝着杨禅 你别冲动 这里面应该有问题 确实是有问题 秦泽在分配任务的时候 就没安好心 你们都还记得 不能违反校规的进行 按理来说 女生宿舍 是不允许男生进入 而秦泽却安排 留开他们过去 那不就等于 让他们其中两个男的 去送死吗 可是留开他们也是 经验丰富的地级 不可能连这点端 您都看不出来吧 没开玩笑 个人战斗经验丰富 不能代表团队 经验丰富 从他积极顺从 秦泽的安排这点 就能看出 他们不仅不懂得 团队合作 盲虫 莽撞 而且头脑简单 与此同时 来到秦泽这边 他们也成功 解决了一只恶鬼 秦泽擦拭着手上的血迹 同时听着耳机里边 传来的求救声 秦飞阳心地 还是比较善良 直接就问了秦泽 泽哥 我们不去帮忙吗 秦泽随手 就将擦拭的布 丢在地上 嗯 当然要过去帮忙呀 不过在去之前 我们要先打听到 竞技鬼的名字 眼前的男人 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可以调戏美女同学 同时还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利用羊蝉 我成功飞上了天空 直接使 零零锥 消灭了恶鬼大妈 之后就收到了 留开他们那边的求救 笑面虎秦泽 假惺惺地说着 要去救人 其实根本 可那样还来得及吗 我感觉他们的情况 很不妙 秦泽听到这些 直接就是露出 一个凶恶的眼睛 地旁的秦海 看见眼色 直接开始说着 少说废话多作识 哥哥 让干嘛就干嘛 说完 他们就继续 去寻找竞技鬼吧 时间来到半个小时前 留开小队们 开始执行了任务 前往女生宿舍 这间笑鬼鬼 散发着恐怖的轨迹 早已等过多时 留开三人都严正一站 什么人 笑鬼鬼举起手 嘴里支支吾吾的 指着留开 你 男生善入女生宿舍 你也是男人 善入女生宿舍 而你在宿舍内 携带管制刀具 你们三人 严重违反笑鬼 必须延长 同时 笑鬼鬼释放鬼气 在他们三人身上 留下印记 该死 中招了 秦泽可没说 违反笑鬼是这个印 感觉实力都被削弱了 笑鬼鬼喷一声 就朝着留开他们冲去 不正之风 立刻轻松 此时的留开 自信满满 瞬间捏破了手中的玻璃瓶 我们三打一 还是有胜算的 三人分别从各自方向 朝笑鬼鬼发起进攻 巨大的撞击声传开 留开与笑鬼鬼对峙着 互相省下 留开还自信地吵吵着 你是不是来搞笑 笑鬼鬼自不认 同时 留开手上的狗血 不断捕食着笑鬼鬼的手 看着自己站的上风 还在干干自己 下一秒 他的身体就被贯穿了 贯穿身体的 正是笑鬼鬼的大脑 一旁的张特 眼看形势不妙 纵身一跃 前去帮忙 只见笑鬼鬼的鼻子 恍复一把利刃 直接就将留开 拦腰斩断 随后砍向空中的张特 我用黑驴蹄子牵制住他了 孙姐 下手 孙姐迅速偷袭 朝着孝鬼鬼头部砍去 武器成功击中了孝鬼鬼的头 可是却像击中了一个坚硬的石头一样 反弹了回去 同时这样也忍悟了他 这根本砍不动 力量被孝鬼削弱得太厉害了 愤怒的孝鬼鬼 把张策甩到一边 就朝着空中的流解冲去 眼前的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和美女邻居做着羞羞的事情 同时还喜欢调戏美女恶果 成功击败长蛇大妈后 我们和秦泽都收到了 刘开那边的求救信息 自以为是的刘开 被孝鬼鬼轻松地贯穿身体后 拦腰击杀 孝鬼鬼轻松闪开张策 自朝着偷袭的孙姐攻击 力量十足的一群 直接将孙姐打 张策看见这一幕 惊慌的冒头眼看 没想到 这个鬼的拳头也这么大 但是只要我紧紧盯住他的鼻 他的其他致体攻击 我就完全可以硬 孝鬼鬼一瞬间收回了鼻子 张策此时还一人 只见笑鬼鬼的鼻子 不断地压缩 同时还录出血液的效果 突然鼻子就像一根上弦的剑 瞬间就发射出来 既然你这么舍不得 那我就把鼻子送给你 鼻子弹射 直接射断了张策的黑驴梯子后 贯穿了他的胸膛 最后射进了黑花 张策有谁之导致 真没想到 他的鼻子还能发射出来 突然弹射出的鼻子 走过了一遍 天花板钻了 在空荡的走廊上 开始乱窜 一瞬间就窜到了孙姐背后 还吓到了她 此时就形成 孙姐一对二场 忽然笑鬼鬼就朝着孙姐冲来 此时也就是我们接收到了 孙姐求救的消息 孙姐一个跳跃 躲开了笑鬼鬼的声道 可是却来不及躲避 突然出现在背后偷袭的鼻子怪 绝对被鸡飞至数米开外 孙姐眼看不敌 撒起小腿就开起跑 然后鼻子怪和笑鬼鬼 在后面疯跑了 与此同时 我们收到求救消息 也来到了女生宿舍外 也不知道她们在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们三个紧张地待在门口 观察这里面的情况 你们说咱们就这么进去 应该不会有事吧 里面会不会有埋伏 这里面黑不垃圾的 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那样 就出现一张人 他就想起来 他就坚强 鬼呀 随手一棒子 就打在了那张突然出现的脸上 那张脸的主人 正是逃跑出来的孙姐 友军 这是孙姐 别冲动啊 他身上鬼气 都没有你乱打什么 此时的鼻子怪和笑鬼鬼 就站在不远处的黑暗中观察着 眼前的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和美女邻居 做着羞羞的事情 同时还喜欢调戏美女恶狗 收到孙姐求救消息 我们来到了女生宿舍 此时的孙姐 不敌笑鬼鬼 疯狂地奔跑 最终 我们在门口等待中 偶遇了孙姐 然后 孙姐被扬缠一顿烫动 与此同时 笑鬼鬼在不远处的黑暗中观察着 鼻子怪迅速归位 回到了笑鬼鬼的身上 随后 转身就离开了 下次再违反笑鬼 可就没那么好用了 此时的孙姐 被揍在头上 鼓起了大包哭泣 杨禅认出 是自己人不断地道歉 对不起 我们好不容易蹭了一个 地家集体任务 结果还被秦泽算解 里面还有个同伴 在我面前被打成重伤 生死未卒 我连忙就上下安慰了 没事 我们帮你进去救他 陈雪连忙就制止我的行为 你难道忘了 你自己刚说的话了 男生进去 就是违反笑鬼死路一条 嗯 说的也是好 我四处张望着 那怎么办才好 忽然在外面发现了一个雕像 头顶上甚至还有一丁 这不天助我也吗 就把你的头发 借我用一下咯 头发 一代我也是女生了 走吧 我们出发 此时 陈雪和杨禅 略想 孙姐 顺着孙姐指引的路线 我们找到了流开的尸体 为什么只有流开的尸体 张测的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刚才我自己忙着逃命 也没注意看 那么大个宿舍楼搜一遍 费劲 咱们分头行动吧 陈雪一惊 啊 分头行动 那样会不会太危险了 就别担心 跟我一块就行 我作为这组唯一的地家 保护你还是绰绰有意 你说我还是害怕 你刚刚都被突然出现的孙子 吓成内人 而且地上躺的这个也是地家 你看他场子都被人打出来了 此话一出 杨禅瞬间又能待住 这 嘿嘿 陈雪别怕 真有事 我第一时间赶过来保护你 陈雪露出难过的表情 哦 那好吧 随后 我们就分成两组行动了 有状况随时联系 眼前的男人陶花运超级旺 不但和美女邻居 做着羞羞的事情 同时还喜欢调戏美女恶鬼 收到求救消息 前往救援 遇见逃出来的孙子 隔着他们情况 四处寻找陈宫乔装打扮 进入女生宿舍 后与陈雪和杨禅分开寻找 我和孙姐在另一边寻找着 孙姐 你们在违反校规之前 遇到了什么状况 能详细说说吗 我们进来的时候很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状况 不对 真要说有的话 就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就是刚进来没多久 我就发现 刘开他俩背后 好像被贴了张纸条 然后一瞬间就没了 我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呢 啊 听到这些 我也仔细观察着孙姐的位置 是不是你背后这样的纸条 孙姐立马惊慌起来 对对对 快 帮我把它撕下来 同时 纸条也开始逐渐消失 我连忙控制力量 集中于手掌 刷一下就抓住纸条 将它扯了下来 还好 谢谢你江城 我感觉这个 好像要往我身体里钻啊 太可怕了 不客气 都是小事 还好我发现得早 撕下来应该就没事了 我仔细打量一番后 随手扔掉了纸条 钉堵了孙姐 附近可能有鬼在盯着我们呢 多加小心 我们继续寻找 被丢弃的纸条 随意飘落在了地上 突然一双粉红色布偶的手 捡起了地上的纸条 布偶颤抖着身体 眼前的这是布偶的主人 恶鬼疑惑地说着 难道被他识破了 刚才原本还想跟那个黄毛 好好玩呢 谁知道 直接被主任抢先了 恶鬼抓起布偶 就揪着他的眼球 发泄着心里的愤怒 非常用力地抠着眼球 玩偶的脸部 显而易见地发生了变形 最终 眼球被硬生生地扯了下来 这次 我一定要跟你们好好玩玩 此时 我们逛着逛着 就来到了三楼 途中什么也没有发现 孙姐非常疑惑 张策明明受了很重的伤 应该不会走太远 可是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我也这么觉得 难不成是在杨禅他们那边 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一个 颤颤巍巍的深意 嘴里还叼着烟 眼前的男人桃花运超级旺 不但和美女邻居 做着羞羞的事情 同时还喜欢调戏美女物 调装打扮 混进女生宿舍 与孙姐一组 一同寻找张策身影 同时在途中了解他们 在任务途中的遭遇 我们寻找到了三楼 并在不远处 成功发现了张策的身影 只见张策在那里 呜呜呜地说着什么 孙姐见状 就跑过去询问情况 张策 你还好吗 反观这边被鬼控制的张策 支支吾吾地说 我 我没事 哦 没事就好 我看着这一幕 表示很无语 这孙姐 怕不是没脑子吧 张策都被改造成这样了 还以为人活着呢 不过 就算现在把张策打败 也没有用 需要把在背后 操控他的人修处 只见张策颤颤巍巍地 磨动着身体 孙姐见状 就想上去掺服 受了这么重的伤别疾 慢慢来 我抢在孙姐前面 就握住了张策的手 策哥 你好啊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想先刷点鬼气 毕竟遇见这么多鬼 也不容易 我随手砍断了旁边的扫把 将其用力插在地上 我听说你是钢管武王 咱俩来切磋切磋怎么样 既然你喜欢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呀 来呀 飞起来 速度太快 他实在握不住钢 我也顺势推了一手 张策修一下就飞了出去 看见同伴受伤 一旁的孙姐立马着急起来 哟哟哟 跳得不错嘛 最后飞出去那下 很有气势 接下来就是把控制者的阵脚打乱 听说你摘舞跳的 也不错 不如咱俩来断恋爱循环怎么办 笔心 高潮来了 塔米萨马阿里卡罗 此时的张策 累得气吁吁吁 嘿嘿 鬼都累出汗了 看来背后控制的人 耐心也快耗尽了 此时的张策眼里 硬是着高品质人的身体 这个王八蛋 我手都快要酸死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喜欢在学校偷看美女 晚上又喜欢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和孙姐一同寻找后 找到了张策 发现不对我就开始戏弄他 想引出背后操控之人 这个王八蛋 我手都快要酸死了 跳得不错嘛 是不是还没有尽性呢 我一溜出现在张策背后 在他身上摸索的 要不我们再来一段脱衣舞吧 刷 衣服就被我全部扒了下来 嘴手还把他的裤衩插扔住 孙姐看着眼前的一幕惊弱 只见张策身穿紧身衣 同时每个关节处都有针线缝合 哈哈 看不出来 策哥原来还是个福瑞控 文言背后操控了女子暴墓 福瑞控怎么了 愤怒释放着鬼气 抛控张策身躯 彼此同时张策的身躯不断膨胀 扭曲变形 嘲笑福瑞控的人都该死 身躯逐渐变得毛茸茸的 最后直接变成了那个巨大的毛茸布 我俩站立着随时准备动手 该来的还是来 准备动手吧 孙姐瞬间兴奋起来 抽掉了腰间的腰带 真的变成鬼了吗 腰带紧紧缠绕于手上 成了绷带 那这样我就能毫无忌惮地下手了 孙姐迅速出拳一下 就打在了布偶的头上 可是这一拳 就像是打在了橡皮泥上 这软绵绵的 完全不受力 布偶迅速出拳反击 孙姐一个闪躲 离开了攻击 孙姐接着手掌画成利刃 直接割破了布偶的头 布偶受到撕裂 一瞬间就倒地 下一秒又瞬间起身 立于孙姐面前 她被吓得汗保肃 孙姐自顾自地嘟囔着 我则待在后面观察着 分析战斗状况 我直接就动用一瞳 观察着布偶的状态 只见布偶散发着隐形的鬼气 从四面发放 好像被什么东西控制 我直接动用赢将军的力量 手掌化为力掌 孙姐不敌布偶 被她直接击中倒飞出去 接着又迅速出全朝孙姐打去 孙姐惊慌地瞪大了眼睛 我连忙出现在孙姐面前帮忙 刷刷刷几下就抵挡下攻击 躲在背后操控的恶鬼都慌了 该死 看来得出绝招了 手指急于眼睛 摆出一个样式 你们全都得死 会心一击 布偶也开始不断汇聚力量于足利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喜欢在学校偷看美女 晚上又喜欢和美女恶鬼 做着羞羞的事情 发现张策一顿尬舞调侃后 他终于安耐不住 爆发变身了 依旧孙姐对抗布偶 眼见不断有力量 汇聚在布偶左右 我疯狂攻击 想要阻阻布偶巨织力量 最终 我成功击败了玩偶 他也伴随着倒在地上 可是这并没有阻止他的力量汇聚 随后汇聚的力量 爆发成大激光 射向天花 此时 陈雪和杨潜就在楼上 他们也被突然的激光 吓得尖壮 随后激光不断击穿楼层 直接轰向天空 照亮了黑色的眼睛 啊 你破坏了我的玩具 我要把你变成我的玩具 看着朝我袭来的粉色丝线 我会心理想 终于安耐不住要出来了 我一把抓住粉色丝线 就开始疯狂用力 一把就将美女恶鬼 从暗处揪了出来 别害羞嘛 过来 让哥哥好好抱抱 美女恶鬼投入我怀抱 露出来了娇羞的表情 嘿嘿 刚刚就是你在后面倒滚 控制着布偶巴 我变态地伸出舌口 开始舔射着他灵巧的手 这么灵巧的手 怎么会做这么坏的事 我这边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鬼气并没有增加 我看了这个 表示很疑惑 为什么会没有增加呢 你要不看看我另一只手在干嘛 他这么一说 我开始惊慌 只见他的另一只手 操碰着粉色丝线 粉色丝线 静直地就朝孙姐的冲去 孙姐也是一脸震惊 粉色丝线 迅速结成一张网 笼罩在孙姐上方 随后迅速收缩 将孙姐捆于其中 然后又一次出现了捆绑诱 你要是再动我一下 你的朋友就会变成肉块了 我嘲讽着他 随你变啊 他又不是我朋友 同时 我用力捏着他的手 他也探斗着 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怎么会呢 你们不是一起的吗 哈哈 你是什么猪脑子 难道一起来的 都是朋友吗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喜欢在学校 有女神相伴 晚上又和美女 热鬼子羞羞的事 成功打败被控制的布偶 引出幕后操控之人 没想到他却抓住孙姐 以此来威胁 哈哈 随便你 他可不是我的朋友 这一句话 也引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记忆 他就是当年在楼顶大龄事件 参与人之一 啊 他怎么掉下去了 目睹这一切发生后 他开始惊慌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们会不会坐牢 另外两个参与人 则开始假惊惊的出谋话呢 只要我们一口咬定 他是自己掉下去的就好了 对啊对啊 一口咬定就没事了 然而到了第二天 发生了令他巨变的事情 另外两个参与人 打电话报警 举报了他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 为什么要推到我头上 我们不是一起的吗 丸子头女生嘲笑着 难道待在一起 就是朋友了吗 绿发女生也随之补刀 谁会相信 他是自己掉下去的 两个女生 眼见着他被警察带走 还在后面补了一刀 没办法 只能劳烦你来背锅了 警车在路上飞驰着 还往走 他坐在车里 听着两位警 同时指着小熊玩偶 此时也正好有一辆车 朝他所坐的顶车出来 如果能重来 我宁愿和玩偶做朋友 也不愿意再相信任何人 静止起来的车 直接撞上了顶车 车祸发生 他也随之鲜血流出 倒在地上 他躺在地上颤抖着身体 玩偶真好 伸手抓向玩偶 意识也渐渐模糊 至少他不会害我 他最终因抢救无效 死在了那场车祸当中 死后化成恶鬼 回到了学校 他想起回忆后 不断地冷笑着 我对此感到非常疑 嘿嘿 你说得对 我不得不承认 然后立即控制粉色丝线 不断收缩 既然他不是你的朋友 那我就先替你杀了他 不断收缩的粉色丝线 破坏了孙姐身上的衣服 我靠 你还真的啊 孙姐意识到不妙 强忍着疼痛 依然用手在口袋里掏着手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和美女恶鬼 做羞羞的事 一句话让恶鬼想起了生前之事 随后便暴怒 对着孙姐下狠身 孙姐强忍着疼痛 终于从口袋里 摸索出一个 装有红色液体的玻璃瓶 孙姐直接就捏碎了玻璃瓶 液体瞬间四处飞溅 红色液体 直接将捆绑他的粉色丝线 腐蚀断开 操控鬼惊恐地看着 断开的丝线 这是什么鬼东西 断开的丝线 被孙姐一下就断脱开 从流开那头的飞狗血 终于派上用场了 飞狗血顺着鬼弃丝线 就朝着操控鬼秘流而去 蔓延到涛纵鬼水战 开始死活着 他也疼疼地尖叫着 我假惺惺地安慰着 是不是很痛苦 宝贝 我这就帮你解脱吧 然后直接就把他的头 从身上撕扯了下来 此时我也收到了细体提示 爱着涛纵鬼倒地 我顺手丢掉他的头 笑嘻嘻地说着 这还是我头一次不画腰 就干掉底级恶果 下一秒我就甘大地说着 孙姐 刚刚对不起了 没事 你说得对 我们本来就不是朋友 刚才真要被他弄死 也只能说明我无能 我还想解释一下 突然孙姐的耳机中 就发出沙沙的求救声 江城快来救我们啊 我们在五楼 水 水来了 听完孙姐就急匆匆地出发 冲向楼梯间 快 我们赶紧去救人 我抬头望着 被布偶激光射穿的天花板 走楼梯是来不及了 直接跳上去吧 然后蓄力一跃 就透过天花板 朝着楼上冲去 一个落地 就踩在了水上 起身观望了四周很疑惑 这学校都荒废这么久了 这水从没来的 看着地下的水思考 如果是鬼祟制造的话 那踩在里面就有危险了 我立刻就掏出了化妖卡 准备化身 化妖 奔波吧 化妖力量充斥着全身 然后还长出了尾巴 手掌也变得奇奇怪怪的 更奇怪的是 头上的假发也变化 叮 随机抽取到神通 腰与术 化妖完成 我看着变化的身体很无语 这特么什么鬼啊 肯定是因为 戴了假发的原因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调剃美女恶鬼 孙姐利用黑狗血成功脱困 我也顺势解决了操控鬼 然后闲聊两句 就收到了求救消息 然后成功化妖奔波吧 我一脸惊讶地看着自己化身后的愿望 与此同时 五楼的某个角落里 居然一片寻触水球 杨禅和陈雪被困在了水球当中 杨禅拿着武器 同时咕噜咕噜地喝着水 武器扑通一下 击穿了水球 但并没有效果 武器一收回 水球就恢复营养 我连水球都打不破呀 可怜我一世英明 今天却要变成一个淹死鬼了 不知道江城有没有接到我的求救信息 快来救我呀江城 我快不行了 陈雪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我前来变得特别辛苦 我跳起凌空一批展开了水球 就出了他俩 他俩也扑通一下 掉在了地上 不知道两位美女有没有事呀 杨禅一起身 就哭到我怀里哭了起来 江城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我当时听完都尬住了 随着陈雪一句调侃 你不是挺坚强的吗 这次怎么不装了 然后 杨禅瞬间就后撤离开我的怀 陈雪直接就叮嘱我 江城 这五楼是一个会操纵水的女鬼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听完我就开始寻找 放心吧 都是小问题 现在的我可不怕水 于是五楼的走廊上 就不断回荡堆 鬼妹妹 你在哪呀 我慢悠悠地寻找到一块满是水的地方 同时不断有水滴答地 从上面落下 突然一滴水滴在了我的衣服上 引起了我的注意 于是我一抬头 就看见女鬼趴在天花板上 阴险地笑着 她身上露着水滴 同时舌头伸出 还流着口水 哥哥 你看我这样 你还想跟我一起玩吗 我二话不说 就抓起她的头往下断 女鬼惊慌地颤抖着身体 宝贝 你身体 怎么全都湿答答的呀 这样可是会感冒的哦 哥哥会很心疼的 那么 哥哥先帮你转过来 回到正常状态后 我就变态地开始挺了起来 哥哥帮你挺干净 免得你感冒了 女鬼也害羞地尖叫 讨厌死了 不要再挺人家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调戏美女恶 话腰奔波罢 成功救下杨禅和陈雪 听到叮嘱 开始寻找女鬼 终于找到女鬼 并不断地挺着讨戏她 你好讨厌呀 不要再挺人家了 呦 怎么 让你不舒服了吗 那么 就换你来挺我吧 我一把揪出她的舌头 来呀 舔我呀 你别不动啊 女鬼迅速收回舌头 然后一团水球 不断在舔心迷信 我忍不住了 然后就像高压水枪一样 喷射出来 我舔尸着两汤的水 妹妹这是愿意跟我玩水的吗 而且还是泡水 好喜欢的 能到我吗 我有一阵惊涛骇浪 还给她 女鬼扑通一下倒在地上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我一个箭步 就来到女鬼面前 我听说 你不怕物理攻击 这是真的吗 那就让我也来试试吧 举起双手 就准备袭去 突然惊奇地发现 一颗水滴出现在我眼前 然后瞬间就像一颗上糖尔的子弹 朝我射来 我也灵活地弯腰闪躲 接着 多死雨 不断朝我攻击 我一边闪躲 一边回头观望 只见这些雨滴不断形成 朝我追来 就像跟踪导弹一样 躲定了目标 轰盲中 我直接沈一层观察 发现女鬼并没有什么动作 说明水滴并不是她在操控的 而且 这水滴好像是自主进攻的 完全没有操控 正当我还在一呼不解的时候 突然看见自己的衣服 这是刚才的水滴吗 原来就是这个玩意的灯火 既然这样 那我就将计就计 我利用能力 迅速隐藏躲逼攻击 女鬼发现我不见 立马东张西望的巡转 人呢 好歹去了 我躲在天花板上 直接就将衣服 披在了女鬼身上 不要惊讶 我看你浑身湿透了 怕你着凉 别客气 穿着吧 他惊慌地看着自己 在我衣服上留下的标记 随后 这个人人不带着死 啊 哇 怎么会这样 嘿嘿 只有你想不到的 还没有我办不到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调戏美女恶伍 成功找到美女淹死鬼 成功隐藏 将被标记的衣服 披在他身上 使他自己成为了水滴的攻击目标 嘿嘿 其实这很简单 我先用妖气 将标记点的信号隔绝 这样 水滴就无法锁定目标了 同时 为了预防你能控制水滴 我就躲在了你的视觉盲点 最后把衣服套在你的身上 撤掉隔离信号的妖气 这样 你就成为了水滴的攻击目标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 不断地被水滴的攻击 这也太惨了吧 好可怕呀 没一会我就收到提示 我捡起了破碎的衣服 哎 真难呀 杀个鬼 还费了一件衣服 对了 此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鬼器突破五千 是否花费一千鬼器进行升级 啊 一千鬼器也太多了吧 那升级有什么用吗 那有什么奖励吗 奖励你 还是别想了 升级后可以开启新功能 强化 我也直接同意了 花费火器升级 与此同时 我背后的不远处 有一个身影 躲在暗中观察着 暗中观察的 正是击杀流开的孝鬼鬼 他躲在暗处 观看了我杀鬼的整个过程 天真的以为我 没有发现他 其实他的大鼻子 早就把他暴露了 此时 杨禅和陈雪 也闻声赶了过来 那个女鬼解决了吗 当然了 轻轻松心 那你肯定累坏了吧 没有 分分钟就拿捏了 于是我双手 分别揽着他俩 我这身体 跟你俩再战三百回合 也没有问题哦 这一席话 把他俩都惹害羞了 我可不像某些老东西 年纪一大就虚得要死哦 这一具古刀 把躲在暗处的孝规 鬼气都炸了 他愤怒地冲了出来 你们男女交往不结 严重违反孝规 我宣布 你们全都得死 然后他鼻子 瞬间形成一根弹管 然后一发鬼气泡弹 发射出来 一发爆炸 杨禅和陈雪 都被鬼气炸弹波及 炸到了一边 他俩直接就被炸晕了过去 我靠 这也太狠了吧 这好严格的学校啊 违反孝规就是死啊 不过我喜欢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调戏美女恶 轻松解决了美女淹死鬼 然后进行系统升级 发现了躲在暗处的孝规 正好借着杨禅和陈雪调侃他 暴怒地他冲出来 最后我开始的闪躲 我直接朝他冲去 没想到这个老六 又将敌的弹射出来 形成一把打刀 还好我早有准备 一个闪躲 就用手挡了下来 他用力挥舞着 把我属到了一边 我会心一笑 开始了嘲讽 然后使用神通 额头处也开始不断变 长出了一个长脚 来啊 主任 咱俩拼把刺刀怎么样 以暴力违反校规 最佳一等 然后就是一场刺刀交换 我们两人打得不相上 于是他直接收回长笔大刀 就被发射 搜一下就将笔子 又一次发射出去 我跳跃闪躲避开大笔子 然后以奇人之道 还置奇人之时 将头上的脚也发射出去 可是我却轻敌了 惊奇地发现 头上有东西在乱团 只见笔子怪就朝我冲来 我惊慌地手忙脚乱 此时的孙姐刚好赶到 看到了笔子怪要偷袭 然后就直接出拳 击中了偷袭的笔子怪 又是你这个混账东西 孙姐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笔子怪一次刀 贯穿了胸膛 随之鲜血不断从口中溢出 啊 看来我这次还是大意了 可就算我再弱 也有本事拉你一起陪葬 手掌疯狂用力 抓紧笔子怪 避免他逃跑 随后一拳 迅速朝笔子怪打去 你当我这乌鸡皮质的驱魔 全带是板上马 奋力一拳卡在笔子怪上 地面也刺风五裂 笔子怪身躯破碎一步 孙姐受伤也直接跪跑在了地上 我回头看了一眼他的情况就知道了 看来这次的鬼实力 远远出乎我的意料 回头观望着孝龟鬼 若是不能一击必杀 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了 我默默地操控着神通妖语术 你最重要的武器没了 你现在还怎么跟我打 孝龟鬼只是一句冷恨回应 然后身躯开始不断扭曲 你以为没有了鼻子 你就会是我的对手了吗 天真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挑衅女女恶美 与孝龟鬼一顿的射刀对拼后 我俩互相发射了暗器通袭 我险些被暗器鼻子怪偷袭 鼻子怪死亡后 我就被他一顿冷逃热 只见孝龟鬼的身躯 不断扭曲膨胀着 然后撑破衣服 巨大化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也来不及墨迹 直接就使用神通调碰雨水 然后雨水不断滴落在他的身躯上 他还不滴 发现没什么事 就大放肩 就这么点小雨 难道就想泥住我的眼睛吗 小把戏 呵呵 你说是就是吧 不过呢 这可是105度沸腾的雨水哦 雨水滴落在他手上 冒着热气 怎么突然变烫了 肺雨不断滴落在他身上 他在眼睛中烫了 然后痛得直接蜷缩躺在了地上 嘿嘿 就让我来补上这最后一击吧 额头再次长出长脚 一皮鞠躬纱 直接刺像躺在地上的笑鬼鬼 丁 系主任 顶级恶鬼 死亡 鬼气加99 随后话腰结束 我也累得大慌 我摘下假发 查看着系统鬼气面板 不然 杨禅和陈雪醒了 就喊着我的名字 你俩醒的可真是时候啊 他俩也发现了 顾远处死去的孙姐 哎 原本就想蹭个集体任务 结果把自己命都搭进去了 杨禅开始惊慌 这次鬼祟的实力明显停定错误 这根本不是我们能解决的 那现在怎么办呢 不用担心 咱们又不是有古话说的好 既来之子安之 我转身挥手 就开始继续漫步旋转 陈雪和杨禅也在后面跟着 最好 来都来了 也不好意思跑的 嗯嗯 那我们把这里的鬼祟都清光吧 与此同时天台上 秦泽和两个小弟 在围堵着丸子头恶鬼打听消息 丸子头恶鬼 明显已经力竭颤抖着身体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那个女生的名字叫什么 不不不 不能说 说出来 我们都得死 秦飞扬直接掏出武器恐吓她 你不说 现在就得死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鬼 成功击杀校鬼鬼系主任 随后就开始经理周围鬼祟 与此同时 丸子头恶鬼 在秦泽他们的追击下 跑上阳台 秦飞扬直接就掏出武器 开始威胁 丸子头恶鬼听完表示 很无语 然后迟疑了一会儿 然后疯了似的笑了出来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这样我死的也不亏 还能拉几个陪着 那你们听好了 她的名字叫 白灵 随后一阵刀光滑过 恶鬼的头也和身体分离开来 身体随之倾倒 秦泽三人惊热地看着这一切 只现有个人突然出现 同时还踹了一下恶鬼的头 他满脸鲜血挺是多少 刚刚是谁在叫我 静忌鬼白灵 顺势接住了将要倒下的身躯 然后苦伸一口 就咬在那具身躯上 疯狂撕扯的身躯 就像恶虎进食 嘴里还念叨着 刚刚是谁在喊我的名字 秦飞扬看见惊慌的冒出了吗 这自相残杀在鬼当中 也是最残忍的一人 秦泽看到也立马慌了 这个禁忌鬼的实力 最少已经是半步利物 啊 那咱们还打得过吗 要不我们还是撤吧 C级任务放弃了 也不会有赔偿的 他们闲聊的时候 禁忌鬼已经开始大火了 秦泽自信地从口袋里 掏出一粒药丸 怕什么 今天不是带了血羊丹来的吗 秦海听到紧张的情绪 缓和了一点 对啊 泽哥不提醒 我都忘了 血羊丹可以使人在短时间内 爆发极强的肉体力量 但是使用后 伤及舞者跟机 而且对身心的副作用极大 秦海看着手里的丹药 犹豫了一遍 然后直接就扔向了口中 心里想着 如果能越级完成任务 泽哥就能进入五宫 一口就咬碎了丹药 我们秦家 真的太需要一个带头人了 丹药的药效开始发挥 力量开始充斥他的身躯 反而禁忌鬼 还在津津有味地 啃食着那只身躯 眼前的男人超级变态 白天在学校有女神追捧 晚上又调性美女恶鬼 在秦飞扬的武力逼问 成功从丸子头恶鬼 那知道了禁忌鬼的名字 他也因喊出禁忌鬼的名字 被取下手机 秦海犹豫了一会 吃下担忧 药效发挥 开始弥漫在整个身躯中 他也因药效通斥 全身痛苦地呐喊出来 然后奋力就冲向禁忌鬼 禁忌鬼见状 也扔掉了啃食的躯体 秦海卯足力量 就朝禁忌鬼打去 这一拳 直接就向着他裸露的脑袋打去 秦海以为 那就是他的弱点走 这一拳结实地打在他的头上 发现禁忌鬼人撕不动 秦海也非常疑惑 为什么会没有用力 难道不是弱点 随之左手握拳 又来了一拳 无痛不痒的禁忌鬼 抓住他的拳头 刚刚是你在喊我的名字吗 稍微一用力 秦海的左手不断堵着扭曲 他也发出疼痛的弹跳 然后禁忌鬼就将邪恶的双手伸向他 几道剑气击中了禁忌鬼 让秦海幸运于难 一个闪现出现在秦海面前 没事吧 秦海 飞羊 你也吃了血羊丹吗 没办法 不然你一个人完全不是他对手 然后迅速爆发冲向禁忌 一瞬间就已经在禁忌鬼里 随后是秦海高光禁忌 禁忌鬼 禁忌鬼不慌不忙地嘴里念叨 然后一下抓住秦飞羊的头 就砸向地面 你刚刚是不是也喊了我的名字 一手抓起来就想动手杀了他 一旁的秦海 立刻一拳就朝禁忌鬼打去 又是结实地一拳打在了他的头上 饿鬼 快放开飞呀 这一拳直接就将他的头打了下来 掉落在地上 秦海也气喘吁吁 因为血羊丹的药效果了 副作用力量地对干笑 禁忌鬼捡起自己的头 嘴里笑嘻嘻地露出阴险的点 然后扭了扭脖子 这一下真舒服 坠楼时摔坏了天灵盖 变成鬼后 我一直觉得挺爱事的 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鬼 成功引出禁忌鬼 被迫使用血羊丹与之交战 秦海一拳将禁忌鬼的头打落 却不曾想帮了他一把 他扭动着脖子 同时完全打开的天灵盖 释放着磅礴的鼓气 与此同时 我们闲逛走出了女生宿舍 忽然远处火光四起 直冲云霄 我们三个在远处看见了这一切 这么强的气息 是不是秦泽他们 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来 虽然那个家伙不太地道 但毕竟也是个大家伙 杨禅和陈雪听着就来气 笑话 我陈家会怕他 你难道以为我杨家 就不是大家伙 秦泽这个混蛋 吭死了这么多人 还想让我不计前行 就怕待会帮了他 还要反咬我们一口 陈雪拍肩安慰着我 别担心江辰 我和杨禅都会给你撑腰的 我们应该抱有慈悲心怀 该救还是要去救的吗 咱们慢慢来 忙活了这么久 杀了好几个狗 我肚子都饿了 他俩也很配合 哈哈 好巧我也饿了 那走吧 我们先出去吃点夜宵 补充体力 突然想起了 今天是封批信息字 咱们一人一个官 我请客 陈姐大气 回到天台这边 秦泽开始慌了 明明是半步厉鬼 为什么两颗血羊丹去考虑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禁忌鬼手指着头 我这天灵盖一揭开 脑袋瓜瞬间变清爽来 然后用手戳了一下脑袋瓜 这样才是真正的我呀 随着脑袋被戳 禁忌鬼也显露了真正的我 身上的衣服开始褪色 逐渐由红色复材的上 秦泽看见颜色变换的一幕 都慌了 这衣服开始变成红色了 这根本就不是半步厉害 三人瞬间行 晴天霹雳 这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立鬼吧 三人意识不妙 瞬间张腿开溜 可是已经晚了 秦飞扬在逃跑这方面 可是拿手的 就因为这样 他也成了立鬼的第一个目标 就你速度最快 对吧 那就先从你下手吧 一把掐住秦飞扬的骨骨 就亮起了手刃 随后一刀 就插进了秦飞扬的身躯 随之一口鲜血 也从他口中分出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苦 秦泽他们在天台 与禁忌鬼急着 我们在外面吃着夜宵 秦泽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判断失误 眼前的禁忌鬼 根本不是半步厉害 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立鬼 三人见心事不妙 立刻逃跑 跑得最快的秦飞扬 成了立鬼第一个猎杀目标 立鬼抓起秦飞扬 就直接一记手刃 插入秦飞扬的身躯 秦海听到声音 看见了这一遍 不过自己伤势 就想要前去解决飞扬 奋力一拳打向厉鬼 厉鬼面对来势汹汹的缺乏 手刃从飞扬身躯抽出 接住了踩 秦海直接喊着秦泽 想要寻求帮助 秦泽听到 就露出了坏笑的表情 在口袋里 他从口袋里 掏出了从飞式天价 购买的摩音骨 随后直接敲击骨面 鼓声向外传播开来 秦海非常疑惑 喂 你怎么把我面定住了呀 哈哈 秦海 还记得以前 我给你讲过的故事吗 想要不被狼吃掉 并不需要跑到被狼更快哦 只需要想办法 让狼去吃掉其他的羊就好了 现在 你们就是其他羊 对不起了 座上 我们不是一起来做任务的吗 我死了 对你有什么好处 哈哈 是没什么好处呀 但也没什么坏处 不过真要说好处的话 就是你死了 我就可以玩你老婆了 嘖嘖嘖 古音的时效要过 还想多和你聊回天呢 那我先走了拜拜 你好好加油哦 厉鬼释放鬼气 不断振动身体 给我破 破除定身 就朝着秦海下 于是就传出惨叫声 秦泽这个小人 还在楼梯间里嘲笑着 我们三人吃完夜宵 就回到了学校 也正好听到了惨叫声 嗯 刚吃饱回来 就听到这种惨叫 想想都有点反胃 陈雪听到惨叫声都慌了 秦泽他们三兄弟 那么强都不行吗 要不我们叫阴曹过来救援吧 不 这不至于吧 你这把阴曹叫来 我还怎么长鬼气啊 我再次挽着他俩 既然苦头都让他们吃了 该就还是要救的呢 走吧走吧 咱们进去看看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果 秦泽三人误判禁忌鬼实力 无视对水连忙逃跑 不曾想 却被秦泽这个小人 因了一道丧命于禁忌鬼之手 我挽着他俩 就给进了教学楼 轰杠的走廊 在黑夜的舞蹈下 我直接就大喊大叫 喂 这里有人吗 秦泽这个小人 就躲在其中一个房间 看见人 连忙就在地上抓点灰 就往自己脸上磨 装出一副很碎的一副 太好了 你们在这里 有救了 他手指着楼梯方向 你们来得正好 楼上有只利鬼 我已经拼死 把他打成中伤了 我完全不相信 这个假惺惺的人 有这种好事吗 那你怎么自己 不去干的 再看 我已经受了重伤 打不过他了 那可是一只利鬼吧 干掉他 不仅有巨额积分 而且还可以有 败入影视宗门的机会 这可是个好机会 你们难道不考虑 一下干掉 禁忌鬼白灵吗 名字一出 利鬼就出现在了 他身后部里 陈雪和杨禅 直接被吓到了 你们聚在一起 眼见着利鬼 不断地向我们走来 哦 刚刚又是谁 在喊我的名字 刚开始 我还是比较紧张 不知否则 但直到看到一些东西 状态 我的表情开始扭曲 只见利鬼白灵的头上 不断有鬼气树直产生 我疯狂地笑了出 这简直就是 我的梦中情鬼啊 秦泽在一旁 看着癫狂的我 瞪大了眼睛 这家伙 是被吓傻了吧 这还笑得出来 秦泽这个老六手 在背后捣鼓子 掏出魔鹰 就想让我们垫背 轻轻一下敲击于鼓面 鼓声传播 定住了我们和利 陈雪和杨禅 背着突如其来鼓声的 定身经验 我反而没什么感觉 因为第一次 在飞式见识到 魔鹰鼓的鼓声 就让我的身体 感到了共鸣 系统提示 与特处式能力共鸣 能力提升5% 真没想到 还有这么个好处 鼓鹰定身起笑 秦泽转头 就开始灰溜溜地逃跑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 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心美女恶果 吃完夜宵 前去寻找其他人员 正好遇到秦泽 这个出卖队友的小人 结果一喊出竞技鬼名字 就将其引了过来 秦泽使用魔鹰鼓 定身起笑 对不对开溜 可他并不知道 这对我没笑过 我一手搭在他的肩上 把他吓得背后一脸 因为我看到了系统提示 鼓鹰可以提升的武力 于是我就有了新法子 别着急走呀 这鼓声多好听呀 再多敲几下呗 我一把累住他的脖子 快嘛 再敲几下让我听 他非常疑惑地 看着手中的魔鹰 为什么魔鹰鼓 对他没有效果 敲什么敲 地鬼都过来了 你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 杀死你的同伴吗 是哦 你这个雕猫说的 也有点道理 我一脚就踹开了这个老六 那你滚吧 我看着眼前的力 深思着 连秦泽他们都解决不了 这次恐怕是一星化妖卡 搞不定了 我从兜中拿出了 第一次抽到的二星化妖卡 化妖 陆利大仙 第一次使用二星化妖卡 身体的那个力量 开始于穴位内充斥着 然后是双手 最后充斥到了头上 还幻化出了一对神殿路 化妖充斥的力量 如雷霆之力向外发现 丁 随机抽取到神通 霸妖体 小掌心雷 哇 这就是二星化妖卡的力量吗 我感觉这力量 都可以轻轻松松秒杀之前的笑鬼骨 竞技鬼再次破除了魔影骨的定身效果 就朝着他俩赶去 他俩还在努力地挣扎 想要摆脱 刚刚就是你们在喊我的名字吗 他俩不能动他 被吓得直哆嗦 杨蝉紧张地从嘴里说出 不 不是我 竞技鬼开始疑惑 哦 不是你喊的 然后转头就看向旁边的陈雪 迅速就朝陈雪冲去 那肯定就是你了 哦 看来竞技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骨 一脚踹开卑鄙小人秦泽 直接掏出二星化妖卡 竞技鬼解除定身就要下手 因杨蝉一句解释 矛头便转向一边无辜的陈雪 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就在马上要接触到陈雪那一刻 一道闪电阻挡住了竞技鬼的手 陈雪睁眼就看见了帅气的我 这个掌心雷还挺好的用啊 竞技鬼也感觉非常迷糊 为什么碰到这个手就一直麻麻的 掌心雷不断释放 怎么样 是不是挺舒服的 那我给你加大点电量吧 闪电瞬间爆发 直接击退了竞技鬼 然后看着带着滋滋电花的手掌 好痛啊 为什么你们都要和骑火来欺负我 竞技鬼应该也是想起了不好的回忆 直接暴怒释放唐国的鼓气 随后一个跳跃就朝我冲来 轻松一个琴拿就抓住了他的双手 然后就在他身上开始乱摸 你想干嘛 臭不要脸 我一手抚摸着他的脸 我这举动把他吓得一惊 宝贝啊 你仔细想想 你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生气 是因为我们和伙欺负你 你太生气了吗 不 并不是 反而是因为你生气 杀我们 我们才和伙防着你的呀 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我到底为什么会生气 那你赶紧动动你的小脑袋刮 好好想想 我记得是因为有人喊了我的名字 冰狗 答对了 那你现在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吗 那当然是杀了那个刚刚喊我名字的人 此时的琴泽躲在一边偷偷观看着 并不知道我要准备坑他 琴泽这小人坏心思多得很 还想着让我们多消耗消耗 最后自己带来一个坐收鱼翁 你快看 刚刚就是那个人在喊你的名字 你快去吧 我靠 你这么卖我 琴泽撒起腿就开溜 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 居然敢这么坑我 等我回去 一定要用琴家的势力弄死他 忽然一个身影迅速从他头顶飞过 然后竞技鬼就出现在他面前 刚刚就是你喊我名字吧 你别跑呀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在学校偷看美女同学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果 成功化身陆立大仙 就像美女陈雪 一番询问 把竞技鬼都整猛了 在我的推波助澜下 将竞技鬼的目标指向秦泽 竞技鬼忽然地出现 把秦泽下的原地颤 他再次掏出了魔鹰虎挑剔 发现并没有想法 怎么偏偏这个时候 没有灵力了 竞技鬼见着 也疯狂地嘲笑 面对不断向他走来的竞技鬼 他吓了 果恩 你不要过来 竞技鬼出身 一把抓住了秦泽的头 刚刚就是 你在喊我的名字吗 秦泽此时已经被吓得快尿裤了 无奈之下 他拿出了最后的秘密武器 给爷 死 随后立刻转身就躲 凡事都得留一手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竞技鬼扣出了子弹端向去 这是什么玩意 打来好痛呀 看见这一幕 秦泽更加慌 也更加肯定 这绝对不是自己的解决 连一万积分一颗的驱魔弹 都杀不了他 随后直接撞过锅里 从楼中跳出 跳出后几个蹦打 就跳进旁边的森林中 本着侥幸的心理 在里面躲藏着 只见竞技鬼从边上走过 他尽量捂住了口笔 减少呼吸 避免被发现 我一记闪电劈在秦泽身边 吓得他直接尖叫出来 暴露在竞技鬼的眼前 那个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想打女鬼的 谁知道不小心打电了 哟 原来你小子躲在这里啊 可让我好找呀 秦泽看见撒腿就跑 你这叫什么偷袭 我看你就是 想让女鬼弄死我 秦少别害怕 坚持住呀 秦泽转头 就看见我跳跃在冰中 你干嘛还来 我肯定要帮你解决女鬼啊 毕竟你是任务主导 你大爷的 你怎么不能看准了批啊 你这哪叫干女鬼 你这分明就是想要干掉我 嘿嘿 你与其在这骂我 还不如看看 你自己还有没有退路吧 秦泽回头发现 自己已经被逼入到 一个死路当中 女鬼不断朝他靠近 该死呀 没路了 这次真要玩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偷看各种美女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鬼 不断调戏被厉鬼追逐的秦泽 最终将他挤进一个小胡同 他紧张地四处观望后 发现了一个出口 直接撒腿 就向出口冲去 在他刚好到达之时 我也成功出现 将他人解决 兄弟 咱们有话好说 你赶紧放我过去 日后我秦家必定重刑 你放我这一次 我们以后就是亲兄弟 秦少何出此言呢 我就是来救你的呀 什么重刑不重刑的 光看咱俩这关系 就算没钱我也得出手救你 气急败坏的秦泽 再次拿出火冲 就剩了一颗子弹 你他妈少跟我阴阳怪气 既然你好话听不尽 那我就先干掉你 再从你的尸体上踏过去 突然一阵刀光划过 他持枪的右手 直接断开 跑下来 我的手 怎么会这样 他还在尖叫着 就直接被厉鬼 一手掐住了伯克 就是你们这些人渣 一口一个朋友 一口一个兄弟 然后又突然翻脸骇人 看见这木 我就想到了借刀杀人 喂 你这个恶鬼 赶快放开我朋友 那个厉鬼都惊了 他刚才可是想害你 你为什么还想要救他 这个鬼是不是有点傻 明明打架挺厉害的 打这点阴阳怪气的话 都听不出来 不过这样也好 还可以趁机逗逗他 虽然他刚刚是想害我 但是说到底 秦少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 以及挚爱亲朋啊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手指头 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秦泽此时被掐得死死地 悬在半空 我靠 你可不少说两句吧 你想害死我呀 厉鬼暴怒 就开始伤害秦泽 我这就把他杀了 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江城 我特么不会放过你 秦泽也在被厉鬼 不断的 发生在你 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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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骗子 我在一旁看着 都压麻呆住 这也太惨了吧 火气怎么会这么大 奄奄一息的秦泽 被厉鬼拎在手中 你不是说杀了他 就要对我不客气吗 快 让我看看 你对我能有多不客气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偷看各种美女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日过 戏弄秦泽 导致他被厉鬼俘虏 一刀借刀杀人 差点没把他乱死 厉鬼抓起了奄奄一息的秦泽 就调侃我 可是你也没杀了他 他都还在喊着气呢 好 那我现在就杀了他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随着秦泽烟消云散 他随身携带的魔音子 也掉了在我 啊我的朋友啊 那我这下 就有理由杀掉你 受死吧 白灵 混蛋 你居然也敢喊我的名字 我的速度显然比例的快 休一下就已经在他面前 他来不及粉丝 脸上就挨了我一拳 我随着又朝他脑壳上来 问你 咔咔咔 好疼 你这脑壳好硬啊 厉鬼也不傻 直接用头开始冲撞 我撞死你 一顿连续的短击 我也在写着身 忽然感觉不妙 背后一两 厉鬼直接停地 放上我的脑壳 你这个老六 既然这样 咱俩就看看 谁更硬 我直接使用了 霸妖第二神同霸妖体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两个脑壳 瞬间碰撞在一起 我去 你的头怎么突然变得 这么硬啊 回后 我邪恶地笑着 将厉鬼吓 咦 你怎么突然东倒西歪了 是不是感觉有点晕啊 可能是你的大脑受损了 我来帮你修一修吧 然后 一把就将他的脑子 从头上拽了下来 我看着被拽下的脑子 吾吾到 这个该怎么修啊 我好像也不会啊 抱歉抱歉 厉鬼颤颤巍巍地说着 你可没诱骗我 我直接一脚就踢开了他 然后丢掉了他的脑子 同时 他的身体还在颤抖 这脑子拽出来 都没死 不愧是个厉鬼啊 生命力真顽强 回到学校教学楼这边 陈雪和杨禅 联系了樱桃小队 前来支援 我们也去树林里面 看看吧 他俩刚进去树林 就发现樱桃小队 是一个人的眼睛 一顿操作降落在他们面前 你们说的厉鬼在哪里 杨禅伸出手指向了树林中 应该是在那个中心 随后跟着樱桃小队 前往树林当中开始寻找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偷看各种美女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恶果 利用厉鬼借刀杀人 获得了我想要的东西 有了可以击杀他的理由 杨禅和陈雪 跟着前来支援的樱桃小队 在树林中寻找 陈雪在寻找途中 发现了樱桃小队 有战斗过的樱桃 他们是刚经历了一场恶症 就立马赶过来的吧 现在又要对付一个利果 体力跟得上吗 樱桃小队队长徐磊 成功发现了我和利果 陈雪和徐磊都惊奇地看着 这已经被干掉了 看来受多力了 我看见樱桃小队前来 就没了好脸 老子给他干得半死 你的樱桃 现在过来摘桃子了 赶紧弄死 接着一击小小的樱桃 送他领子在 徐磊也很迷惑 怎么又是你 你到底是谁 居然能单独杀死利鬼 这好像不在你们 樱桃的问询范围内吧 一旁的队员听完 直接火气就上来了 徐磊连忙制止了 自己队员的行为 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去勘探一下现场 确认几名死者死因 然后把遗体送回 他们各自家庭 队员冷哼一声 就从我身边躲过 同时还撞了我肩膀一样 在我衣服上 留下了一点奇怪的东西 你他们这么大路走不过去 天要撞我一下吗 我惊奇地发现 他在我衣服上 留下的奇怪液体 带如动作 然后画成了一个 女鬼的样子 贴在我背后 你怎么这么平啊 你是女鬼 还是男鬼啊 女鬼听完 火冒三丈 直接画成一坨史莱姆 压在我身上 现在呢 还平吗 巨大的身体 压得我有点快苦 我都气了 我劝你快下来 不然后果自负 徐磊走进劫场 别闹了 回去 最后那坨 史莱姆就消失了 不好意思啊 手下刚刚执行完任务 回来 都有点累了 体内的鬼气 多少有点不受控制了 她的手 还帮我擦拭身上的污渍 有了上次的收获 坏笑起来 伸出舌头 将口水舔在了她的手上 那么漂亮的姐姐 鬼气一定是草莓味的吧 徐磊瞬间害羞地 收回了手 你这人 怎么这么变态啊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偷看各种美女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日鬼 发现前来支援的樱桃小队 连忙使用掌心雷 击杀利鬼白眼 然后对着美女 队长袭蕾 她连忙收回了 被铁尸的手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好变态 然后疯狂地 将手上的口水水一下 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 接下来 我们说正事吧 紧接着 我画腰时间结束 头顶闪电路角 也渐渐消失 那你说吧 也不知道 她在自己的胸口 挡住着 此次的集体任务中 你们的队伍中 有六名奇人牺牲 只见她从胸口 掏出了一个血红的物件 那现在就由我来 对各位例行局 陈雪和杨禅 认出了徐梅手中的物件 那是黄鬼的直补 我一时间听错了发音 变态地笑了出来 什么黄 那有多黄 你这个人 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呢 大变态 是黄 第三声了 黄鬼是个血衣级别的骨 他的手指 可以当作策谎的仪器 啊 血衣 那岂不是至少是个B级 嗯 你说的没错 那是一个非常强的骨 据说当时樱桃为了除掉她 派出了最精锐的队 最终在损失过半的情况下 成功剁掉了黄鬼的十根手指 以击杀了她 既然你们知道这个的由来 就不要想着撒谎了 最好就如实回答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随后黄指就从手中发射出来了 第一个测试目标就是陈雪 她一声 轻轻接触到了陈雪的额头 黄指开始了检测 把你知道的任务经历讲一遍 随后陈雪就开始一顿巴巴 我和杨禅就在一旁观看着 虽然秦哥已死 但背叛同门的重罪 我还是会向秦家问你 检测完就向着杨禅想 轮到你了 杨家的 我问你 秦哥被围攻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 哈 我们当时太饿了 去到了JFK吃了锅儿童 徐蕾也不怀疑 吃东西恢复体力 这倒也合理 我在一旁观看了很久 开始有点莫名的紧张 看来都得被插一下 马上就要轮到我了 眼前的男人超级好色 白天偷看各种美女 晚上又不断调戏美女热鬼 调戏一番美女队长徐蕾 就开始了黄指询问阶段 我目睹了黄指询问的全过程 眼看着杨禅的询问 马上也结束 我开始有点慌了 毕竟我间接害死了秦子 杨禅询问结束黄主 就迅速朝我飞来 我也拿出了从秦泽那获得的 魔鹰子藏一背后 我紧张地冒出冷汗 眼看着黄指不断靠近 就在黄指接近的一瞬间 我连忙敲响了背后的魔鹰子 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我露出了微笑 古鹰居然可以帮助我 躲避黄指的检测 你作为队友 秦泽死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不救他 我作戏露出悲伤的表情 我企图拯救他 劝说他让他迷途之法 呜呜 奈何秦泽他太固执 敌人太强大了 我好自责呀 听到这些 许磊都感觉不可思议 真没想到 这个吊锒铛的家伙 内心居然如此正直 好了 你们可以各自离开了 任务奖励后续会发火 随着搜一声 就消失在我们面前 有我们三个孤独地 待在树林里 之后 我们也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了 忙碌一晚 我回到家中 一睡就到了天亮 还没睡醒 就提点门外的敲门声 一直敲个不停 我直接蹲一下弹了起来 气冲冲地 就朝房门走去 我还有点疑惑 上次那个敲门鬼 我不是干掉了吗 我气冲冲地打开门 一张画腰卡 就捏在手中 你科么出来 科么画腰弄死你 仔细一看 居然是我的美女邻居 红姐 娇羞地站在门口 我一手通在房门 红姐 你这是找我有事吗 红姐忍不住 直接流出眼泪 哺了起来 然后休一下 撞进了我的怀里 我都惊呆了 同时还说着 求我帮忙 于是我就邀请红姐 进了站门 我俩就坐在沙发上 红姐看着手中的水 扭扭捏捏的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这个事 要从我的家族开始说起 十年前 我父亲想让我 和一个家族的少爷 商业联婚 可我当时很叛逆 拒绝了这场婚事 因为 我想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而那次联婚的失败 导致家道中落 父亲就把这一切归咎于我 然后将我赶出了家门 我妈怕我露宿街头 就给我买了这半栋楼 男人桃花运不断 昨天刚忙完一宿 第二天又有美女邻居 送上门亲热 因为有事相求 我就将红姐请进了家中 她讲述了曾经在家中叛逆的经历 最后父母为避免她绿宿街头 于是就给她买了半栋楼 说了这些红姐 还不好意思 这随随便便就买半栋楼呀 这特别也叫家道中落 红姐 你到底是哪个大家族的千金啊 其实我本名叫顾红雅 顾家你应该听说过吧 顾家 那不是江北商界第一个顾家吗 我也很是疑惑 你怎么会突然告诉我这些 难道你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是的 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说 哥嫂都遭遇到了怪事 啊 发生怪事了 嗯 她也没说清楚 就是说 家里可能进了伤东西 所以 我的父亲 就去请了道士做法 驱邪鬼 可是并没有什么效果 不久后 做法的道士 却离奇地死在了法台上 父亲不久后 也得了重病 住进了ICU病房 红姐无奈地将杯子放在了桌上 因为这件事太过于棘手 以至于她都放不下 只要谁能解决这件事 谁就可以继承她的位置 听到这句话 我立刻两眼放光 居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可以入坠 快 红姐 我们现在出发 随后 我搭乘着红姐的小车 在路上飞驰 我坐在车上 闭着眼睛小气一会 做起了美梦 喉水都流了出来 梦里我继承了顾家的家业 抽着雪价 指挥着员工 去 把我把那份五个亿的合同拿过来 突然红姐的呼唤 打断了我的梦 小陈 你行吗 我表现得不屑一顾 都是小问题了 不就一两只小鬼吗 可是我突然又想起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去 红姐这是 在跟我玩什么心眼的吗 把我骗上车了 再说正题 我们顾家早年间 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 势力范围很广 我爷爷这只 就是从顾家分裂出来的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本家没落 我父亲反而成了江北手 所以 所以没落的本家 想来分你们家的财产 当然不是了 反而是我父亲 想让爷爷落叶归根 葬回本家 本家人居然欣然地答应了 可是就在下葬的当天 离奇的事情发生 那天 只有我父亲从山上跑了下来 连夜离开了本家 回到了自家 眼前的男人遇见恶鬼不但不跑 反而还跟恶鬼开了刁车 一番聊天 得知了红姐的真实身份 一同驱车前往 她家解释问题 在车上听她讲述了 最近发生的怪事 对我而言却是小事一桩 送爷爷回葬那天 只有我父亲一个人 从山上跑了 连夜离开了本家 从那之后 家里就不断出事 先是宝洁阿姨离奇死亡 然后又是保安 被插入土宫 活埋至死 最后甚至是我的堂内都封掉了 更奇怪的就是 来到家中做客的人 也忽然抱怨 听完这些 我挠了挠头 甚至感觉 这次有一点点棘手 虽然顾家 住在景区 几别的堂域 像殷奇这么重的地方 简直就是 滚碎繁衍的赌场吧 万一在这 遇见了血衣利果 也不知道 现在这张二清卡 都打得住 突然一个声音 迅速从旁边打了上来 毕竟这块地 是属于私人拥有 怎么还会有人闯进来的 仔细一看 居然是一个半身的滚碎 但驾驶的一关 在路上飞驰 我发现事态不对 就连忙提醒我 红姐 快停车 蹊跷 红姐根本都没注意到 车外的事情 还很疑惑 突然热鬼驾驶的关系 一个飘移 则停泊在车前 我看见这幕意识情况不对 已经来不及了 直接动用了神通特殊式 一个灵活的动作 跳出小车 一块的反力 直接想要逼停小车 奈何红姐 根本没有踩刹车的意思 我就艰难地阻挡她 最终拼尽力气 将小车甩到了一边 随后车子 平稳地停在里面 我喘着大气 赶探着 累死我了 差一点你就搬下去 车毁人亡了 红姐好奇地探出了头 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陈 发生什么 红姐 你别下来 有危险 前面那个开着棺材的摇摇车 是个鬼 虽然不是第一次遇见过 但红姐还是被吓到了 我向她走去 开始指责她 你这个屌毛 会不会开车啊 眼前的男人 不但坐着美女的小车 同时还要敲诈别人 好不容易停好车 还收到了美女的关系 我走进就开始问候 眼前的鬼 不然那副棺材 伸出一只手 发出咕咕咕的声响 那副棺材的手 颤抖着说出话 救救我 去你呀的 把手放回去 万一碰到交警 就是三分两百啊 驾驶的鬼 看着怒气冲冲的 我都慌了神 你这个鲁蛋怎么开的车 差点害得我们冲下去 多危险啊 这时没有五千 你今天走不了 不得了 你这根本连鬼都敢恶啊 只见恶鬼拿起了 头顶的帽子 从中抽出了一张纸钱 诺 这是一千个亿 就当赔点你了 不用找了 我看着天堂银行的 纸钱五五 你这是哪来的钱 真的要给我吗 恶鬼生下的棺材 蠢蠢欲动 嘴里的哈喇子 不断地流淌 当然真是你 但前提是你 有命花才行 面对血盆大口的棺材 我一点不慌 我随即拿出了 战利品魔鹰 做着试验 一下就敲打在骨面 鼓声激荡着 鬼祟也受魔鹰影响 脑子一番眩晕 我顺势拿出锋利的小刀 就想偷袭 万万没想到 棺材中的手 伸出抵挡住了小刀 我看着那只手捏着小刀 同时手中的小刀 也发出醉裂的声音 最终陪伴我许久的小刀 在他的手中破碎了 啊 我可怜的刀 你大爷的 尾手迅速朝我袭来 一击打在我的手上 破碎的小刀 也飞了出去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 猛烈的攻击 这攻势有点凌厉 等那个鬼醒了 二打一就麻烦了 我后撤躲避攻击 突然就想到了办法 在下次攻击的到来 爆发力量闪躲跑过他 魔鹰骨的定身石啸一过 恶鬼就开始摇头清醒 我刚才突然就迷迷糊糊的 周灵芝 那个家伙被你干掉了吗 嗯 差一点点就被他干掉了 恶鬼也受到了惊吓 从你的摇摇车开口 只能向前冲 我就猜到棺材里的东西 大概是打不到后面 随后 我双手就抱紧他的身躯 我们现在来玩个游戏吧 这个男人胆子非常大 不但讹了车祸鬼一笔巨款 同时还和他玩起了 儿时的摇摇车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随着身躯被我用力拉扯 他疼不得纳 不懈努力下 将他从棺材上撕扯 伴随着身躯与棺材分离开 一口血就从口中溢出 棺材内也跟着爆发式的喷吐 此时也跳出了系统提示 证明了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这个鬼和这口棺材是共生关系 速度死了 棺材里的玩意也活不了 忽然棺材内又传出救命声 我出于好奇揭开了棺材 只见有些许触手无动 我即刻使用地府F1拍照 查看棺材内的生物 不一会就跳出了 该生物的信息解释 居然是个成长型 还可以变换形态 这玩意竟然值八万积分 比魔鹰骨贵两倍还不止 还是个稀缺货 断翻了呀 本着肥水不留外人田的原则 我将邪恶的手伸向他 我没鬼气 也不知道用妖气会怎么 一把抓住 就将它从棺材中取了出来 它好像有意识一样 知道刚刚把我的武器弄坏了 直接就变换成一把匕首的样子 看着手里的匕首 我沾沾自洗 这回可捡到宝货 来 再给我换一个形态看看 它也很配合 本以为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形态 结果却化成了一个文胸 贴在我的衣服上 我瞬间尴尬 这特别什么鬼 信不信我一个掌心为劈死你 结果它害怕的 连忙就钻进了我裤衩子里 我万万没想到呀 你这小东西 居然这么多难 我一边擦进手上的污渍 同时朝着红杰走去 红杰 我们可以继续出发了 我发现车子没有启动 感到非常疑惑 车内的红杰 害怕的颤抛身体 孝琛 快来救我 车里也有鬼 这间车内的后视镜中 显现一个红发绿颜的领导 听到呼叫 我就连忙感动 奶呢 鬼在哪 这是什么时候跑到车里的 我完全没感觉到 我仔细检查一番后 居然发现 车内的后视镜 居然流起了眼泪 没想到 居然是镜中恶鬼 在流着眼泪哭泣 眼前的男人 刚获得质宝 就提起裤子 拍干净手 就准备离开 留着美女恶鬼 独自一人在 里面哭泣 进入车内 就开始检查 突然发现 车内后视镜 流着眼泪 我随即就凑近询问 你这是怎么了 不妨和哥哥讲讲 红杰就在一旁 看着我和镜子 在那窃窃私语 小陈你在干嘛 你不要吓我 镜子那个女人 和我讲述了一些事情 红杰看我没事 就紧张地询问着 小陈 你没事吧 刚刚和谁说话呢 我没事 挺好的 你还记得你说过 你有一个疯了的表妹吧 对 我记得 你那个表妹 她已经死了 听完讯息 红杰更加疯了 她已经死了 不可能呀 真的 她现在就在镜子 刚才她告诉我有话跟你说 我手指着后视镜 告诉她方法 你只需要靠近后视镜 就能跟她说话了 红杰照着方法 开始与她交流 妹妹 你能听到 我说话吗 随后表妹听到 控制着镜子 做出反应 直接牵引着 红杰的精神体 精神体修一下 进入到镜内世界 与表妹相见 一时没有安全感的红杰 害她的紧张身体 这是在哪儿啊 姐姐 这就是我所在的世界 我一个人在这里 待了好久好久 这里又黑又冷 我好害怕 然后直接哭着 扑进了红杰的怀里 姐姐 你来陪我好不好 我一个人在这里好不大 红杰还是很有善 直接就抚摸着表妹的头 乖 别哭了 姐姐这不是来陪你了吗 突然红杰的头上 有着鲜红的血流躺下来 看着突然滴落在场内的血 惊讶着 姐姐 你只需要开车冲下山崖 然后像现在这样 头破血流的死掉 就可以来陪我了 红杰也受到了疲惑 身体不由自主地踩下油门 就冲下了山崖 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 姐姐来陪我了 好开心 我不断喊着红杰的名字 红杰 快醒醒 最终我打破屏障 成功唤醒了红杰 红杰 你快踩刹车啊 刚缓过神的红杰 还一脸猛逼 车子不断飞驰 朝山崖下冲去 我什么时候把车开下来的 这个男人是大色狼 蹭着怀里的美女昏迷 就想和他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红杰受到镜中 死去的表妹迷惑 一顶油门 就把车子开向山崖 汽车以飞快的速度 向山下冲去 车子一直跌跌撞撞 我果断打开车门 我立即拿出了 预毒制动器 可是汽车俯冲速度太快了 脚杀根本停不下来 随后一招八百里摸拳 就将车子停翻 我抱住红杰 准备汽车逃生 双脚猛的一用力 就从车中跳了出来 我公主抱着红杰 平安落地 随后一股鬼气 从车里飞了出来 引起了我的嘴 红杰昏迷在怀里的样子 真是太猛了 我想 没有人不会被这 除水动人的美女所动心 我尝试着拍她的脸庞 来唤醒她 红杰 你醒醒 我看半上 没有反应 于是就动起了歪心 我撅起嘴唇 就想做人工呼吸 却没有注意到 红杰此时 已经渐渐睁开了眼睛 红杰看清 反手给了我一个大笔动 你不要脸 然后开始哭泣 我刚刚看到了 死去的魅力 但没想到 她竟然想拉着我 一起去死 红杰在一旁哭 我处理远望深思着 这还没到顾家 就已经有两个鬼路 这次旅行 肯定有顾家的收获 红杰平静下来后 我们两个人 又开始往顾家走去 因为车子没了 所以我只能步行 看看沿途的风景 过了一会儿 终于到了 远远望去 就看到了 顾宫馆三个大人 慢慢走进去 发现不远处 有一个人在等待着 那个大叔一眼 就认出了红杰 小姐 你回来了 是啊 赵叔叔 好久不见 小姐 您是先去见老爷 还是先找一间空房 赵叔 我先去见见我爸爸 保安赵叔叔 摆了摆手示意 老爷在这边休息 我带你过去吧 来吧 你们两个往这边走 我下意识 就使用了一桶 查看山庄 没想到 庄园内竟然释放出了 如此磅礴的鬼气 这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我们跟着 赵叔进了一个房间 赵叔 却奇怪地待在那边 小姐 您先进去稍等一下 我马上去向老爷汇报 男人本想调戏眼前美女 没想到却吃了一个大笔包 下一秒 她就和美女同处一室 想做点什么难堪的事 半路徒步来到顾家 迎接我们的是保安赵叔 在我的探查下 发现庄园是一块 盛产鬼气的宝地 在保安赵叔叔的带领带 我们走进了一间闲置的壳 我也不客气 直接坐到沙发上 哇 有钱真好 这个沙发真乱啊 红姐坐在我旁边 我吹着口气 我出于好奇问道 红姐 你说你这么多年没回家了 怎么还认识这些下人呢 当然 赵叔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我父亲 早年当过司机 现在他应该算是 家里的保安吧 他人很不错 人很不错 那他为什么要把我们 捧在屋子里 此时 门外的把手已被捧 红姐一听吓了一跳 开始慌了 你说什么 红姐赶紧去验证文化 结果就和我说的一模一样 赵叔 开门 你为什么锁门 我也提出了我的猜想 红姐 您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就是你家里死掉的保安吗 难道我刚才是在和鬼聊天 不然我听到了其他奇怪的声音 我示意红姐小声说话 小声 怎么了 却听见房间里东东的声音越来越大 红姐听到奇怪的声音 更加惊慌了 谁在那里 我想 这里应该是有鬼在搞鬼 听到有鬼 红姐更加紧张了 又一个鬼 小陈 我们该怎么办 那我们过去跟他谈谈 让他不要再敲门 说完 我就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红姐紧随其后 小陈 你慢点 这里黑 我害怕 声音就是面前的柜子 柜子外面用绳子系着 造型十分不弱 哟 这是谁的节奏啊 没想到还挺有个性子 或许是因为 听到有人靠近 柜子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忽然 哼的一声 柜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红姐一看 吓得尖叫起来 柜子的缝隙中 渐渐出现了一只眼睛 注视着外面的一切 男人不仅和美女玩得开心 还喜欢和恶鬼 玩捆绑游戏 我和红姐 朝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走去 成功找到了声音的来源 柜子里的东西 能感知到 外面有的人的存在 能做出更举烈 由于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门被撑开了一条缝 柜子里出现了一只眼睛 不断的心理应用 红姐被吓到了 紧张地说道 小陈 我感觉他要出来了 随着柜门的打开 里面的鬼气 顺着门缝飘了出来 同时 一只手 渐渐成中生 里面好黑 好闷 我好孤独 你们也进来和我一起 感受一下痛苦吧 不 你别过来 伤害你的不是我们 但是这里只有你们和我 不是你们杀的 还能有谁 所以我分析了一句 按理来说 你说的没有错 我们两个是一虎 而他才是受害者 然后我踢了他伸出的水 那我们就不能放你出去 这次 我要把你彻底封印在里面 去去去 快进去 你的破指甲真长 我不敢用手碰你 柜子里的恶鬼 受不了屈辱 勃然大怒 将柜子砸碎冲了出来 我傻笑着等待 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弄来的绳子 你以为出来了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嘿 我们来玩个小学戏吧 给我老实点 于是 恶鬼就给我紧紧地捆了起来 红姐你看 他这像不像一只大闸蟹 这时 系统也收到了 恶鬼埋怨的提示 我看着这么点鬼气 一脸嫌弃 折腾这么久 才产生这么一点点 看来是要用一些手段 我随手提起裤子 拿出了从车祸鬼身上 搅破的肉灵芝 肉灵芝很有灵性 立刻就化作了一点小屁 肉灵芝 别让我失望 啪的一声 鞭子就打在了恶鬼身上 快点 多给我产生了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 鬼气 并不断掌控 鞭子不停地抽着他 在他身上有一片声 做鬼也很疑惑 为什么区区一根鞭子 就能伤到我 肉灵芝也被这一番话激怒 我顺势就火上浇油 他说 你就是根鞭子 这你能忍 肉灵芝 给我加大伎俩 使劲抽他 可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你 眼前这个男人 不仅拥有无敌的质本 还喜欢玩小皮鞭游戏 眼前的恶鬼 就被他五花大宝地捆了起来 开始了小皮鞭游戏 因为无理的要求 小鞭子也生气了 于是 威力更大的小皮鞭 就抽打在了他的身上 当第一次增加伎俩的鞭子 击中他时 他开始痛苦的嚎叫 他无法忍受屈辱 用尽全力证断了绳子 你受够了 我再次抓住他 将他硬生生地塞进柜子 那你还是回到柜子里待着 我拿起锤子 就挑在钉子上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把你钉得紧紧的 不留一次缝隙 钉子直接刺进了他的脑袋 他痛苦地嚎叫着 我的头 再一次爆发了一段 冲破了柜子 你这个混蛋 然后他张了张 也不知道从口中 出了什么 你休想再封住我 小陈 这不会是毒气吧 红剑 别担心 有我在 都是小问题 我随即小手一挥 发现这些飘忽不定的气体 根本无法驱散 于是我转头嘱咐着红剑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谁都别想再次封印我 我拍手回应 恭喜你又出来了 那么作为奖励 就让我送你转世吧 我随即快速地打了他一拳 打在他的头上 谁知道不疼 他反手就把我掀翻 没想到他这么狠 一拳就朝我的当步打去 首先 让你体验一下 生不如死的感觉 眼看着弟弟要不保 我立马使用了神通霸腰体 他一拳下去 我倒没事 反而他的手却折了 神通护体的我 沾沾自喜 他却痛苦地嚎叫着 我的手 如果你没有那种能力 就不要模仿别人搞偷袭 看我的 断女子孙高抬腿 恶鬼的身体 一瞬间分裂成两半 看着受伤的身体 他开始怀疑鬼神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人类啊 他的一生摔倒在地 鲜血也在流淌 他的身体在颤抖 渐渐昏了过去 血沿着斜坡流到房间外 被门外的保安诏书看到 今天的速度还蛮快的 看来可以进去收尸了 经过一番鞭打和戏弄 破跪而出的恶鬼 也差不多几几个 没想到 流出来的血 引起了保安诏书的注意 突然我听到门外开锁的声音 保安诏书打开门走了进来 我一听到声音立刻躲了起来 同时还吐槽着他 我躲在暗处静静静静静 既然你喜欢堂王补偿 黄雀在乎 那就让我看看 我们谁是黄雀 诏书缓慢自信地走进来 仔细一看这才发现 躺在血泊中的 不是我和红子 反而是自己的搭档 两人不会是好搭档 刚刚苏醒 就开始颤抖着提醒保安语赵书 他抬起颤抖的手 指着赵书 赵书对他的举动 既感动了又不停 这时 我已经悄悄出现在赵书的声音 他的意思是 叫你想起后 突如其来的声音 将赵书下出一身冷汗 肉灵狮化身的刀 锋利无比 一击就劈开了赵书的脑袋 我挖出刀 却惊奇地看到他的头 不见缝合在一起 我这才意识到 眼前的保安诏书 可不是一般的恶鬼 而且没有受到系统击杀提示 我也就意识到了 情况的严重性 反过神的赵书 反手一拳打在我腰上 哼一声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这下手可真狠啊 屁股都快肿了 赵书乘胜追击 就想为自己搭档报仇 你给我去死吧 我立刻反抗 挥一刀砍向他攻击的手 他的手被刀划伤后 开始衰衰变形 他强忍着疼痛 用手一把捂住了我的嘴 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也许 擅闯别墅 立即处死 见情况无意 我立即动用了 赢将军的神通 你什么觉得 首先将他的手掌捞碎 然后他的嘴条手臂也消失 最终 汤虎啸贯穿了他的脑袋 脑将进的到处都是 丁 系统提示保安鬼 半步立鬼 死亡 看着面板上的鬼气数值 真是吉利 9888 为什么不再吉利点呢 处理完保安鬼后 顺带一刀送衣柜鬼 领盒饭 心想着鬼气值可以超过一万 结果却万万没想到呀 这明白着 就是要气死人啊 9999 就差一点鬼气都不肯给啊 前一秒 这个男人还在与恶鬼搏斗 下一秒 他就已经开始手舞舞了 成功解决了衣柜鬼和保安鬼 鬼知道这个系统 是不是在乱我 鬼气值居然卡在了9999 就差那么一点就破万了 我处理口当之后 就招呼着红姐出来 不用再躲了 可当我回头的时候 却发现 躲藏起来的红姐 已经不见了东西 然后 我开始急忙环视房间 来到二楼 我却惊讶地发现 红姐已经跑到了屋外 还在那里手舞足蹈 我立即跑到阳台上 从二楼跳下来 开始询问红姐 却没有任何一丝回忆 于是一同一开 就发现 红姐已经被鬼气缠身 那操控性的鬼气 如同傀伪一般 不断地向着另一面 我去 这不是艾卡的意思吗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小飞子 不过这确实有点吓人 这是跳的什么舞蹈 不过我喜欢 就让我陪你好好玩玩吧 然后 我也开始跳舞 跳舞 随意地跳舞 红姐虽然被控制了 但她也察觉到了我无对地 红姐紧张得满头大汗 小陈小陈 你也被控制了吗 而且 你看起来比我还惨 因为表演必须要真实一点 所以我伸出舌头 左右摆动两根手指 肆意地摇晃身体 我们两个人 慢慢靠近跳舞 可是她却清楚地记得自己 只控制了一个体 而现在被操控的 居然是两个人 没想到我的一番举动 还真迷惑了她 让她以为自己 遇到了知音 她开始挥手招呼 好了好了 快到我这里来 让我好好看看你 她看着我们两个人 越来越近 开始猥琐地笑了起来 眼见她双手抬起 脸色顿时阴沉下 舞蹈的高潮即将到来 红姐随着跳舞鬼的动作 举起双手 然后在跳舞鬼的控制下 用力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红姐拼尽全力 发出沙哑的声 不要 啊 对 就是这样 捏 快用力捏 我悄悄跑到她身后 猛的一用力掐住她的脖子 她的叫声和惨叫机 一模一样 她迅速挣脱我的双手 这不是你说的 要狠狠捏吗 我只是按你说的在做 卖弄身姿跳舞 成功迷惑 惨叫跳舞鬼 在红姐生死一线的情况下 出手掐住跳舞鬼的脖梗 就听着一声声鸡叫 我也没做错 只是按照你说的做 不是让你掐自己啊 你干嘛掐我 她又掐住自己脖子 示范给我看 就像我这样掐自己 我一把又掐住了她的脖子 对啊 是这样 我没弄错啊 收到系统局势 没想到她 还在心里骂我是智障 因为我用力掐住脖子的原因 她身体不停颤抖 好像呼吸不上了 她忍不住握紧拳头 就要开始揍我 去你 手不够长 还敢擦脖子 看我打爆你的狗头 被疯狂暴击的身体 朝后远去 好在刚刚使用的霸腰体 没有轻轻 不然刚刚可有苦头吃了 回过身子 微笑地对她说了最后一遍 谢谢你 我今天玩得很开心 咱们下辈子带一起跳舞吧 随后掐住脖子的双手 继续发了 哼一声 她的脑子就像气球一样 瞬间爆炸 脑浆溅得到处都是 眼看着跳舞鬼倒地 都渐渐化成一推白 我叹了口气 唉 现在的鬼气 是越来越难转了 真是让人头疼啊 跳舞鬼消灭 红姐的操控 也迎来了解释 她摊坐在地上 看着我那无厉害的背影 小陈真的太厉害了 看来我们这一家人 真的有救了 然后我搀扶起红姐 就开始继续寻找 其他鬼祟的身影 突然走到一幢房子前 鲜红的血气 从屋内不断向外飘来 我仔细闻着血腥味来分辨 这是人血的胃味 男人女人的血 惨杂在一体的胃围 还有星星 忽然我冷汗直冒 里面还有一个被吊死的 红姐也表示她 小陈 这你也能闻出来 你这鼻子也太厉害了吧 这跟鼻子什么事啊 这句话说出来 红姐都一脸梦了 我用手指向了二楼 你看 那个吊死的不就在那吗 尸体附近 不断有苍蝇的环绕着 好像死了有段时间 但她的嘴却突然张开 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经过一番无耻的戏 被吊死 就是被胖揍了一遍 最终捏爆了她的鸡头 送她里面盒饭 我和红姐发现了 不远处上吊自尽的尸体 于是我们进屋内查看 红姐害怕地跟在身后 我仔细研究了一番尸体 一般来说 吊死的人都会把盒头吐出来 但她没有 这很不正常 说不定很快就要事变了 突然她的手有了反应 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急忙出声 想要告诉红姐 结果我一回头 就看到红姐准身就跑 没想到 红姐直接跑了出去 把我彻底惊呆了 她似乎误过了 我一时无语 红姐 你跑出去干嘛 我是想让你把门关上了 红姐的脸上都冒出了 啊 小春 你想干嘛 我扭头就望向那句教师 疯狂地笑了起来 这可是鬼气啊 又有鬼气了 突然红姐一拳头 就打在我的脑瓜上 我顿时问我 你傻笑什么呢 难道被吓傻了吗 随后红姐转过头 拉着我就往外面跑 如果这是一个陷阱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我冷静下来 觉得红姐说得对 我确实有点不忙 这一动静 引起了屋内庸人的动静 我们两个人躲在楼梯下 庸人大妈颤抖下了楼梯 突如其来的声音 吓得大妈出了一声哭 楼下是谁 谁在屋里跑来跑去 快点出来 红姐也认出了庸人的声音 这是大哥家的庸人流妈 红姐也不敢出去相见 就低声地询问我她 是不是滚 我直接回复了红姐不是 红姐听到不是滚 立刻从楼梯下出来 刘妈 是我 小红 庸人流妈被突然出现了红姐 吓得惊慌失痛 啊 原来是小姐回来了 你刚刚差点让我心脏病发作 刘妈哭哭气气地说着 红姐也无奈地看着眼睛的刘妈 平复心情后 刘妈就说 要带着我们俩上楼躲步 外面有危险 刘妈 刚刚我在楼上看到有人吊死 这是又发生了什么事吗 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 老太爷都让我们待在屋子里锁吼 具体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进入现场观察吊尸状况 发现异样被红姐拉去躲藏 红姐分辨声音 得知是进入了自己大哥的屋内 刘妈领着我们就往楼上走 途中 她也将昨晚山庄里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昨晚你哥姑公子刚刚出门 还不忘让我们把门都锁吼 没一会我就听见了楼下 传来惨叫我 我与其他佣人和你的侄女 都具体在大厅查看情况 只见小李已经疯疯癫癫 就跟变了一个人似 嘴里鼻咕着鬼 有鬼 只见一个和小李关系很好的佣人 朝他走过来 小李 你这是怎么了 别吓我 结果封天的小李 忽然一鼓吊咬在佣人的脖子上 小李用力咀咬下 佣人也身死血液 我和小姐为了保命 疯狂逃跑 最后 我和男小姐也走上 我没办法 只好用绳子捆 在别人的帮助下 把他吊起来 就是你在大厅看到的那种 小姐 你还是快去找老太爷吧 听说那里有好几个 能屈鞋的高手 我一听到就来气 还怂恿红姐 去找其他高人 你这个老太太 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吧 红姐也是出于 担心自己侄女 拿出手机 就开始拨打着她的音 只听一直嘟嘟嘟 我们也注意到了 手机的声音 是从楼上传来的 紧接着无人接听 手机也自动挂住了通话 红姐抱着一丝希望 就朝楼上走去 想要去找自己的侄女 听到电话铃声的响起 楼下的吊尸 居然有了反应 全身颤抖起来 红姐一边寻找 一边不停地 拨打着侄女小男的电话 刘妈也紧随其后 叮嘱红姐小心 突然红姐惊慌失措地 捂住了躲 被眼前的一幕吓到来 只见两个庸人 疯疯癫癫地躺在地上 身体不断颤抖 他们两个就像丧尸一样 啊呜啊呜地嘀咕 两人的脖子上 都有一处眼 刘妈忽然开口提醒孙子 此时的红姐 已经被吓得满头大汗 他们都是 被小李咬过的庸人 只要不发出声音 他们就不会攻击 就这样 红姐和刘妈 偷偷摸摸地从旁边走过 也没有惊动那两个庸人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 走到他们面前 就是想验证一下 这句话的真实性 从刘妈的讲述中 得知别墅的现状后 红姐急急忙忙前去寻找植女小 故意被小李咬伤 变异的庸人 刘妈说 只要不出声 就不会惊动他们 于是 红姐和刘妈 就偷偷摸摸摸溜了过去 我对此很疑惑 就去整他们做了实验 习惯性的竖起终止 毕竟这是国际 表达友好的通用方式 果然如刘妈所说 只要不出声 就不会攻击他们 红姐行走的步伐很快 刘妈也急急忙忙 腿脚不变 亮亮呛呛地 跟在红姐后面 她的腿脚不好 引起了我的故意 只见刘妈亮呛的脚上 也有一个咬嘴 说明她不小心也被感染 此时的小男 害怕地躲在床边 望着我弯 突然门打开 一道人影的出现 把她吓得尖叫起来 受到惊吓 眼泪不断地在脸颊上流淌 你不要过来啊 红姐走近 就安慰受到惊吓的小男 但小男还是吓得浑身发泵 小男更加害怕 用手指着红姐背后 提醒着她背后有脏感情 红姐回头一看 顿时吓出一心 刘妈她已经变异 嘴里长出了两颗獠牙 并将自己视为了猎物 红姐也疑惑地问我 小辰 你不是说 刘妈妈不是鬼吗 我也表示很难 因为自己的失误 差点害了红姐 刚刚的确不是 但现在是了 准确地说 我们第一次见到她时 她就被咬了 但随后她开始变异 直到现在才变成僵尸 刹那间 我一口咬住了刘妈的肩膀 吓得她慌了 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笑嘻嘻的 她受到惊吓 直接躺在地上 你在搞什么鬼啊 你是属狗的吗 连僵尸都敢咬啊 红姐立即紧张地问我 小辰 你用嘴咬了僵尸 没事吧 我随即起了坏心意 想下红嘴 嘴里嘀嘀咕咕 红姐见状也慌了 脸上都冒出了汗 身体颤抖 关节扎吱作响 身体也渐渐显入出绿色 我好像也要变异了 啊 我的嘴巴 不 我去 这是直接变成了 弯豆射手啊 僵尸克星了 别有用心地捉弄 变成僵尸的刘妈 耍坏心眼 吓唬红姐 最终化身僵尸克星 弯豆射手 看我的 笑 元气大 这一发 直接就冻穿了她的身体 可是却没有消灭她 真没想到 刘妈你的身体挺结实 她这 减减 刘妈的刘妈的攻击 红姐还担心起了 变成僵尸的刘妈 刘妈 刘妈痛苦地哀嚎着 身体已经被我打得千疮百分 随着刘妈倒地 我解除了变化 哼 这她要是受得了 那我岂不是很丢人 当我走到她们面前时 就看到小南 露出惊恐的表情 依然沉浸在恐惧之中 我于是 就想捉弄她一拍 哇哇哇 我是僵尸 别跑 我就咬你一口 小南立刻尖叫起来 还是红姐了解我 立即安慰躲她在身后的手 小南 别怕 这是红姨 请来的江大师 专门保护我们的安全 你 你真的是驱鬼师吗 那当然 不假包化 而且我很正经 除非你变成鬼 否则我是不会伤害你 我突然察觉到 门外不断哒哒哒的声音传来 没想到刚才的打动声太大 居然惊动了刚才 左脑里的僵尸 我去 没想到楼下的吊死鬼 也混了自己 早知道会是这样 刚刚我就不该用 虎啸元旗加特林的 我爱着矫健的步伐 就朝僵尸冲去 想了想 反正都来了 解决他们也是顺大的事情 一记手刃 就斩杀了一个小卡拉 一记扫腿 又解决一个小卡拉 可是第二记手刃 想砍掉死鬼 却扑了个空 他一个跳跃就走开了 没想到我却被他抓住了 绳子呼一下 就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他阴险地笑着 一把就把我拽到面前 疯狂地就开始咬我 试图将我缝化 好在霸腰体没有撤销 他一口咬在手上 并没有刺破 扎入皮肤 看着锋利的牙齿 我惊出一身冷汗 还好他咬不穿 不然我就要栽在这里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我一旦乱动手 很有可能就会被划伤感染 即使现在有霸腰体 但被咬破一点就麻烦 只见我的手掌 开始聚集围凭之地 本来还想全部都物理毁灭 但你还是有点棘手的 最终一击掌心雷 送吊死鬼归西 去地府领了份盒饭 一番操作吓唬小男 不料却引来其他僵尸 和吊死鬼 一招掌心雷 成功送走吊死鬼 随着吊死鬼投入落地 意味着屋内已经清理安静 然后我转身就招呼着 弘解他俩 准备继续出发 没想到他俩 离着我老远老远 生怕我被咬后 变异成僵尸 你们别担心了 我们要勇敢面对恐惧 这样才会有什么希望 我的发言 我从不太希望 嗯 我们要学会坚强 小男也对我产生了幸运 虽然不是很懂 但是感觉好厉害 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让人放心的大哥哥 我突然忍不住 啪啪啪笑声 那个信息 继续直 又蹭蹭上涨 一时间就能忍住 冷静下来后 我就开始询问一下 小男 你爸爸呢 明知道外面有危险 他还跑出去吗 他也知道其中的危险 但是二伯请来的驱魔高人 傍晚却突然失踪了 大人们好像都要过去商量对策 那么现在你爸爸 他们都在你爷爷那里了 随后扭头就朝外面走去 小男还很疑惑 这是要去干嘛 我们现在出发去找你吧 顺便去那看看 有没有鬼祟可以清理 等我过去看看 我相信所有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了 突然没多久 突然听到旁边的草地上 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我随即捡起了地上的一块石头 修一下 就往草丛里面丢去 去你的 我们摸索进草丛一看 居然惊奇地发现一个穿着旗袍 扎着丸子头的妹子 躺在那里 小男一眼就认出了那人 他就是受邀来驱魔 却离弃失踪的高人 他现在被你砸死了 这可怎么办 仔细一看 他身上却散发着 鸣鸣的轨迹 这你可别乱说 你看着那个拿着铁锹 在缠腿的了吗 应该是那个家伙打的 你们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过去看看 他一边挖着泥巴 嘴里还不断哼着小曲 突然我的出现打断了一切 他惊慌地回头 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我很自来熟 看着两个坑就问他 你这只埋一个人 干嘛挖两个坑 他似乎早就知道我会来 忽然就傻笑起来 瞬间一铁锹就想偷袭我 这不是因为你来了吗 出发前往红姐附近所在地 途中听到怪异 发现了离奇失踪驱魔人 走上前去 与正在挖土的家伙进行交涉 谁能想到他是个老猎 反手就拿着铁锹拍我 我轻易就格挡住了攻击 你是不是早就发现我了 这坑是特意给我挖的吗 可是你实力太弱了 还不配 这点小通明可没有用哦 问力一拳就打了过去 以为可以收工了 我很疑惑 因为没有系统提示 于是我环顾四周开始循环 被打伤的奇人妹子 突然醒了过来 同时大声呼唤 我也惊奇地看着她 她突然就着急忙慌地提醒着 小心上面啊 听到提示 我突然意识到她 就在我的头顶上 又想偷袭我 我连忙掏出了肉灵芝 根本来不及躲 只能硬着头皮打 肉灵芝一个整活 刺穿了她的身躯 身躯又随之潇洒 可是她好像很享受这种感觉 嬉戏地笑着 看见攻击又一次无效 我彻底慌了 这是什么妖术 我没时间思考 直接使用一瞳照射 妖童琐事 鬼祟险形 红光照在她身上 仿佛烈日灼烧 她疼得熬熬嘴 可是她的身躯 却一分为二 放化出另一个分身 同时取笑我 一点都不痛 我都是装的 我去 老子妖童都无效了 这是什么鬼玩意 哼 管她那么多 再砍两刀试试就知道了 突然那个奇人妹子 喊住了我 你不要这么鲁莽地去砍她 你这样做 只会让她无限分裂下去 我刚才也是这么鲁莽 所以被这一群分裂的鬼 给打到历劫的 哦 两个之后 她还能再分裂 对 真的很可怕 你不要鲁莽啊 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我好像嗅到了身材质 这不就是一个妥妥的刷分工具吗 这么大一个bud 要好好利用啊 话不多说 直接拿着肉灵芝 就往平通 疯狂地砍向她的身躯 她的身躯再次消散 快快快 再多分裂几个出来 鬼气 鬼气 快丢鬼气 源源不断的鬼气 突然系统提示 她居然还在骂我 啊 我辛苦了这么久 你才给我九点鬼气 听妹子讲述 这是个可以无限分裂的鬼 我以为是老天爷开了眼 给了我一个报复的机会 谁曾想 辛苦半天入不敷出 才给了九点鬼气啊 她似乎好像有自己的行走 以为我是想找法子对吧 自作聪明的她 不停地将分散出的风声 吸收归位 眼界没了刷分力气 我就把情绪发泄在了妹子身上 你不是说 她会分裂成好多个的吗 你这是妥妥的欺骗 果然好看的女人 都会骗人啊 妹子也不知道该怎么回事 干大的一只阿巴阿巴 眼看计划落空 我痛哭流涕地喊着 骗子 都是骗子 欺骗我的感情 全都是假的 我转念就要把怒气撒上来 没有鬼气了 没有了 我现在要取问你的狗命 来赔偿我的损失 拿出肉灵芝 就利用掌心雷 大大大 再变大点 越大越好 掌心雷不断地充能下 肉灵芝不断成长为 炼狱破一剑 人身散发的 肉灵芝吃饱了吧 那咱们准备干活吧 举起大宝剑 跳跃劈斩而去 这一刻的雷霆之力 仿佛照亮了天空 我已经尝过你的铲子了 现在就让你也尝尝我的大宝剑吧 他立刻惊慌失措 惊喜地看着巨剑 根本来不及 巨大的冲击之下 他已无法站立 艰难地抵抗 巨大冲击之下 突然发出了咔嚓的声音 仔细一看 却是突然出现了一块玻璃 在冲击下 无断产生力 最终 玻璃抵抗不住崩裂开 露出了藏在玻璃下面的魂 我一直认出了他 他就是 差点害死我 红角的魂 玻璃还没完全破碎 他就化作一道滚器 逃了出去 他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根本无法信心 我继续归武大宝殿 朝他砸去 他也本能地后退 肉灵芝砸在地上 发出巨大的声响 同时 肉灵芝巨大的眼睛 一直注视着他 你已经耍了我两次 你觉得我这次还会放过你吗 他被打得浑身是血 还很不服气 以为拿了把大刀 很了不起吗 随手捡起地上破碎的玻璃 想顾忌虫师 将我拉入尽致空间 这一次我 没有再给他机会 直接挥舞大宝剑 就把他砸进地里 雷电充能化身炼狱 破雷电 从根引入镜中恶鬼 他还想再次将我引入镜中 直接我没给他机会试着 直接就开始揍了 去你的静止空间了 叫你骗我鬼气 让你要挖坑买我了 他遍体鳞伤哭泣的哀求 我别打 你别想我心思手软 让你想要害我亲爱的红简 叮 系统提示 你击杀 没想到 居然是个挖坑鬼 我还以为是个静鬼嘞 拿起大宝剑 他的尸子 马上就化成了一堆牌 杀了他 他还难以缓解我悲伤的情绪 又上前补了一架 去你的 打了这么久 这一千点诡气都没有 呸 我随即收起了肉灵芝 奇人妹子看到我消灭了恶果 就扣了什么 安顿好肉灵芝 事后多奖力地标记给他 随之 我转身 就开始询问妹子 你爹 什么地大伙 他扭扭捏捏地说着 我 也是个奇人 那你稍等一下 我用地府APP核实一下 哟 没想到这个妹子名字还挺好听 等级还是个地家 但属于闲散奇人 信息量太少了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我还是需要进一步确认一下 在妹子无力抵抗下 变态地在身上摸索 你 你干嘛 不要啊 好羞耻 你好变态啊 不要乱摸啊 没有鬼气产生确认安全 系统都看不下去 吐槽我吃别人豆腐 当当抱歉呀 我为了安全起见 不得不这样 他羞涩地红着脸骂着我 哼 臭不要脸 大变态 随后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歇息 忙活半天累死 你逼我先来 你对山庄里的情况了解多少 提到山庄 他就开始全身颤护 惊慌害怕 不知道怎么开口 现在我们所处的山庄 就像一个羊圈 我们所有人 都是等待被宰的羔羊 我很疑惑 带宰的羔羊 被谁宰啊 在哪在哪 真的我没骗你 他颤抖地说出了 这个山庄里的大boss 这里有一个正在哺乳血衣的顶级利鬼 一番调戏 吃了奇人妹子的豆腐 还从他口中得知 山庄内有一只顶级利鬼 此时 顾家仅有的当家人 都聚集在一起 文质彬彬的大哥 一副脾相的二哥 以及火辣粗暴的三姐 大哥焦急地说着 咱们找来的驱鬼师 已经失踪两个小时了 这有点急手 三姐也不知道如何运动 那要不再打电话给樱桃 二哥一脸无奈 他们一来 那鬼就立马躲了起来 机灵狠 而且 樱桃保护得了我们一时 但也保护不了我们一世 三姐俯身 就把气撒在了父亲身上 都怪爸要去挖什么组分 搞得现在害死这么多人 我女儿也因为她 年纪这么小就离开我 二哥直接嘲讽三姐 三妹 你别什么都怪爸 你女儿会死 也许是对你 做了太多坏事的惩罚了 三姐听到二哥 这样咒骂她 直接气炸了 有种你再说一遍 信不信我和你拼了 沉着冷静的大哥 立即省钱劝说 打中 我们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 关键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知道了知道了 我现在联系一下 道上的子的朋友 请他们过来帮忙 二哥 你这是又想找人 跟你合伙 骗爸的钱吧 二哥听后也很神奇 三妹 你是不是没完了 行了老二 三妹可能也是太害怕 很多人因为这件事死了 我不希望我们兄弟姐妹之间 再出现任何意外 所以 你这次最好给我联系 几个靠谱的了 放心吧大哥 这次 我真不为坑爸的钱 我还得保住自己的小命呢 老二在客厅里拨打着电话 突然不远处 出现一个诡异的声音 金莎 你们那不是 有个特写性的白毛吗 叫过来叫我用两天 老二打电话太过于不误 以至于都没发现 背后有一只邪恶的手 打个电话都被打扰 老二瞬间上了脾气 甩开了那只手 烦不烦 没看见老子在忙正事吗 当他转头仔细一看时 他彻底惊慌了 那道身影 正是这山庄里的底级利鬼 他挺着大肚子 脸上爬满了蛆虫 老二吓得尖叫 手忙脚乱地推开门 最后一头再来进去 经过一番聚集商讨对策后 二哥跑到大厅 就拨打电话 开始摇人 结果就遇见了 现身的顶级利鬼 二哥尖叫的 一个跟头就栽了进去 三姐看到面前鲁莽的二哥 立刻就发脾气了 这么毛手毛脚的 吓着吧怎么办 只见二哥受到惊吓 害怕了 是他 他又来了 随即二哥起身 把门带上 就打上了 快 快去拿凳子 三人都非常惊慌 开始搬着屋内能弄东西 回答 三人紧张忙慌地搬弄 躺在床上的父亲 此时似乎有了反应 父亲缓慢地睁开眼睛 身体不停地颤抖 忽然父亲的眼里 涌出了泪水 似乎是回想起了 祖宗诡异的祖宗 还有那天牵粉 所发生的怪事 猛地就坐了起来 整个人都近乎跟溃 想到祖宗之事 还汗流一下 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 此时的顶级厉鬼 已经悄然来到了门外 厉鬼立即一掌 就向门打去 眼瞅着纹丝不动 又蓄力一掌打去 纹被巨大的力量 一岁是四个人 兄妹三人 惊恐地看着眼前 发生了一切 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烟尘渐渐散去 厉鬼已然树立在眉口 与此同时 我们四人也来到了房子外 从外面看 整个房子 已经被浓浓的骨气包裹 红姐和小楠 似乎也察觉出来了 因为房子里的鬼气太重了 他们也感觉很不舒服 一旁的韩月突然开口 经过我这两天观察 我百分百确定 那女鬼至少是你极力不 一听又有鬼气转 我瞬间亢奋 咱们准备冲 韩月突然就冲到前面 拦住了我 你不要冲动 先冷静一下 显然韩月并不知道 我真正的事 居然认为我只是一个C级 我们打不过先撤吧 等待樱桃来支援 我这都到门口了 你不让我进去看看 我的正义感无处安放了 我不理会 扭头就朝房子走去 他还在劝说我 让我不要去送死等待支援 哼 还叫支援 他们要是来了 我上哪传鬼气去 我随即掏出宝贝肉灵芝 走吧 肉灵芝 我们准备干活了 前往支援却发现 房子已经被磅礴的鬼气所包裹 随即我拿出大宝剑 就准备冲进去 突然好像听到 车轮子滚送的声音 结果下一秒 二楼的玻璃就碎了 见得到处都是 突然离奇地发现 天空中飞着一张医疗床 我整个人都惊叹了 本能的后退 只见病床 轰一声杂落在地上 因此 顾家三胸梦也一起掉下 看着他们拿自己库庭 当肉盾 我不禁就开始吐槽 你们三个人 真是大孝子 得亏你们父亲命运 大哥气喘吁吁的几十分 我们能逃出来就不错了 面对那边鬼 我们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对啊 太险了 差点以为就要交代在里面了 得亏二哥集中生智 推着霸装开窗 这才逃得出来 突然立鬼传出鼓励的吊声 直接把他们三个下了尸了谁 随即 他们三个推着父亲就开跑 我真是无语了 溜得是真快 我猛的一跃 就朝二楼冲去 平稳地落在了阳台的栏杆上 我也成功见到了 韩岳口中讲述的庄园屠代者 毕竟是只厉鬼 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奇怪的结果 我时刻保持点击着 他也很疑惑 为什么会有人来送送 面对这个厉鬼 我都萌生出了一种变态的想法 想着调戏他 看能不能多获得灵魂的气 他突然就像一只饥饿的老虎一样 仿佛看到了猎物 像我扑了鬼 为了试探他的实力 我果断先使用摩阴鼓 本想用一根手指头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选择了三根手指 敲击鼓面 摩阴鼓的鼓声一出 立刻就产生了效果 没想到连顶级力鬼都能定住 我走到他跟前仔细观察 肆无忌惮地挑逗他 来啊 有本事你打我呀 你怎么不动呀 既然你动不了 那就换我来打你了 我随即挥舞着大宝剑 在他挺着的大肚子上 狠狠地来了一刀 谁能想到 这顶级鬼的防御力竟然如此惊人 一刀下去 仅仅只是流了一点血 开了一个小口 这一刀之后 摩阴鼓的定身效果也消失了 我直接就把锅甩给了肉灵芝 在我微反应过来之际 就瞬间被他一掌轰 利用摩阴鼓定身顶级力鬼 我拿出大宝剑 就开始砍他 一刀下去 简直就是再给他刮杀 结果反手就被他抖 经过一个反 仅仅挨了一掌 鲜血就已经从口中溢出 幸亏有霸妖体 不然真就在这了 他一点喘息的机会也不给 立刻又向我发起了进攻 好在韩月的突然出现 帮我抵挡了攻击 那个谁 你没事吧 嗯 还好 没什么大碍 韩月看着有点狼狈的我 开始惊慌 C级强者都被他一击秒杀 看来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 眼看好事被破坏 厉鬼瞬间气急败败 在脸上揉搓着 拽下一颗驱虫 把玩着手里的驱虫 还调砍了韩月 实力又菜 还喜欢换神社 突然手中的驱虫 像子弹一样弹射出去 驱虫直接击中了韩月 快速的冲击 直接是他整个人倒飞出去 看着一瞬被击飞的韩月 我甚至都有点开始 怀疑他的实力 眼见韩月躺在地上 不省人事 厉鬼就开始调侃我 认为我也和他一样 不堪一击 好像被你小看了 不过 你有点太自信了吧 厉鬼和他那肚子里的小怪物 被这一声吼 吓得浑身颤 他立刻就安抒肚子里的小怪物 但是心中发凉 感觉眼前这人 不是个擅长 顾忌虫师 又在脸上拽下了一条蛆虫 他明显是想要几块解决我 只见那条蛆虫 在他的控制下 不断膨胀成一个小怪物 然后用力就向我抛来 给你个惊喜 酸师 爆僵球 我也不墨迹 立刻拿出了二星画腰卡 心想着 这次终于遇到敌手了 可以试试二星画腰卡 画腰 估直弓 力量不断充斥着周身 周围的树木不断向我靠拢 依附于表皮 手掌小臂也木画完成 小腿也被不断缠绕保护 画腰完成 体内残余的大自然力量 也疯狂一出 丁 系统提示随机抽取到神通 小橙控木术 面对迎面袭来的怪东西 手掌一张就化身出许多藤蔓 藤蔓迅速缠绕 将其包裹 猛的一用力 尸球瞬间爆裂 含有腐蚀性的酸液 也四处飞溅 显然这对我造成不了眼伤害 然后我就嘲讽他 就这 你这也不行呀 使用画腰卡 成功画腰部直弓 捏爆他的酸石球 就开始嘲讽利谷 他也是个暴脾气 瞬间又朝我发起进攻 这一招用力地打在了木画的双臂上 没想到木画的手臂这么结实 仅仅只留下来一点疤 运转着身体的力量 开始左手 那么现在轮到我 力量充斥着 横慢开始缠绕 将左手包裹其中 左手直接膨胀成一个巨大的拳头 就直接朝着厉鬼打去 尝尝绿色的祝福吧 厉鬼一脸错愕地看着巨大的拳头 出现在头里 伴随着巨大的响声 成功击击力 眼看突如其来的一击 依然被他抵挡下 我即刻就控制大拳头 旋转起来的迷惑 他也一脸疑惑地发抗声 可想而止 就是他中了圈套 直接被大拳头通飞出此 天雾散去 伴随着咳嗽声 他还一边清理着碍事的树 寻着破坏的痕迹 终于找到了他 他很疑惑 为什么我会突然变强 他又拽下了两根蛆虫 放于阻挤 可是这次的 好像不太一样 手掌的两条蛆虫 在他的驱使下 自然变成了一把双刃 迅速地挥舞着双刃 朝我砍来 呦呦呦 砍得倒是挺快的 不过并没有用哦 他突然感觉不太对劲 胸膛好像被击穿了 好在他放松了警惕 不然这一刀就要劈在我头上 因为我控制着藤蔓 在他背后偷袭 直接击穿了他的胸膛 将他挂了起来 就捏感和大自然的力量 不然悬掉在空中的力量 不停太多 疼痛得很高 巨大的力量 从他密密麻麻横线的肚皮上 刺射出来 不然喷一声 张开了一个口子 一颗硕大的眼睛 好奇地往着外面 肚皮的开缝 也伴随着许多的失业 这失业直接就给我洗了的头 从头掉到尾 附近的草木被失业碰到 瞬间枯萎失去活力 我立刻就联想到了 他肚子里的可能是汗拔 他顾不着疼痛 就安抚肚子里的汗拔 乖 再等等 给你再长大点 就可以出来了 汗拔出事必定不是一场灾难 必须要让他死在腹中 随着利鬼大肚子的撑开 皮肚的失业不断喷出 被失业沾染的草木 瞬间枯萎 于是我浮想到了 汗拔干旱无草的景象 如果他肚子哺乳的真是汗拔 那必须让他死在腹胎之中 只要汗拔出事 就是你们的死期 所以为了保护汗拔 我什么都愿意做 随间他面部的驱疼 不断缩回溶入脸庞 他突然就露出了阴险的微笑 下一秒 鲜血就从他的口中流出 滴落在藤蔓上 藤蔓居然被渐渐腐蚀殆尽 伤口处也在不断愿远 醒来后的韩月 看见了这音乐 利已慌 利鬼正在蜕变进口 利鬼为了保护汗拔 不惜陷阱自己 强行突破 我也察觉到了 他好像跟刚才不太一样了 下一秒 他瞬间爆发 静止向我冲撞 显然这一次 他的实力提升了不断 我的妖童 勉强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释放技能铁吉里 虎妹的藤蔓 瞬间刺穿地面 击成第一次陷阱 这点藤蔓 直接被他轻松击穿 静止向我冲撞 当他触碰我的那一刻 他以为这一次 他终于可以杀了我 幸好我及时控制藤蔓 变成了胸甲 保护住了自己的胸口 刹那间 他勃然大怒 一掌将我击退 两只手直接化作手刃 向我袭来 他一瞬出现在眼睛 我也在准备一个机会 一个旋风腿 直接踢在了他的大肚子上 使他短暂凌空 立即发动技能 控制树 刹那间地面炸开 一根藤蔓 飞速生成刺小塔 反而把他顶得更高 我双手比心 瞄准着目标 掌心开始聚集地 乖乖成了三层肥料吧 一个巨大的能量球 脱手而出 就朝力气冲去 他反而一手刃 轻风就打住了能量球 用力一甩 就使能量球偏离了口道 他此时已经为了 上气不接下气了 还不往嘲笑我 结果下一刻 又是熟悉的老套路了 他的胸口 再次被藤蔓刺穿 半旋在空中 果然都说一韵傻三年 这句话一点毛病没有 同样的招数 你能栽两个跟头 不过这次就没那么温柔了 空墨 车链 一脉瞬间向四面八方 暴视而出 直接将他的身体撕裂 眼前这个厉鬼缠我身子 但又觉得我不行 下一秒 我就请他吃了一个大鞭子 一招车裂 瞬间撕碎了他的身躯 眼看厉鬼的身体被撕裂 韩月瞬间崇拜起来 你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干掉了半部血液 我喘得大气 为了对抗师妹 几乎耗尽了体力 原本躲在一旁 心惊胆战的红姐和晓蓝 一听没了 声音就非常好奇 韩月转头就告诉他们 这个好消息 有惊无险 将大事完胜 但敏锐的韩月 忽然随此不畏敬 瞬间师妹并没有被杀 身躯尽在不断恢复 仅仅只是撕裂了 我的血液分身 就这么值得高兴吗 看见师妹 我彻底无语 浪费这么多体力 结果解决的 仅仅只是一个分身 没办法 我只能拜托妹的韩月 韩月 快 赶紧把他们带走 我电后 那我们走了 你怎么办 你还有力气逃跑吗 这不用你们管 师妹闻言也笑了出来 这样可就没人 帮你收尸了 在击杀进鬼后 鬼气值正好达到标准 我就顺带给系统 升了个急 刚好现在系统升级完成 没想到系统升级 还给了奖励 现在要不要吃 吃啊 必须吃 这奖励 简直是天助我眼 师妹也一连忙 吃 你要吃什么 难道你是让我吃你吗 没想到你这么大方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他可开了花 志在必得的 就向我扑来 服用运灵丹 我的体力瞬间恢复了 结实一拳 就打在了师妹的大度上 光是这一拳 就将它轰飞了树米语 力量回来了 我觉得我还可以分你再战三百回合 师妹的心情 瞬间跌落骨子 你怎么会突然又变厉害了 终极 凤 木 树 出来吧 森林巨人 一个由树木融合 不断变大的独眼巨人出现在师妹一家 巨大化完成 整个有七八层楼那么高 师妹惊慌地看着眼前的森林巨人不知所措 你这人咋不讲武德呀 我跳到森林巨人身上就开始戏弄他 那个谁 你要不自杀得了 我觉得你没胜算了 似乎是距离太远 他也没听清 一脸疑惑 我也不管 控制巨人一拳 就朝他打去 你要遭老罪了 服用运灵丹召唤森林巨人 师妹看着眼前的巨人手足无措 既然你不自杀 那就要遭老罪了 控制着巨人一拳朝他洗去 他和静鬼遭遇疑 都被深深地打紧泥 管他三七二十一 直接送他一口水 江大师 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不知道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女鬼真可 操控森林巨人 不断费剧 这请你收下 这最后来自森林的剧 一股巨大的力量 从眼中爆发出去 三兄妹推着副挺 居然躲了 青眼看着巨人 无论是否激光 爸 要不咱们搬家吧 丁 师妹 半部血衣 死亡 鬼气 加999 严纯散去 师妹的尸体 依旧躺于其中 并没有直接消散 这意味着 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连忙从巨人上跳下 笑嘻嘻的 就准备击杀汉拔 手刃刚伸出去 就被一只小而有力的小手抓住 还没来得及思考 我就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迅速退后 身体闪躲 避免发生意外 结果下一刻 师妹的肚子就炸开了 鲜血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该死啊 还是让他出来了 汉拔这个毒眼的小怪物 扒开肚皮 就爬了出来 眼看着汉拔一出声 就释放出磅礴的轨迹 我想也没想 直接使唤森林巨人 快 干掉他 因为身体太大 行动缓慢 我只能尽力控制他 显然被汉拔直接死胎 一拳下去 汉拔小手一挥 就打在了巨人的手上 巨大的力量 一条直线标射出去 直接洞穿了巨人的脑袋 这轻轻一挥 就直接让森林巨人 瞬间枯萎了 这可怎么办 而且我现在的花妖 完全被克制了 这么轻松就秒杀了巨人 眼前这个小汉拔绝对达到了血液截 看来只能偷袭了 我爆发全速准备偷袭了 结果我的速度 就像一只乌龟在他的眼睛里爬行 他扭头就看向我 瞬间暴飞 静止向我冲来 我意识到 现在的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即刻换出系统 抽取三星化妖卡 随着老虎机转动开始抽 没想到 系统还嬉笑着调查 并 恭喜获得三星化妖卡 神体怪 目睹汉拔 开膛 破肚而出 一番交手 深知自己不是对手 立刻换出系统 抽取三星化妖卡 没想到系统抽卡的时候 会自动形成一道屏障 汉拔静止地就撞在里面 真险啊 没想到抽卡期间 居然是无敌状态 这下我就可以放心了 此时熊皮怪的身影 也浮现了 我自信地拿着化妖卡 讨论他 小主张 咱们再玩会吧 不知道这不是感受到了 恐怖的妖怪 他居然颤抖着 会惊出一身眼 系统也跳出提示 没想到 刚刚那么猛烈的攻击 才将他打成重伤 我刚想使用化妖卡 才喊出低音 结果 就看见他 扭头仨子就跑 我去 这跑得也太快了吧 这也太怕死了吧 没想到 他逃跑的速度是真确 三两下就逃出了庄园 追呢 有点太危险 不追呢 有点放火归山 留下祸害 仔细思考一番后 我拿出了手机 拨打了阴桃的紧急电话 决定把这活甩给阴桃了 此时 阴桃分部内的一个接线员 注意到了 喂 是阴桃吗 我这边出现了一只汉拔 麻烦你们派人过来抓一下 接线员听到这话 顿时惊慌失措 什么 汉拔 麻烦请你告诉我们具体位置 真麻烦 具体位置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直接看我手机定位吧 不过我劝你们 行动快一点 那玩意刚出生 就已经拥有血液级别的实力 被我中伤了 什么 血液 你能为你说过的话负责吗 当然啊 这又没必要骗你 随后 接线员触摸屏幕 发出危险警报 所有部门全部想踩危险 两个队员还很难 我们突然出现血液了 是不是搞错了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江城市出现了新的血液 还请迅速做好出动准备 突然他的身后出现了一个人影 接线员一眼就认出了 来人是队长杨川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 那个鬼祟刚出生就是血液级 这又是一顿问话 把我气得火冒三丈 你们怎么这么多废话 到底来不来 现在 知道 这玩意跑哪去了 要是跑到人多的地方 我想你知道后果的 拨打阴草紧急电话 就开始摇人 告诉他们具体情况 谁知他们磨磨叽叽 接线员让我保持手机定位 他们立即赶到 杨川也得知是血液级 转头准备出发 你们通知一下特别行动组织 一定要阻止这只血液 闯进市区 我先赶过去了 刷一下就消失 随后 我挂断了电话 保持手机定位一直打开 嘿嘿 成功甩锅 我也太聪明了吧 我仔细寻找一番后 发现人都不见 就怀疑 附近还有鬼队 把他们抓走了 我匆匆忙忙 就跑到了山顶 开始仔细寻找 没想到 他们真会想着 我累死为伙打了 他们倒搞起了家庭聚会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 来到了他们 我的瞬间出现 把红姐吓人了 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我 欣喜莫慌 爸 这就是帮咱家除会的高人 多谢江大师 出手相救 你可真是我们顾家的救命恩人啊 你拿出右手鼓华掌 顾老板你懂的 咱说点其他的吧 顾老爷连忙招呼着 自己的子女回避一下 和我有事相伤 江大师 这件事不是我不想说 而是知道这件事的人 就仿佛染上了阻咒 难以逃脱 阻咒啊 是我说 我这个暗蒙血狐 一个地妻病毒 早就无所谓了 其实 我们家的祖先 并不是因为做错事 而被逐出家族的 而是因为 我们那一代是应劫之人 为了家族的延续 不得不离开 这类人总有意外的事故发生 往往一不小心 就会丢了信 那照你这么说 莫非红姐就是那应劫之人 没错 我找高人看看 只有让她远离家族 她才能有 难怪红姐会被你赶出来 那祖坟又是怎么一回事 哎 说来话长 当时家族中的两个老族长 找到我 想请小雅进祖坟应劫 否则顾家会说大事 可是我不甘心 小雅还那么年轻 还有大把的好日子没有过 怎么能让她做这种事情 于是我蹭着一祖坟那天 带了一批人 上山刨开了祖坟 想一探究竟 可当我带人进入墓穴时 眼前的一幕 让我彻底慌了身 根本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就是那个利鬼 头上贴着符咒 并被铁链捆绑在那里 眼前这个男人 为了拯救自己的女儿 不惜请人去挖了自己的祖坟 就见祖坟内 就封印着 祸害庄园的那个顶级利鬼 结果当时的我太冲动 一把就抢过了工人手上的铁锹 就想着把这个祸害给除了 就不用小雅来应激 我也没想到 铁锹打上去 没一点效果 反而不经意间 破坏了他额头上 汗补装的风 随着封印掉落 那个利鬼也在渐渐苏醒 那会我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他一苏醒 就破坏了链条 开始对我们建设屠杀 我那天也是拼了命 才逃了出来 现在每每回想起那件事 就不含而立 十分困难 靠 和着这一切都怪你 是你把鬼放出来的 我也不想这样 但作为小雅的父亲 我真的很想救他 忽然顾老爷拿出了两件东西 一个钉子和一本破书 江大师请看 这是我从墓里 带出来的两件东西 我看着摆放在桌上的东西 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字 只能问问系统 系统 这些都是什么 汗古装 损 修复需要花费三万国契 回斗秘术 损 修复需要花费一百国契 我去 这个破钉子 居然要三万国契 那还是先修复这个秘迹吧 突然顾老爷开口 把我吓了一跳 江大师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 我先研究研究 果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鬼气一花 立刻就开始修复 没一会就修复完成 只见 回斗秘术 四个大字映入眼前 顾老爷眼看秘笈 瞬间被修复都傻了死 这简直是神界啊 好奇的我 立刻就翻开了秘笈 查看这里的内容 我去 这不是坑人吗 是有觉醒顾家血脉的人 才能修炼 我气汹汹的 就把秘笈合上 大爷的浪费我一百鬼气 我还练不了 不然我又有了个坏点 想着用这个 在顾老爷身上额一笈 顾老板 你们家的祖传秘笈 我给您修复好了 顾老爷激动万分 江大师 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你要不看着办吧 突然顾老爷说出了那句 我最期待的话 我瞬间欣喜若狂 那我按之前所说 我把集团转让给你 我都不好意思了 倒不用那么多 我也接不住啊 那我就将集团 三分之一的股份转让给你 江大师觉得怎么样 这正合我意 不仅拿到了钱 又多了个路 那好 恭喜我们合作愉快 从顾老爷那得知厉鬼由来 修复秘笈 与他完成交易 这一次我也能实现财务自由了 三分之一的股份 换了顾家太平 还白赚了一本秘笈 赚了赚了 我继续拿起了那个 需要三万鬼气 修复的汉古装 顾老板 你看这根钉子 能不能给我 这根钉子 原本就是扎在 女鬼身上的不祥之物 我正不知道怎么处理 既然江大师喜欢 就拿去吧 呵呵 正好说 那我就帮你解决吧 顾老爷都看呆了 只见我拿着钉子 就往屁股后面赛 忽然就听见 庄园与水车辆来人 整整齐齐地停在庄园广场 文声 我从客钉子来客 就看见一堆 银钗大张旗鼓的银行 我是真佩服他们 每次干活 都要搞很大动力 就这样 我和杨川打了第一个招名 你好 江城市英曹 杨川 你好 御苑小区移动十二楼 领两户 江城 呃 谁这么问你们拍号啊 突然就听这些 释放自己 例行询问 你是如何确定 那是一只血衣的 这个犀子 不赶紧去抓血衣 反倒跑来调查我了 因为他有毒以一击 杀死我的力量 所以 他至少达到了血衣 愤人而出的话 伴随着威慑 直接击散了他的脸 可是他也很疼火 为什么体内的鬼 会惧怕眼前的这个男人 他思考一番 觉得不同 依旧对我出手了 对不起 得罪了 鬼气从他后方汇聚 交集于我胸前 又分岔向我身后散去 前几两个字 就差写在我脸上了 牛菜 一声愤怒的吼叫 从口中爆发而成 直接就把杨川的鬼气 全部震散 四处奔跑 哎呀 杨哥 你把手就这么放人家胸上 这样不大好吧 忽然变化成一个胖子 还不想吗 你要想摸的话 待会去我家 我家还蛮大的呢 我抓着杨川的手 戏弄着他 一旁的队员都惊呆了 杨川也尴尬地要命 你放手 快放开我 你这个死鸡佬 哟 这是脸红了呀 真没想到 他居然能拿捏杨组长 他到底什么来头 杨川吃亏丢了脸 就把火气撒在了自己队员身上 都在这看着大麻 还不去给所有人消除地 打扫战场 被这一下 队员都紧张地纷纷跑去现场 遵命 变换胖宅调戏受惊的杨川 这操作让一旁的队员都看待了 杨川几句话就支开了队员 喂 还抓着我干嘛 快放开 嘿嘿 放开也行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请求 行行行 你说 我指着一旁的红姐 我顾了 别消除那个人的记忆 杨川探出头看着 你说的是那个女的 没想到 红姐内心也在一份思考 江城这是在为我求情吗 原来我在他心里那么纵快 不是不是 我说的是那个老邓 他还欠我几个亿 合同都没签 这要忘了 我那岂不是白忙活了 队员一听就来气 我也甩了个脸 对他 看什么看 没见过大夫人 孟年鬼 吞噬了大哥的记忆 他也笑嘻嘻地做成梦 二哥和三姐 也都乐在其中 红姐哪见过这些东西 看着这东西就怕 刚被咬上一跪红姐 就发出娇吞声 我实在听不下去 就把孟年鬼打了下去 吸两口就好了 你根本还上瘾了 红姐 咱们走 告别顾老 我们又跟庄园 开出了一辆豪车 好酸啊 好羡慕 爸爸有钱就是好啊 随手又要来新车 那有什么办法 谁让我的车来的时候 被鬼弄扇下去 嗯 也是 我突然觉得不错 红姐你的记忆 一定消除了 嗯 好像是的 我全部都记得 当时好像是爸爸 给我的那本秘笔 在捣布我 那就说得过去了 那毕竟是你们 顾家的秘笔 挺厉害的 红姐瞬间一脚 用力踩在刹车里 我就那么羞地一下 撞破挡风波 飞了出去 那我也能像你一样厉害吗 不 我指定没你厉害 你这开车是真厉害 这不怪我 小陈坐车 你得系安全带 与此同时 回家的必经之路上 有着一个小摊 正好有客人在等摊 摊主忙活着准备食物 摊主捣鼓着板上 那血红的东西 将那切成两半 然后就放进锅盘里煎烤 还滋滋冒油 一会功夫 就承在碗里 端给这位奇怪的客人 仔细一看 这东西 居然是心脏 被煎烤后 滋滋冒着热气 他也用筷子在加湿着 一口咬在那上面 还表现出很享受的感觉 真嫩啊 不仅调戏阴曹队长杨川 还欺负其他队员 坐着红铁不起 新的淘车 就开在回家的路上 回去的必经路上 正好有一个商贩小摊 此时正好有个暗门傀儡师 正在享用那滋滋 冒起鲜红的心肠 从旁边经过 就闻到了那香吞吞的味道 这是烧桃吗 真香啊 没想到他一瞬间 突然察觉到熟悉的气息 仔细一看 没想到是暗门血涂的印尽 他擦拭着嘴巴 得意地笑着嘴 真是得来全部费工 随后起身追着血涂的味道前行 回蕾师刚走没多远 贪主就阴生倒地没了呼吸 只见那贪主胸口被掏空 回蕾师吃食的心脏 居然就是贪主 不久后 我和红姐回到了家里 我兴奋地喊出系统 查看这次愉快旅程的收获 系统面板显示了 我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最大的收获 应该就是 那颗汉谷装和肉灵芝了 可是我觉得 化妖卡太少了 又让系统多抽了几张化妖卡 以备不时之需 恭喜获得二星化妖卡 杨丽大仙 二星化妖卡 黄诗金 三星化妖卡 九头虫 嘿嘿 这几张化妖卡 看着就比一星的厉害多了 再配上我心爱的肉灵芝 我岂不是要无敌了 没意会 我就关上灯 就躺回床上睡觉了 谁能想到 这个暗门的傀儡师 居然来得这么快 保安也发现了他 立刻就制止他 你是来干什么的 不是业主不让进 傀儡师立马使用了自己的筷子 哦 你干什么来看看 作为普通人的保安大叔 没有一点抵抗能力 瞬间就被傀儡师的换数控制 成为了傀儡师的人偶 傀儡师转身就走 保安也必定必尽的 欢迎傀儡师回家 保安带着傀儡师 就来到了小区监控室 傀儡师吩咐着保安 将今天下午的监控 全部回放 保安也熟练的控制电脑播放 非常人的他 一看就找到了我的身影 这个小子哪家的 把他房间的备用钥匙 找来给我 傀儡师拿取了钥匙 哒哒哒的脚步声 就向着我的房间走来 傀儡师使用幻术 轻松控制了保安 从他手里取的钥匙 就朝我房间走来 熟练的拿着钥匙打开我 他静悄悄地走进房间 累了一晚的我 假装睡得很死了 他看着熟睡的我 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同时反复确认 手臂上的血缚 也不知道 那个暗蒙的废物 居然会死在这个小屁海上 他依旧按照自己 杀人的惯例 对我进行弯心偷袭 就在快要接触 我的那刻 我突然就微笑着 释放肉灵芝来阻挡 他一脸惊讶地 看着粘在手中的东西 意识到 自己可能中了圈套 勃然大怒 他用力挥舞 砍断了肉灵芝的花生 混账小子 敢耍我 嘿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我还真小看你了 不过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的 其实我路过烧烤摊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你了 你身上的味道 和暗蒙张贤海的味道 一模一样 令人恶心 原来死在你手里的是 张贤海那个废物 不过 我可没他那么好对付 是吗 可惜现在的我也不是当初的我 控制着肉灵芝 成功击中了他 却被他用手挡了下来 难道你的衣仗 就是一箭好兵刃吗 突然他直接就 撞过锅里跳了 我可疑惑 他这是打不过要跑吗 紧接着 我也跟着跳了下 你别跑呀 咱俩在玩玩 而且 阴曹的人也快来了 你跑不掉的 好 对付你这种废物 你觉得我需要跑吗 他熟练地摘下了帽子 只不过是你房间刚刚太小了 我的冰刃发挥不好罢了 你还真以为我怕你 同时 他的手也伸进帽子里面挡住着他 忽然就从帽子里 拐出一个大坨肉水的东西 咔 肉灵芝 那特别是你兄弟啊 没想到他的肉灵芝居然直接就化成一艇大炮 去死吧 子弹修一下发射过来 一个跳跃就轻松躲过去了 但是他的子弹也像是活物 居然还会回马枪 还好我反应及时 转身一刀就抵挡住了 接着又补了一刀 送走了那玩意 没想到就那么一会 他就架着炮台出现在我身后 对着我的大头 现在这么近的距离 我不信你 还能躲开 累了一晚 整个人都虚脱了 没想到 却还要和眼前这个混蛋看见 维磊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我身后 我听没有插着 他也笑嘻嘻地嘲讽着 我马上就要归西了 好在我提前留了一手 这句话 我也同样送给你 控制肉灵芝 就想要偷他老二 他瞬间反应跳了起来 一会将肉灵芝打飞出去 你真是卑鄙 居然是这种下三难的手段 肉灵芝不在你手 我看你还怎么躲开我的肉肉炮弹 没办法 只能使用霸腰体硬扛 三发肉肉炮弹 在接触那一刻 瞬间发生爆炸 好在霸腰体够硬 烟雾散去 我狼狈地立身其中 维磊师得意地笑嘻 远程攻击 完全碾压你 从现在开始 你不可能再靠近我 同时 手中的武器还在充能 不 其实我根本就没想再靠近你 不过 你刚刚的话 倒是点醒了我 远程攻击 我也会 来吧 肉灵芝 变身 肉弱 装甲炮 现在再来看看 咱俩谁火力更猛 肉灵芝占好装卫 到命令 一发炮弹就发射 一个肉肉高爆弹 以极快的速度 向目标回蕾师洗去 回蕾师看见这么一遍 彻底 你这么不讲武当 和我玩毁灭打击 这灰是真大 看都看不见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死 没想到他依然站立在此 可是身体 却在爆炸中缺失了一部分 是我小看你了 下次见面 你死定了 啊 你都被炸成这个鸟样了 哪还有下次 他反而轻蔑地嘲笑着我 身体的皮肤 如油漆般掉落 结果却是门口的傀儡保安 做了替死鬼 真是可惜了 这命苦的保安 随之傀儡保安倒地 拧了盒饭 还是让他逃了呀 此时 天空中阴 来人又是队长徐蕾 我收起了肉肉 一脸嫌弃的看着他 你们能不能准时一点 这么磨叽 等你们来了人都跑了 徐蕾听完 就嘱咐其他队员不用下来 将区域封锁 查找可疑人员 我去 你们每次都来这头 有用吗 上次跑掉的汗拔呢 要你们有啥用啊 徐蕾也不理我 扭头就走 我懒得和你动嘴皮的 再见 使用肉灵芝 化身肉肉装甲炮 直接就给了傀儡师 一发肉肉高报告 谁能想到 这个傀儡师 不仅是个小人 还是个老六 居然用傀儡保安做替身 自己却逃出身体 遇到来支援的阴草小队 一翻老套路 把我气得动 他还一副很高的样子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他是个傀儡师 很厉害的 话说完他搜一下就没了你 一天到晚就知道装骨 你们这个态度能抓到人 母猪都会上树了 两位队员遵守在南区的出口 报告并未发现异常 可是身后的井盖却冻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傀儡师 居然躲在了下水了 看见有人后 他盖上井盖就从其他地方逃跑 一天一夜没合眼的我 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中 身体都好像被掏空了 直接躺在了沙发上 又折腾了一晚上 要命啊 累得虚脱 一会就睡着了 忽然一旁的手机 接到电话震动起来 居然是二虎半夜三更 不睡觉 给我打电话 第二天清晨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来到学校 趴在桌子上一觉 就睡到了日落黄昏 也害羞吗 过来 让哥哥长点鼓气 忽然喊炮被戳破 将我惊醒 疲惫的抬起头 发现是二 他还在问为什么 昨晚给我打电话 没人记 他看着我 一脸疲惫就调侃了 你这昨晚干嘛去了 看起来这么虚 作为一个男人 被别人说虚 肯定来起 你少管 我就是想和你说一下 我感觉马上就要 扑扑C级了 哟 你这修炼速度挺快的呀 他一点没听出言外之意 毕竟我从出生就在龙巷寺 进阶比别人快很正的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要是知道 我能杀血衣 会有多尴尬啊 我这边有个C级级的 集体任务 你要参加吗 哦 又是集体任务 领头人是谁 靠谱吗 这次领头是武宗的人 而且 这是一个大型的集体任务 我一听很疑惑 大型 那得有多大 主要是需要应对的范围 比较大 这种大型集体任务 通常要处理一整片区域 例如鬼村 鬼镇 灵异空间等 这时又有地方转轨器了 这个任务听起来就刺激啊 那你帮我留一个名额 我也去 好呀 到时候任务我发你手机上 来到学校 同堂上最后放学 和二虎一番聊天后 确认参与C级集体任务 此时 校外有两个学生相伴回家 路上聊着平时看不得影视剧 忽然一辆家常汉门 修理下出现在他们面前 把他们吓了一点 他们还以为是惹了不该惹的 现在来抓他们 麻烦两位同学让一下 我要过去 没想到这还是最开明 看着我来就自动打开 里面坐着的正是顾老板 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江大师 我来了 嗨 就几个亿的合同而已 你何必弄这么大的阵仗 这个就是合同 你仔细看一下 然后在这里按个手印就好了 随着签字按手印 合同正式生效 恭喜江大师成为故事普通 不错不错 你这个人能处 很紧信任 嘿嘿 那就好说了 江大师 我能不能再拜托你一件事 啊 我就知道 这钱没那么容易拿 这个老灯又想坑我 他拿起遥控器一按 突然一幅小区地图就浮现出来 我已经把御苑小区所有的房子都买了 故事所有的子弟全都搬到这里 我靠 你全都买了 你图什么啊 有钱没地方花啊 能跟江大师这样的高人住一起 当然是为了图个安心了 我看着手里的合同 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难过 这拿了股份就当保镖了 江大师你放心 以后我们就是利益共同体 好说好说 合作愉快 此时 集体任务范围内的一个镇上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只见有个人突然急匆匆地跑回家 中年人极为开心 就像是爆发户发了股价开 此时 这些都是他梦境内的话 没想到 家里居然有个格外漂亮的老婆 做好了饭再等他 老婆 我今天可碰到了酱子 发了点小财 他老婆也很了解调侃子 什么时候好事还轮到你了 只见他从包里拿出了三个红包 你看 这是我回来路上捡到的 这感觉里面好像有不少钱 咦 这好像还都是结婚红包 就是看着有点奇怪 捡了人家这么多红包 你至少也要道声恭喜吧 你说对不对 与顾老板完成合同签订 摇身已变成了亿万富翁 捡到红包 听从老婆的安排 他拿出手机 非常赞同老婆的说法 我这就发了 今天是哪位高龄结婚撒红包 有幸捡到 恭喜恭喜 可是看见群里的回应 他意识到 情况不太对 开始慌了 这没人结婚 那这些红包又是哪来的 突然一个邻居 发来了一条红消息 那个红包长什么样 你拍照给我看看 他按着吩咐拍下了红包的样貌 心想着难道他也怎样 你仔细看那个喜子 这哪是结婚的红包 这分明就是买你命的 男人一听更加慌了 为什么这年头 还会有这种封建迷信 据说以前未满16的 没有婚配的女人 如果婚姻 是无法改变同胎 这样的女人 如果想要做的事 就必须请人 完成一种邪恶的仪式 完成仪式后 再把女人的一束头发 塞进红包 丢在路上让人捡 男人听完更加慌了 急忙就想和自己老婆商讨 可这时他的老婆 已经不正常了 没有生气 双瞳和口中 都有鲜血流出 怎么了 老公 伴随着一声尖叫声 男子 恶梦中惊醒 睡个觉做了个恶梦 使他浑身都湿透了 我 原来是场梦啊 我就说嘛 我个老光棍哪来的老婆 可是他却惊奇地发现 一旁的桌子上 有熟悉的东西 没想到 是梦里捡到的那个红包 出现在了桌子上 突然红包被撑开 里面的头发像是活物 拼命向外攀爬 男人胆颤心惊地 拿起红包看着 突然不知道 哪里发出的声音 吓得他 奇怪吗 你再抬头看看 没想到邪恶的仪式 已经准备完毕 男人看见 瞬间惊慌似的 随后 午夜子时 良辰家子 你我完婚 这句话 一直重复在他耳边响起 啊 这里十二点 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应该还能跑掉 那段话 一直在耳边回答 他急匆匆地 就往房门冲去 他冲到门前身体颤抖 疯狂捣不住 想要开门 忽然红色的丝带 出现在门上 他惊慌地立刻会 没想到 是一个大红花 依附在了门把手上 他拿起剪刀 就想将其剪断 可是并没用 反而是手里的剪刀 因此报废 油腻男人睡觉 做着噩梦 瘦下惊醒发现 梦里成真 恐惧地抬头 看着那邪恶的仪式 唯一的出路 也被红球丝带封死 试图用剪刀 将其剪断 但没有效果 这下真完蛋了 这可怎么办 都怪这个红包有的祸 扔掉应该就没事了吧 顺着窗户开口 就把红包丢了出去 扔出的红包 差点爬到别人 一顿责骂 立刻迎起了他的注意 探头一看 就发现那人 捡起了地下的红包 立刻就大喊 我 不要捡 居然是红包 难得遇到了好心人 我这就给你送上来 男人听后 更加惊慌了 那人瞬间就出现在门 开始敲门 见没有违韵 那人更加用力地敲门 快开门 什么的给我开门 那人瞬间暴怒 敲门力度更大 这把男人吓得不轻 这是谁家好心人 这么敲门 随着轰一声 门直接就被大卸扒快 巨大的阳尘 使男人咳嗽了几声 那个破门而入的好心人 就出现在 没错 那个好心人就是我 正好来参加集体任务 就碰巧遇见了 看着我拿着红包 男人立马就劝说我 快 把那个红包扔掉 那个红包会把鬼招来的 顺势一把火 就把红包给烧了 这个我当然知道 要是没鬼我还不来 一脚又踢开了红球 当时我看到你 迷迷糊糊捡红包的时候 我就知道 今晚肯定有戏了 难道老弟 你懂驱鬼 害怕 略知一二罢了 只要你按我说的准备 我保证你能安全度过今 十二点一到 阴轻鬼就准时出现在走廊上 朝着男人房间走 女鬼一走到门口就傻眼了 这门打没了 走进房内 就注意到地上摆放的东西 一个包子上 插着三柱箱 还有一瓶养乐多 和辣椒做共鸣 切 就这 也不知道 是哪个装神弄鬼的 倒是做的吗 突然一个驱鬼铃铛的响声 回荡在他的身边 他当场吓得不轻 他惊慌地看着眼前 穿着道服的人 颤抖地询问 什么人 我穿着道服 手摇着铃铛 喊着女鬼的名字 李红霞 解救男人 给他出谋划退 准时准点 就遇见美女 阴轻鬼 他看着眼前摆放的供品 都梦了 我一番操作 又把他吓到我 我摇着铃铛 就喊着他的名字 他也很疑惑 明明我的红包 都是随机散落的 他为什么会知道 我的名字 嘿嘿 不要惊奇 也不要意外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我随机便拿出 宝贝肉灵芝 听到这就来超度你 躲在一旁的男人 都看傻眼了 他这到底是 Cost的道士 还是和尚啊 只听女鬼 突然就发了风识地 笑了起来 左手同时抓在 铃铛在嘴上 小手一抓 就露出了女鬼的样子 别以为我是鬼 就会怕你这些歪门邪道 既然那人不在 那就请你和我结婚吧 他像发了情似的 就扑向我 鲜细的双手 直接按在了我 我那里胸膛 女鬼以为得手 就笑了起来 现在知道我都厉害了吧 没想到单身这么久 居然有人主动送上门 我心动的鼻血 瞬间流出 你这都给我弄兴奋了 我好喜欢 我还以为 我会单身一辈子呢 随后一把 就抓住了他 放在我胸膛 那双鲜细的小手 用力一把 将他抱在海里 露出了坏坏的样子 没想到我今天就有老婆了 不起小鬼就开始了 老婆 我要亲亲 还要贴贴 女鬼都开始慌了 毕竟她也没见过这么变态 女鬼都尖叫的喊了出来 你不要过来 走开 谁要和你结婚啊 我瞬间情绪跌入谷底 眼泪控制不住 就从眼中流出 不是真结婚 原来你不是真的爱我 没想到你连做鬼了也要散 我好生气 但 是不生气 巨大的吼叫声 疯狂用她的耳朵 她整个人呆滞的 瘫坐在地上 嘴里嘟囔的骂 我这耳朵嗡嗡的 你这臭道士 使得什么狗屁法术 哼 谁让你要伤我的心 现在是不是清醒很多了 是清醒了很多 不过 你以为就你会这招吗 只听她从嘴里 唱出了一段戏曲 鸡里呱啦 不知道唱了什么 这个傻男人 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跑 还探出头来看 毫无抵抗 就被殷亲鬼给控制了 嘴里还喊着老婆 她受控制 亮亮呛呛的 就拿起了刀 老婆 我这就来帮你 刷一刀 就在我后面偷袭 好在我反应快躲得过去 怕 差点就在阴沟里翻船了 早知道就先把她敲晕了 一顿操作 调戏美女 殷亲鬼 没想到她比我还主动 我差点以为她是认真的 没想到她又非常抗股 重重地跟我心上扎了一顿 不得已我只能哭着 也要伤害她 这个美女真的歹毒 居然用魔鹰控制了 那个傻男人 拿着太刀就背后偷袭我 好在我反应快一下就躲了过去 我当时后悔极了 为什么要想着 就这个傻子 转身一拳 就打在她的脸上 去你的 让你偷袭我 一点都不惊打 这么一拳就直接倒地 不省人事 这刀袍太爱事了 直接脱下丢在了一边 亮出来腰间的魔鹰 你这挺有意思的呀 既然你喜欢逗音波 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 随后就准备敲击魔鹰 随着敲击 鼓音向外传播 魔鹰鼓的定身效果 立刻在灵鬼身上形成 一时情况不对 她开始慌了 我不慌不忙的 就走到她面前 开始调戏着她 你唱呀 接着唱呀 怎么不唱了 我都还没听够呢 我又将邪恶的手伸向她的身体 同时还伴随着坏坏的笑话 她以为我又要对她 做什么瑟瑟的事情 结果这次和她想的不一样 我一记手刃 直接就击穿了她的君子 此时我也收到了 系统的击杀提示 斩满鲜血的手 直接从那身躯的窟窿抽出 这就完事了 她进双手去发现 她的尸体 依然没有化为白骨 我还很疑惑 于是就在她的尸体上乱摸 寻找原因 终于在她的头发中 找到了原因 直接就从她头发中 抽出一张小卡片 随着卡片抽出 她的尸体 瞬间化为一滩浓水 难道这张卡片 是她本体吗 只见卡片上 印着几个扑鲁头 还有一个类似路牌的提影 想着 这是女鬼身上的东西 肯定是不行之物 留着夜长梦 一把火就想烧掉 结果这张卡片 居然烧不坏 一点痕迹也没问题 突然就想起 二虎和我介绍的集体任务 难不成这张卡片 是某个灵异空间的入场圈 于是思考一番 就将卡片塞入裤兜里 懒得收拾烂摊子 转头就离开了这里 轻松解决美女 阴轻鬼 从其身上搜刮到 灵异空间入场圈 收好入场圈 转身我就离开了这里 在外头 随便就打了辆出租车 上车就开始查看系统面团 只见鬼气数值显示两万多 毕竟从庄园回来 就抽了好几张滑腰 真没想到 我这一番精心设计 刷之普通利鬼 都赚了七千鬼气 突然出租车司机就是一脚猛杀 我人都傻了 好在这次系了安全带 不然又要像上次一样 被甩出去 只见车前有个人 站在马路中间 司机探出头 就开始骂他 你要死啊 不长眼睛了 面对司机的咒骂他 丝毫没有粉 好像根本不在乎 他居然还开口 向我求救 帮帮我 有人要杀我 听到这个 我立即使用一瓶观察 发现他也是的鬼子 又开始精心计划 赚取鬼气了 计划好就探出头 热情招呼他 那你还在等什么呢 快上车啊 坐上出租车 就继续让司机 朝目的地去 我们三个坐在车内 异常安静 也没有各自低头玩手机 此时的英草小队 也追着女鬼跟了上来 还很好奇 目标子突然消失了 徐磊突然就发现 女鬼躲藏在出租车里 招呼着队员 就开始追选出租车 出租车在前面飞驰 他们三个迅速就追了他 我透过后视镜发现了他们 决定不让他们 坏了我的好事 雷释放闪电 再给他们制造的麻烦 出租车周身释放的雷电 使得他们无法靠近 就看着出租车驶离 徐磊也待在原地期的直坐脚 随后就通知其他队员 目标再往西逃窜 给我拦住他 轻松就甩开了英草小队后 我得意地笑了起来 还嘲讽着他们是废物 随后就安慰车内的女鬼 小姐姐放心吧 你现在安全了 于是我开始编故事给她听 话说我昨晚坐出租车 也遇到类似的事情 也是一个女孩拦住车说 有人要杀她 她也听得津津有味 我突然就回头 吓了她一跳 然后我就问她 你知道是谁要杀你们 这说个故事 都把女鬼吓得有点慌了 她说我也没看清脸 只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叫赵忠强 大发善心招呼美女搭乘便车 略施小技成功甩下英草小队 途中又不停讲述恐怖故事 吓得美女害怕得全身颤抖 她听讲述念叨着名字 同时观察着车内的资论 居然发现 司机就叫赵忠强 就是我故事中讲述的杀人凶手 美女立即就大声呐喊 妈呀 救命啊 司机就是那个变态杀人狂啊 我嘴巴安全带就往后爬 想要捂住她的嘴 司机也很疑惑 这是要干嘛 我一个不小心 就直接撞进了她的怀子 她瞬间害羞地尖叫 你 你干嘛 来不及多说什么 我抱着她 推开车门就跑了出去 司机看见人都傻了 气汹汹的就骂了 你们两个宰种 钱还没给她 只是我抱着美女的画面 格外温馨的 简直就是美女配音 抱紧我 要加速了 刷刷几下 直接就是速度与激情 她也在夸我 哇 好快 你太快了 好棒呀 找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 一个绞杀停了下来 将美女放了下来 那个坏司机 应该是追不上她了 观察附近没人 于是我就可以开始我的计划了 只剑手在兔当那里倒步着 准备掏武器 女鬼都被整害羞了 你 你姐哭在干嘛 拿出肉灵芝 就开始戏你了 你猜我想干嘛 拿着肉灵芝就甩过去 我当然是想好好折磨你 转轨气啊 规武这宝剑 眼看就要砍中 以为这次就要得手了 结果 肉肉也体验了一副狱卒 被一双美腿 直接夹着 抵挡住后 狱卒一脚就把我的踹飞了 得知情况 女鬼气急败坏 什么出租车杀人犯 什么赵中强 全都是你边来骗我的吧 没想到你这么童谣 那你至少已经达到半部血衣了吧 知道自己暴露了 立刻吞去了我 露出了真正的样化 下半身还算正常 上半身却异常阴森 你知道 我是半部血衣 还敢来惹我 别以为 刚才我杀了几个阴曹的人 现在就累了 我听着都烦 懒得和他废话 挥刀就砍向他的身躯 一刀挥去 女鬼瞬间被拦腰斩断 被拦腰斩断后 女鬼失血 就从口中喷出 我摸着肉肉 就得意地笑着 记得下辈子 废话少一点 讲述恐怖故事 吓唬美女 抱着她 逃离出租车 还被司机责骂 打出肉灵之一刀 就斩断了她的身躯 我还自信地嘲讽着她 废话太多 结果看到 系统提示 我就有点疑惑 再加上她的尸首 没有化为白骨 我就觉得 情况更不对 只见她被斩断的下半身 突然站起 一堆肉球不断斩斩 直接就蹦出一个长屏怪物 原来下半身才是本体 这突然蹦出的身体 怪恶心的 身表还流淌着黏液 我反而还害羞起来 你这造型 还挺不够act的嘛 那就请你好好 接住我的I.O 能量就在她面前 凝聚着你 发光的 轻松就避开了 榴莲球攻击 每次都是这招 你们这些鬼 能不能有点新创意 我惊奇地发现 那个榴莲刺球 从身边划过 就停留在哪 就迟了那么一会 这个女鬼就跳起来偷袭我 一脚就把我踹飞 她在等着你往上撞我 身体一贴住次球 能量就瞬间爆发 好在有霸妖子 就像被电一样 酥酥麻麻的 她趁机又想要偷袭我 好在我反应过来 躲得过去 可还是来不及 躲避她的延续攻击 又被她的狱卒给击坠 看来你还是喜欢狱卒啊 那我就多用狱卒来照顾照顾她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我只能拿出化妖卡 准备化妖 她好像能感受到化妖卡的力量 一脚就踹在了拿化妖卡的手 化妖卡就那么脱手而出 糟糕 女鬼继续朝我发起攻击 准备受死吧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突然一个不明飞行物 迅速向女鬼飞来 飞行物直接洞穿了 女鬼长出的身躯 但随着那人小手一段 没想到是徐雷赶不过来 关键时候帮了我 嘴里还吐槽着 要不是来得快 又得死 我狼狈不堪地 认同了徐雷的实力 这次算我看走眼了 殷曹也不全是废物 那个谁 你还能动吗 我们一起联手围杀她 独自应对雪衣美女狼狈不堪 还差点丢失一张画妖卡 好在千钧一发之际 殷曹徐雷赶爆 成功就吓了我 她招呼着我 想一起联手击杀女鬼 徐雷说完就迅速冲击女鬼 鬼气迅速释放 犹如滔滔滔 在她的控制下 迅速形成一个大拳头 重重一拳 击打在女鬼身躯上 我在一旁都看待了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厉害 于是我处在原地 毕竟第一次看见 樱桃的战斗方式 正好借此好好观察一下 女鬼一个跳跃到空中 朝徐雷冲去 徐雷也灵活地 利用鬼气制造滑梯子 空中一个后空翻 就避开了弓梯 直接控制体内的鬼释放技能 引女窃 再一次将女鬼身躯 尸身以同样的方式 再一次绑在地上 尸身再次站起 同时一只手突破身躯 长出的身躯 随着鲜血脱落 她的上半身 有完好的出现 你们所有人都想要杀我 我好惨啊 只见她突然张大嘴巴 口中流淌着鲜血 瞬间从口中 呕吐出一个满是獠牙的血龙 对着那个血龙 就自言自语 居然说要陷阱自己的一条手臂 没想到那个血龙居然是个活物 听到有食物 就开始蠕动 瞬间咬断了女鬼的手臂 同时 她也疼痛嘶吐 我要诅咒你 厄运缠身 不得好死 血龙听到腰头 就开始蓄力蠢蠢欲动 汇聚力量 徐磊看着脸上的血龙 瞬间就感觉后背发扰 还很疑惑 眼见血龙周身 释放的力量越来越强 徐磊意识情况不对 转身撒腿就跑 能量汇聚完成 瞬间从满口獠牙的统统射 就那么一秒的时间 直接击中了徐磊 我在一旁紧张的 满脸都是嘘寒 这看样子都好疼 幸好我没冲上去 徐磊抚摸着刚刚被击中的部位 还很好奇 为什么会不疼 应该是还没起作用吧 眼见献祭完成 徐磊也被击中 女鬼就露出了微笑 随后疯狂地笑了起来 就好像大愁一望 完事他转头 喊着那个血龙子就跑 看着血龙和女鬼要跑 徐磊迅速就追了上去 厄运显现 他直接就被一个小狮子绊住 砰一下就再来的大跟头 他灰头土脸的起身 就开始吐槽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厄运缠身吗 女鬼目睹徐磊 被血龙释放的力量击中 笑着转身撒腿就跑 徐磊看见就要追 结果厄运开始显现 被一个小狮子直接绊倒 直接摔得灰头土面 他起身拍摄着身上的灰开始吐槽 突然一颤 感觉身体不对 体内不断有鬼气释放 汗水已经布满脸旁 因为体内的厉鬼快失控了 看着他措手不及 我就让他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准备独自去追杀女鬼 交给我吧 搜一下就朝女鬼追去 他还在提醒着我 要小心 他已经达到了半部血液 不得不说 这个女鬼跑的是真坏 一会的功夫 就在体里开外 那 他手里的宝贝 我一定要拿到手 爆发权力终于抗争 他也发现我追了 他转身就被我出手 依然认为我是个软士子 可是他不知道 这次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就在他快接触到我的那一刻 敲击了魔音鼓 鼓声震荡 他的手瞬间定着 我快笑着 慢慢掏出肉灵芝 鬼妹妹别挣扎了 乖乖被我劈开吧 没想到 魔音鼓对血液的限制有限 他呲牙咧嘴的 就开始释放鬼气 我看着眼前的鬼气 一眼认出了他要跑 这是血盾 实际还是绿色的 时机一到 他瞬间开灵 眼前倒手的宝贝 就这么跑了 差点没气死 他几下就跳进了 那被封条封禁的地方 我刚想要追着 进入封禁区 结果徐磊急尽忙忙就跑了过来 想要制止我 你别进去 那里面很危险 那个被封禁的地方 是C家级集体任务地 我利用一桶 查看了那块区域 那块区域 直接被非常磅礴的鬼气所拂 啊 果然不能擅闯了 毕竟我也就只是个C级而已 那你们追捕的那个女鬼 到底是什么来的 这件事 得跟我们昨天抓住暗门 傀儡师梁寺说起 哦 那个傀儡师 居然被你们抓住了 没想到 你们还挺厉害的 是的 他的确被我们抓到了 他当时为了保命 就向我们透露了一起 凶魂及鬼祟的恐怖火 我一听 直接傻了 凶魂 那不是血衣以上的存在吗 利用魔鹰鼓控制女鬼 却被她利用血盾逃跑 刚想追上前去 就被徐磊拦了下来 于是就听她讲述事情的经过 从她口中 听到了血液之上的存在 凶魂 可是这个女鬼和凶魂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个凶魂 正在找寻一件鬼气 想要诅咒整个江北市 而那个女鬼 手里所拿着的血龙 也就是魔刊 正是凶魂需要的鬼气 也就是她 利用魔刊诅咒了我 导致我现在厄运缠身 我当时带着三个队友搜索 正好在一个偏僻的洞窟里 找到了那个魔刊 我正准备带走的时候 那个女鬼就突然出现 抢走了魔刊 为了避免魔刊落入胸腾之手 我们一直平郊区追到了社区 结果呢 被你阴差阳错的出现 破坏了我们的抓不尽 感觉这一切都好有 好像冥冥之中都被安排 刚刚一切正常的徐磊 突然又发出嘶吼着 我很疑惑地问她 这又怎么了 我体内的鬼 好像又不受控制 她负责已只能提前离开 回去好生休养 那你注意安全了 拜拜 她回过头又再一次提醒你 里面的鬼 绝不是你一个人能对付的 别等我走了 就进去送死了 那时可没人会来救你 我去 我想什么她都能开到 她这是会读心术 我演了她说 马上回家 她控制鬼气 刷一下就飞走了 小姐姐慢走不送 注意安全了 她走后 我严肃地思考了一番 于是打开了系统 查看着现在的鬼气数值 又询问了四星化妖卡 需要多少鬼气值 结果就是十万鬼气一张 那我要是用三星化妖卡 去打凶魂级的鬼 是不是有点危险 不过系统给出的答案 还是可以的 结合你自身的实力 胜率49% 这才五五开 有点难搞 这真危险 进去呢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不进去呢 越想越亏 毕竟身上还有个活物 我拿出肉灵芝 就询问她的意义 她画出双手举手投降的样子 毕竟她也说不了话 你这什么意思 那既然你不说话 那我就当你默认了 嘿嘿 那我们走 肉灵芝此时的内心 也万般无奈 我下辈子 高地要当个会说话的鬼啊 详细了解鬼气 模堪由来 目送樱桃美女 徐蕾离开 经过询问系统判定胜率 我拿着肉灵芝 就准备独闯C家集体任务 肉灵芝也很无奈 谁让自己说不了话 我举着肉灵芝 望着被封进鬼气 弥漫的聚集 肉灵芝 鬼气在向我们招手呢 不得不说 这任务地点是真脏 满地的垃圾和碎屑 鬼气漫天飘散 阴森森的 我这是来到了阴间吗 穿着单薄的衣服 还断了 真有点后悔进来了 忽然空中飘来一块布 挡住了事情 不知道是哪来的一条小妹妹 固在我的脸上 呀呀呀 怎么看不见了 我取下了内裤 忽然发现 楼上有个纤细的小手在挥动 她这是在求救吗 我瞬间兴奋起来 刚进来就这好事 营救美女 我被知人义不容辞 此时的街道上异常安静 没有任何声响 反观楼内 只有我哒哒哒的跑酷声 没想到 那个求救的女人 居然躲在暗中 她这一看 就没憋什么好事 没想到就扔了条内裤 就把她勾引上来了 男人也太好骗了 她突然拿起刀 就舔势着刀尖 这看着 就像是不怀好 我在跑步其中就发现了 直接就撞破了枪 突如其来的一撞 使她拿着刀子 直接插进了自己的脑 假装自己没看到 还疑惑地吐槽 刚刚是不是撞到什么东西了 那个女人 就直接躺在了血泊之中 直接去地府领了份盒饭 用力一下 直接推开了房门 美女 我来了哟 眼前的一幕 让我直接傻了 美女没看到 反而是一堆 不知哪的尸骨堆放在哪 不会吧 我就晚来了那么一会 又被吃掉了 突然门口出现一个身影 大喊着 谁啊 半夜三更在楼道里 大喊大叫的 因为刚刚有个美女 想我求救 所以我才这样 大哥 你知道那个美女住哪家吗 只见那个大叔 凶神恶煞的 嘴巴巴唧巴唧 吃着东西 说自己也不知道 没想到 她突然夹起碗中一只手掌 开始啃食起来 我人都傻了 连忙查看了系统面板 发现并没有鬼气产生 真没想到 现在活人也开始吃人了 难怪许磊千丁零万种不 不让我独自进来 只身闯入 C家集体任务地点 刚进来 就遇见英雄救美的好事 结果进去才发现 这里居然是人吃人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光头大叔 吃得津津有味 我不禁后背发量 哪怕他是个罪犯 我杀了他也犯法了吧 就这么的情况 比遇见鬼还难办 当我还在思考的时候 突然背后的门打开了 一个身影浮现在那 他跑过来 抓住我的手 就往外跑 我也不自觉地跟着 居然是个扎着 双马尾的小女孩 再拉着我跑 拉着我就跑到了路边 我当时慌的一踢 前面都没路了 还在往前冲 跑到边边一蹦 就跳了下去 我就这样 直接被他拽了下去 他倒是安全着陆 我却是扑通一声 惨叫脸朝地 可怜了我这英俊帅气的脸庞啊 安全跑出来 小女孩就 骂骂咧咧地指着我 喂 你不要命了呀 他指着刚刚那栋楼 里面还不断传出惨叫声 那栋楼里面的 全是杀人犯 他们能生存活泼了你 我都感觉挺尴尬的 啊 可是我觉得 他们还挺纯真的嘛 小女孩都无语了 这是哪来的弱智 居然管这叫纯真 突然听见嘎嘎的声响 同时一个巨大的声音 出现的 小女孩瞬间惊慌 完蛋了 保安要来了 他紧张地左右观望 寻找躲避之所 我还很疑惑 一个保安 有什么可怕之处 不 咱们快找地方躲起来 这个小区的保安 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我还在吐槽 保安有什么可怕的时候 那个保安的身影 就越来越近 我和小女孩都被吓呆了 这也太大了吧 我立刻转身 拉着小女孩就开跑 这要跑慢点 就没命了 我拉着小女孩 就跑到了下水道口 那里正好是个藏身之所 小女孩疯狂地拽着我 说这里不行 不安全 我才不管他 抱着小女孩 就往里走 真娇气 都这个时候了 就别嫌弃了 不用手捂着小女孩的嘴 尽量不发出声音 毕竟没弄清情况 贸然出手也不好 一个巨大的动物脚出现 整个桥都震了一下 张着血盆大口 就吃着小零食 嘎嘎香 这个大怪物开成行戏 嘴里还哼着小曲 我是一个小保安 就爱吃那小熊饼干 也正好从我们的头顶走过 出入集体任务点 就进罪犯窝点 好在有个小女孩出现 及时拉我逃了出去 遇见巨型怪物保安 我们俩不得已 藏身下水道 小女孩静静地 望向下水道的身处 好像在祈祷着什么 等怪物保安一经过 我就开始询问小女孩 刚刚那个美女 是什么来头 小女孩一听 傻眼了 你刚刚说啥 你管这玩意叫美女 没搞错吧 小朋友没事多读读书 被搞得好像没上过学一样 大块头的安康瑜 都是米啊 小女孩被这一说就生气了 你上过学很了不起吗 刚才要不是我让你跑 你已经被那个美女吃掉了 她气汹汹地嘟着小嘴 还蛮可爱的 我随即感谢她一番 便询问了她名字 她的名字叫苏灵 话说灵灵你一个小女孩 这么晚还在外面跑 就不怕危险 灵灵直接双手插在腰间 骄傲起来 没关系 遇到危险的时候 我姐姐会出来帮我的 我开始东张西望地寻找着 奶呢 你姐姐在奶呢 我怎么没看见啊 忽然深处出现一个人形 似只奇怪的女鬼出现在 我看到那玩意 就知道是鬼 但我还是调戏的语气 询问灵灵 这是你姐姐吗 灵灵对这里了如指掌 自然认识这下水灵灵 眼看鬼醒了就慌 灵灵转身连忙就喊着 哥哥我们快跑 这个下水灶的鬼落了好久 难得遇见送上门的食物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 灵灵刚想跑出去 就见出口开始坍塌 唯一的出口 说那么直接被堵死 灵灵脸上的汗水疯狂涌现 这次真完蛋 没想到灵灵还关心起我 发现我不在身边 就开始寻找 灵灵想到 我却在那调戏起了那个丑狗 主要是为了撞滚气 你好呀 你就是苏灵的姐姐吗 皮肤保养得真好 女鬼还害羞了 天天晒不着太阳 皮肤肯定好啊 灵灵紧张地大喊 傻子 她不是我姐姐 我也假装不知道 满脸汗帝疑惑地看着灵灵 随后一拳就打在女鬼的脸上 那你干嘛不早说吗 为躲避巨型保安 不得已躲藏下水道 结果又惊醒躲藏于下水道的女鬼 从灵灵那得知她还有个姐姐 而女鬼的出现 让我误以为她就是灵灵的姐姐 灵灵的解释 让我瞬间恍然醒悟 我一边吐槽着 顺手一拳 又打在了女鬼的脸上 你这个臭男人 还讲不讲道理 明明是你特么自己过来调戏我的 一招就向我起来 我轻松弯腰就躲了过去 她还一边骂着我 我退到一边 掏出肉灵芝 还黑黑的坏笑着 双手举起肉灵芝 就使唤她 肉灵芝 给我变粗变长 结果肉灵芝 直接就卡在了下水道里 我整个人瞬间傻了 这不是坑我吗 女鬼看我半天没反应 直接就给我来了一遍 看来得找时间 练练如何在狭展身间作战 随后调动 奔波霸的力量 控制地上的手朝她攻去 滚烫的雨滴 击崩她的身体 女鬼也没想到 居然这么厉害 水滴落在她身上冒着热气 我竖着中指 不断嘲讽 来啊 接着来啊 臭小子 别以为拉开锯 我就打不到你了 她直接将手中的 骨尖发射出来 尝尝我的湿湿骨剑弹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我一点不慌 早就使用霸腰体 拱口多时了 霸腰广多体操之伸展运动 直接顺势将她朝洞口抛去 看着那玩意 直接冲她袭来 玲玲直接就摊坐在了地上 救命啊 伴随着一种决心 继续 出口的建筑 受巨大的冲击 四处飞溅 我拉起玲玲就开跑 刷一下 就从下水道逃了出来 女鬼也追着来到了下水道口 悬浮在半空手里抱着玲玲 四目相对地望银 肉灵芝 刚刚我没有发挥好 现在看你的了 直接将肉灵芝甩了过去 给我把她对死在洞里 在巨大化的肉灵芝面前 女鬼显得好渺小 瞬间冲印在下水道 犹如导弹将女鬼顶在了墙上 系统突然就提示那个 女鬼死亡 我真无了个大语 走近就看见女鬼的尸体 四分五力 你这皮肤是真好 不过质量是真差啊 刚刚还在和女鬼轻轻握握 下一秒就和女鬼开始了交付 结果就被捕在里面 巧妙借力成功破洞而出 肉灵芝变大 直接就把她撞死了 这个女鬼真是打本脆 这就散架了 顺手捡起她的武器 这个湿湿骨剑但挺不错的 你死了 我就替你收下了 也不知道 肉灵芝能不能消化 我拿着就准备喂她 来张嘴 我给你吃个好东西 直接拿着 就开始硬塞 肉灵芝整个身体都在颤 我特么没有嘴啊 灵灵看着 我在残忍地对待肉灵芝 整个人都害怕地颤抖她 灵灵也很好奇 没想到 居然一招 就干掉了半部血 非常好奇我到底 是什么人 哟 灵灵是不是害怕了 这么晚哥哥 送你回家吧 于是呢 我就在灵灵的指令下 走街串巷 行走在翘无声息的街道 她手指着那栋最高的楼 同时那栋楼顶 散发着昏黑的鬼气 这么浓烈的鬼气 按理说实力强的鬼才 住在高处 灵灵到底是什么来头 拉着灵灵 走在安静的楼道内 居然还有一夕的灯光照亮 如果突然发现一个 奇怪的房间 我感觉里面有好东西 灵灵紧张地抓着我 你别往里看啊 这家人女的 刚死了老公和小孩 最近每天都在做招魂仪式 害怕 我听了灵灵一番话 立刻开启了一桶茶饭 没想到 这磅礴的鬼气 藏都藏不住 都喷出来了 有着好事 哪能少得了我 我兴奋地拉着灵灵 就往里头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这些封建迷信 咱们进去戳穿她 灵灵都梦了 直接骂我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与此同时 屋内的女人拎着一只公鸡 伴随着公鸡的踩掉 一刀剑血阴火 可怜的鸡 就那么离开了世间 血液滴落了满满的碗 女人将那碗鸡血 端在了两个碗罐面前 披头散发地祈祷 老公啊 小娜 你们快回来吧 老公啊 小娜 今天是你们的头妻 快回来吧 我和灵灵出现在女人背后 立马吓了她一跳 你俩是谁啊 我是你老公 她是你女儿啊 你这都认不出来了 不 不可能 你放屁 我老公和女儿 根本就不长这样 亲自护送玲玲 走街串巷回家 在她所居住的楼里 在遇鬼祟 我拉着玲玲就冲进去 糊弄女人说 我俩就是她回魂的老公和女儿 女人坚信自己的眼睛 绝不相信我们就是 于是我又开始狡辩糊弄她 这不是回魂了吗 颜值也提升了 难道不好吗 我很自来熟 看见桌子上 有吃的就走去 没想到 你还给我们准备了晚饭 我们正好饿了 你倒是在上几个菜啊 老公和女儿 好不容易回来 你就这样交代我 女人直接露出了剪刀手 两个菜足够了 我巴唧巴唧 吃得满准都是 够什么够 我还没吃饱呢 女人突然就昏笑起来 我的意思 是我老公女儿 是你们往下走的 足够了 女人走到桌边 就端起那碗机械 将那碗机械 浇匀在那两个瓦罐里 双手直接就从两个罐子里 拉出一坨恶心的生物 玲玲一看 就知大事不命 拉着我的一脚 就往外拽 快走 我说过 别进来吧 玲玲拉着我纹丝不动 反而我的身体 兴奋的不停颤抖 我不准备走了 这鬼气 让我兴奋的 根本走不动 那两坨生物 直接就化成了 她老公和女儿的样貌 同时散发着 磅礴的鬼气 我似变态一样 冲了上去 鬼气鬼气 我来了 她女儿的四肢 也和下水道 那个鬼一样 奇奇怪怪的 呵呵 你就这么想要鬼气 那我成全你 她一刀就砍向了 自己的身体 我当时一脸猛批 这鬼 难道是脑残骗吃多了 下一秒 伤痕神奇般的 出现在她身上 这特么什么鬼玩意 明明是砍在她自己身上 怎么跑我这来了 她女儿利用自己的能力 疯跑了进去 这尽速伤害 全部转移到了我身上 这特么能把伤害 转移到我身上 这简直就是冷发的 一旁的父亲 也没有坐以待毙 也加入了战 我看你身上 这么多伤口 不如我用我的口水 帮你治愈一下吧 她的口水 犹如水霸泄红一样 分散 这口水是真恶心 汤硬地围着打转 这恶臭味 浓得我差点没吐出来 如此 我不得不拿出化妖卡 不然 就得交代在这 化妖 黄尸精 肩膀两边 分别浮现一副肩脚 连接着胸前 化成胸甲 丁 随即抽取到神通 王者之牙 伴随一声狮吼 化妖完成 戏弄女人 引出其余两只鬼碎 面对鬼气 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我似变态 直接就冲了上去 结果这两鬼 一个是bug 能转移伤害 另一个会疯狂 吐恶臭的口水 不得已 我使用化妖卡 成功化身黄尸精 化妖完成之后 我平淡地看着这些 散发着恶臭的口水 甩手一个防护罩 又抵挡住了 那位老父亲的 尸山浮海 女儿看着父亲的攻势 没有效果 自己又开始自残 转移伤害 有了化妖胸甲 这伤害根本不通不拥 你使劲啊 我可是一点都不痛啊 他惊慌得不知所措 为什么会一点伤害都没有 我露出王者之牙 就走到他跟前 你很喜欢自残吗 我这就来帮帮你 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 父亲看着女儿被杀 一瞬就出现在了 我们背后 杀我女儿 我要融化你 给我女儿偿命 父亲刚刚张嘴吐了一半 也被我的王者之牙 直插头颅 一刀下去 又像在顾家山庄 砍管家一样 做开颅手术 哎 这就是王者之牙 怎么感觉 这玩意也不咋地啊 难道是我口味提高了 女人惊慌地看着眼前 那个男人 明明上一秒还被压制 下一秒 又将自己的亲人斩杀 我坏坏地走近他 他反而一屁股 探坐在地上 尖叫着大声 你不要过来 谁想他连忙就沾了 一点管理的鸡血 将手指上的鸡血 抹在了自己的额头上 哟 不愧是血液急的 你这花样真多啊 他双手握拳 念着咒语 人死流魂 游走荒原 经此开计 隐魂归来 化鬼 把牙血液 一个鬼碎的身形 就出现在他身后 这特么真会玩 还学我变身 女人逐渐被背后的鬼碎包裹 与其融为一体 满口疗牙 还挺吓人的 一张嘴就释放着寒气 同时散发着威压 一旁的玲玲 都要被吓哭了 这个怪物好可怕 呜呜呜呜呜 真没想到 你还藏了一手呢 不得了 没想到 这时候肉灵芝 居然自己钻了出来 我还很好奇 但这次 我居然听到了肉灵芝说话 他提醒我赶紧跑 随即鬼碎大火的一声 释放着阴波 一口差点就咬到我 好在肉灵芝 即是按住我的头腹身才躲过去 接着又被他一撞 在墙上留下了一个深意 迅速换出神通 砍像鬼碎 并没有什么效果 结果他一下就啃破了我的肩甲 我去 好家伙 我这盔甲 都被咬坏了 这牙是个好宝贝啊 随便一刀轻轻松松 就解决父女二人 坏笑着走近 就把他吓着瘫坐在地上 他害怕地学着我使用鬼术 化身板牙血衣 还是我大意 被他胖揍了一顿 同时 右肩的肩胛 也被他直接咬碎 一点喘息的机会 也不给 他又向我冲来 此时我已经换出了 神通王者之牙 蓄力迅速一刀挥去 看我直接把你的臭嘴 劈成两半 结果我瞬间呆住了 他的大嘴 一口就将我的神通咬在嘴里 他用力一甩 让我甩飞出去 同时 我手中的神通直接折断 停稳落下后 我的汗水疯狂滴落 很好奇 为什么会砍不动 操控力量 填充王者之牙 恢复形态 蓄力爆发 加大力度的一击折击 结果还是一样没效果 才留下一点点小伤痕 吓我一跳 他以为真要被开瓢了呢 看着女鬼没啥事 我也开始怀疑了 这确实是二星神通呀 但也不应该这么拉胯吧 一个跳跃迅速躲闪 看着手里的神通 难道是我使用的方法不对吗 不但要思考问题 还要躲避攻击 刚刚差一点就被击中 既然这玩意叫王者之牙 那我就放在嘴里试试 用着附魔的牙齿 就在他的身躯上 咯吱咯吱地乱看 女鬼都无语了 这人是不是有病 还是说被我打傻了 他也懒死 一拳就把我回在地面 这一拳打得我眼貌惊心 这什么狗屁神通啊 一点卵用都没有啊 这女鬼看我被打得迷迷糊糊 就被我吓嘴 玲玲眼看大事不妙 急忙着大喊 大哥哥 小心啊 结果我还是没醒 被女鬼咔嚓咔嚓的 就吃进嘴里 仅仅是我一个人 她就打得宝了 玲玲害怕地愣在原地 腿脚发软 跑都跑不动 在肚子里 我突然清醒 神通碰到了肉灵芝 才激发真正的灵魂 这王者之牙 就是一个辅助神通 需要加持在武器之上 肉灵芝你 已经有神通加持 快捅她 不然咱俩就要被她消化了 女鬼解决完 就朝着玲玲下手 接下来就是你了 也就在这时 肉灵芝发挥了作用 给女鬼也来了一个开颅手术 我喘着大气 从开口处爬出 差点没憋死在里面 好险 玲玲在一旁吓得淡死 这可能算是最狼狈的一次吧 差点就丢了小命 突然我听到了 肉灵芝开口说话 你这个大杀笔 差点害我也死在里头 哟 你这是能说话了 你这还得感谢我啊 丁 化妖时间结束 系统提示 三只鬼碎 均已死亡 不敌女鬼被她吃进肚里 好在成功发现神通用处 利用肉灵芝 从体内开膛而出 没想到 居然听到了肉灵芝说话 从女鬼尸体爬出 就收到了系统提示 我踏实着身上的粘液 身上化妖的盔甲 也随之消失 手中的肉灵芝 也会死成原来的形状 我还很疑惑 我开始拉扯着她的身躯 肉灵芝 你怎么又沉默 说话呀 你怎么了肉灵芝 肉灵芝内心也骂骂咧咧 我说你大爷 你倒是把神通开开啊 又是和下水道同样的谈 玲玲看着我 又在折磨肉灵芝 这个哥哥 到底靠不靠谱啊 这完全看不出来啊 收拾完 我和玲玲就来到了室外 看到了满天飘散的鬼气 我发现 所有的鬼气 都朝着眼前那栋 最高楼的屋顶飘出 这磅礴的鬼气不断汇聚 好像是屋顶有什么东西 在吸收鬼气 戏看居然就是 那凶墩及鬼祟所需的魔堪 在吸收这些鬼气 那个逃跑的女鬼 也出现在哪 哈哈 整个小区的鬼气 都在向这里聚集 突然傀儡师梁四 把羽衣女鬼吓了一跳 你这样实在太慢了 要不要我操控附近的鬼祟 过来陷阱魔堪 女鬼说出来自己的疑惑 你不是被樱桃的抓住了吗 突然身旁 又出现一个一模一样的杨四 再次刷新了女鬼的认知 你别忘了 我是个傀儡师 随便弄个分身 糊弄他们去追 然后自己逃出生天 这不都是手道擒来的事吗 杨四说完 就听到羽衣鬼 用命令的口吻吩咐着他 那你快把 附近的小鬼都招过来吧 别让大人等太久了 也就是这时 我们出门恰好遇见 忽然一个两米多高的鬼祟 出现在背后 把我和玲玲都吓了一跳 我直接掏出肉灵汁 就准备砍他 结果那个鬼祟静止的 就从我们身边走过 我俩都猛了 玲玲突然发现了 更加恐怖的事情 手指着那边 居然是一群鬼祟成群 结队的扎堆在一起 这些鬼祟 好像被控制了 都在往那边聚集 看着眼前的一幕 我不禁开始仔细思考 仔细思考 只能想到一个答案 那就是 有人在进行鬼王的败兽一事 这可是个凶魂级的鬼祟 一定要阻止他 不然整个江城市都要完蛋 行走室外开始调查 发现了一群被操控 参加败兽一事的鬼祟 就是我想带着玲玲上去查看之时 突然一个奇怪的鬼祟 学着狗叫在乱跑 好像在焦急地寻找什么 盆中直撞的 我们也险些 就被他剥底 他哭嘀嘀的同时还在汪汪叫 焦急地询问 我主人呢 你们有看到我的主人吗 我去 他居然没有被控制 看来他的等级应该不低 刚刚主人丢下我一个人跑出去了 拜托你们帮我找找 那个你也不要担心了 说不定你主人没丢 准不过是死了呢 他瞬间就开始骂骂咧咧 你这个混蛋 居然敢诅咒我的主人 我俩都傻了 你他妈是不是傻 我说 有条傻狗的主人 死了 我说是你了吗 气氛瞬间狂暴 你居然骂我是狗 我要杀了你 你他妈不是狗 你忘你妈能忘 于是呢 狗子和我就开始互相仇子芬芳 一顿巴拉巴拉 疯狂输出 不知怎么了 一旁的零零捂着耳朵 颤抖着身体 嘴中就开始长出两颗尖尖的獠牙 你们俩都别吵了 突然我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我整个人都梦了 苏巧 不是苏灵吗 他怎么突然就变成鬼了 于是苏巧又开始对那个傻狗 开始疯狂输出 你这个死狗 声音难听死了 把我都吵醒了 你这个狗罗利 长了两颗狗牙 我看你比我还像狗 战场瞬间就从我这转移到了苏巧了 他俩开始当话对付 合着现在根本没我什么事 那个傻狗 自己一大头 就把苏巧咬在嘴 他没咬死你个小屁孩 苏巧也卖力探出脑袋 一头咬在他的嘴上 就你会咬人吗 他俩互相飞残 苏巧抚摸着头 嘴里嘟着头 傻狗的嘴上 留下了苏巧的牙力 呼呼唧唧地嘟囔着 自己不会得狂犬病吧 苏巧迅速一个闪现 就溜到傻狗的背后 想要偷袭 傻狗立马发现了 苏巧想要偷袭 一个大尾巴 就甩中了苏巧 去你大爷的 还想偷袭 之后 他俩一番战斗 傻狗被打得离青连途 傻狗突然收缩蓄力 准备着什么奇怪的招式 一个爆发狗头弹射 直接击中了苏巧 满身尘埃的苏巧不服气 缩脖子弹射是吧 我也会 一个狗头弹射 就撞击在傻狗身上 苏巧头上那早是真硬 差点就在傻狗身上 戳个窟窿 他俩谁也不服谁 傻狗又继续叫嚣 来啊 接着来啊 小屁孩 你这个傻狗 来就来 谁怕你啊 遇见横冲直撞的傻狗 寻找主人 与其一顿脏话被撑 离其引出 零零体内的姐姐苏巧 于是他一出来 就没我啥事 反而他和傻狗 开始吵了起来 他俩谁也不服谁 又准备继续对比 十块四水飞溅 这俩家伙 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的嘛 也不知道小心点 此时 我的身后有一个鬼祟 正在悠哉悠哉地经过 结果 这块飞溅的大石头 让他遭了殃 我看着他残缺的 失实地叹息 真是霍虫天将 你可真是够倒霉的 我仔细一看 发现了一样 这个倒霉蛋的身上 居然带着一块 硬有他和傻狗合照的样子 我发现一样 就想要去提醒 那个傻狗 我上去劝架 反而被苏巧揍了一顶 接着又吃了 那条傻狗的头腿 这傻狗力气是真实 我直接在地上摩擦倒飞 数米开弯 他俩这时 却突然站在统一战线 你插起来 找什么乱了 我爬了起来 数落了一下身上的灰尘 你俩等下再打 我有件事 要和狗哥说 我拿起那个 倒霉鬼的下半身 你仔细看看 这个是不是你的主人 傻狗一眼 就认出了那条 熟悉的腐子内骨 他瞬间 就开始哼哼唧唧的 这就是主人 经常喜欢扔出去 让我捡回来的粉丝内裤 主人怎么被你 撒成这样了 我也和他解释了 是因为他俩打架 一块大石头 把他砸成这样了 这傻狗完全 把你撕 就想撕碎 我为主人报仇 突然裤衩子里的 肉灵芝躁动起来 附上神通的肉灵芝 直接插破了 傻狗的天灵盖 你这个家伙 知不知道 他嘴里臭得要死啊 我用力拽着肉灵芝 还堵草 你这有神通附魔之后 话这么多 我突然 还有点不适应 我转头就发现了 苏巧有点异样 结果他头上的尖角消失 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我跑过去 一把扶住了他 喂 没事吧 你是灵灵吗 啊 难道刚刚是姐姐出来了吗 呃 对 灵灵的姐姐 还挺厉害的嘛 不过就是脾气有点暴躁 灵灵瞬间害羞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也看出了 灵灵有点为难 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 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说吧 通过倒霉鬼的吊坠识别身份 将他的尸体 给那个傻狗进行识别 他认出了主 一尊青红皂白 就认为我害死了他的主人 肉灵芝神通附魔 一下就捅死了傻狗 苏巧也因噪声的消失 继续沉睡下去 灵灵也不知道 从来捡来的一包小鸡鸡蛋 我和他巴唧巴唧 吃过老伤了 之前激烈战斗的生产 丝毫没有影响到那群鬼祟的行动 可是这小熊饼干的飘香 却引来另一个麻烦 对爱小熊饼干的保安鬼 闻到飘香突然惊醒 东张西望的大声喊 是谁在偷吃我的小熊饼干 保安鬼 顺着飘香 你知证 撞死了好多 一瞬间 他张牙舞爪巨蛋的身影 就出现了 吓得我们差点失了身 灵灵看着他来抢小熊饼干 惊慌地撒开了手 他一拿到小熊饼干 想起那个味道 哈喇子就不断流出 同时守在袋子里摸索了 结果袋中早已空空如也 一块小熊饼干也没什么 亲爱的小熊饼干没了 他瞬间愤怒地捏扁了袋子 控制着头顶的小灯笼 就发起进攻 我要你为我的小熊饼干陪葬 我抱着零零一闪 避开了攻击 反倒后面的鬼祟遭了压 被那道激光激重 直接变成了他最爱吃的小熊饼干 有的吃了他还吐槽 鬼变的小熊饼干最难吃了 从他吃东西的时刻 我刷一下就出现在他背后 准备偷袭 肉灵芝全力一击 就打在他的天灵盖上 结果就给他挠了痒 一刀下去 紧紧踢开了他头顶的帽子 这现在遇到的鬼 皮都这么厚的吗 肉灵芝都砍不动了 伴随他再次的攻击 我后撤躲闪 落地之后 直接释放掌心雷 和他释放的技能 开始最轰 这玩意皮是真厚 还有魔人不偶 红款小啾啾 这玩意真烦人 被垫一下 把他头上的小啾啾弄下来 我拿起肉灵芝 架起了大局 就开始瞄准目标 突然发现 灵灵不知啥时候 爬到了保安鬼的背上 于是我就收起了肉灵芝 这次好像不需要 你出手了 灵灵卖力地 拽着保安鬼的小啾啾 保安鬼疑惑地看着灵灵 你这小东西 要干嘛 真是小看了灵灵这小家伙 居然真的 把那个小啾啾拽断了 小啾啾就是他零食的来源 灵灵这一弄 可以说是直接要了他的命 一句发生变故 它彻底爆发 散发着更强威压 身上衣服直接撑爆 露出剑瘦的肌肉 这次我就来陪你们好好玩玩吧 因一包捡来的小熊笔丹 反而引来了受控制的保安鬼 灵灵一个道把锤杨柳 拔断了小啾啾 因此也彻底激怒了保安 愤怒的他撑爆了衣服 露出剑瘦的肌肉 我人都看傻了 还能这么玩 这肉眼可见的更砍不动 灵灵突然就出了个馊主意 哥哥 你要不再像打招红鬼那样 钻到他肚子里 我一拳就敲在灵灵的小脑袋上 你这个小家伙 你想害死我吗 你看看他那一嘴的牙 简直就是绞肉鸡 我还没进他肚子 就已经成肉馅了 肉灵支又从裤裆里钻了出来 顺着身体往上爬 我很疑惑 不知道他想做什么 他爬到我的肩上 就化成了一个泡筒 从嘴里就吐出来 那个我另摆进去的湿湿不见戴 他的操作让我瞬间想了起来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 肉灵支准备 瞄准目标 狮狮鼓箭弹 发射 这玩意就像穿甲弹一样射了出去 静止撞向保安鬼 狮狮鼓箭弹一瞬 就撞击在保安鬼的胸膛上 一点伤害也没造成 保安鬼很自傲 直接就开始瞅 就这 警鬼的破玩意 你也当得保 肉灵支 你这也不给力 这力度太小了 我来给他加点动力吧 于是 双手开始控制小心雷 聚集力量 瞬间释放 击打在鼓箭弹上 保安鬼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可为时已晚 鼓箭弹在掌心雷 雷电之力的鞭打下 急速旋转 犹如钻山锥 直接钻穿了他的胸膛 留意力量没击 鼓箭弹钻穿他 继续击穿了条街巷台 保安灯问鬼 就这样杀青去领盒饭了 随后 我收起肉灵支 继续将他塞回裤装 灵灵清醒后 就指着那幢鬼气聚集的楼 大哥哥 你快看啊 此时那栋楼的屋顶 已经聚集了非常磅礴的鬼气 显得异常恐怖 接着 我和玲玲 继续朝着那栋楼的方向前进 玲玲害怕的紧张 环顾四周 大哥哥 这里好安静啊 玲玲不要怕 鬼都被吸引走了 就算有 我也会保护你的 玲玲望着那栋楼 居然说出了那个 羽翼鬼的名字 叫张春雨 我很疑惑地说了出来 张春雨 你说的是那个 偷走魔堪的女鬼吗 那你对她了解多少 我听说 她原本是个漫画作家 专门喜欢画些阴间故事 在某一个天 她来了灵灵 跑到一栋威楼里取材 结果那天她点背 与太大 威楼真是很难 跟着玲玲 继续向鬼气聚集的楼前提 又从玲玲那 得知羽翼鬼的名字 以及她身前谨慎的消息 那晚楼她之后 救援队 她被发现的时候 就只有半个身子了 因此 整栋威楼的鬼气 也注入到了她的体内 听到这我冷汗池吗 原来她就是这么变鬼的 也难怪我遇见她的时候 穿着个雨衣 原来是为了遮挡自己的本体 话说她也活该 一个漫画作家 不在家好好待着 偏要去什么威楼取景 一会功夫 我和玲玲 就已经走到了老大 正准备走进去 就突然踩到了陷阱 突然就有人呼唤着 我和玲玲的名字 我还想回头看看 是谁在那 直接就被玲玲拍手阻住 玲玲叮嘱 千万不要回头看 忽然会全身溃烂死掉 一个长相派大兴的鬼 堆在后面 呜喊着 江辰 苏玲 我在你们后面 我用余光看清了她的魔物 这回头会烂掉 不回头又会被偷袭 这下麻烦了 玲玲 她刚刚是不是指 喊了咱俩的名字 玲玲紧张地回答 对啊 就咱俩 我于是掏出了肉灵芝 那这不就很好办了吗 肉灵芝看你的了 肉灵芝一个伸缩弹射 就朝凝视鬼弓去 她反应快成功 堵了过去 她没想到我还留了这一手 几个飞速的跳跃 就来到我跟前 嘴里还不停地巴巴 自以为胜券在握 就出现在我跟前 反而却陷入我的陷阱 在我一同的凝视下 她显得异常恐惧 在受到我凝视后 她变得神志不清 最终经受不住脑子爆炸 脑汁四处飞溅 解决完鬼祟 我就摆了个帅气的造型 小东西 居然还敢 在我一同面前 搬门弄死 凝鬼祟的消灭 立刻引起了 与一鬼张春雨的注意 没想到她还有点实力 我不知在楼下的守卫 都被干掉了 张春雨紧张地不知所措 又开始吩咐起梁四 我走不开 你下楼去对付他们 梁四也没办法 只能忍气吞声 要不是只有张春雨 能控制魔刊 刚才就已经杀了他 伴随搜一声 张春雨目视着梁四前去阻挡 与此同时 我和灵灵奔跑着在楼内心情 突然我一愣 发现了傀儡师梁四 他还和我打着招 好久不见啊 小伙子 我也很疑惑 明明梁四已经被樱桃的抓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露出了中指鄙视他 上次你想偷袭都没成功 这次你还敢正面挑战我 逗我呢吧 轻轻松松一个凝视 就干掉鬼祟 朝着楼内奋力进发 结果在约按门傀儡师梁四 我竖起中指 给了他一个国际问候 你这是要和我单挑吗 梁四听完 只是轻蔑一笑 你觉得我还会傻到 再和你单挑吗 天真 突然就看见他手里 出现四个红色的群 瞬间飞速化成四个鬼 将我牢牢包围其中 分别是影子 魔头鬼 猪头鬼 以及喵喵鬼 零零一眼就认出了这些家伙 这几个鬼祟 就是小区里最厉害的 我也很疑惑 你们几个都这么厉害了 为什么会听从一个 暗蒙老灯的话呢 梁四瞬间挠火 搞了半天 你根本居然不知道 我是个傀儡师吗 他也不说废话 控制着四个鬼祟 就开始发起进攻 面对四个鬼祟 我只能让林林先躲一边去 林林听到刷一下就溜了 跑得是真快 面对四个鬼 丝毫不敢大意 直接使用二星化 腰卡杨丽大仙 两个大眼睛上面 又长出两个小眼睛 怪下人犯 左手和右手 分别出现半个震惑 双手合时 形成一个完整的震惑 花腰完成 我瞬间感受到 那澎湃的力量 丁 随机抽取到神通 地狱之眼 死亡法阵 刚花腰完成 苗军就冲到我面前 准备干我 我笑嘻嘻的一把 就抓住了他的爪子 另一手又抓住 他袭来的爪子 前两招攻击 全都是阳弓 他真正的杀招 却是自己的尾巴 我真的不想说什么 头一次见 这么着急送死的 一个法阵 就显现在 我和苗军所处的位置 苗军根本就想到 自己会冲到 死亡法阵的力量 瞬间显现 死亡之力 捕视着苗军的身躯 我还很疑惑 奇了怪了 这都没死 他居然还自信起来 没想到吧 我可是有九条命 可我接下来的一番话 彻底打碎了 他生的希望 那你可能还得 再死八次 一个想指 继续操控法阵 擅入法阵 必死无疑 我就站在那 看着他 拖着重伤的身躯 不停地向外摸 他被那句话给吓到 拼命地大声呼喊求救 然而并没有 一个鬼天来救他 眼尖声的希望 就在眼前 可是他最后的一条生命 也将消耗殆尽 终于他支撑不下 生命彻底消融 在死亡法阵之中 给了他瞄头就是一脚 真可悲啊 有时候太自信 也不是什么好事 使用化妖卡 化身杨丽大仙 成功获得两项技能神通 直接就有个瞄君 上来送死 可他是真惨 活生生地在法阵中 体验了九次死亡的痛苦 突然一阵气势如虹的 刀锋划过 击打在法阵之上 真没想到 仅仅一刀 就将我的阵法破坏 这头猪 不像外表那样愚钝 反而很聪明 一场紧张 一个百分百空手 接白刃 就接住着猪头的刀 听到一响 回头就发现 那个影子鬼出现 准备在我背后 搞小动物 于是我将计就计 在这头猪的大刀上 冒下了一个死亡法 一个轻松泄力 将大刀的目标 转向身后的影子 那一刀 差点没把他头劈开花 影子鬼 直接开始骂骂咧咧 你根本砍我干嘛 会不会打配合啊 哼 你应该庆幸 我刚当受力了 不然 那一下你的头 应该被劈开花了 影子鬼继续隐藏 同时骂骂咧咧着 真实的猪队友 我迅速后撤 与他们拉开距离 避免再次被围攻 刚刚落下 突然就被影子里的鬼 给抓住了 上一秒 他还很自信地炫耀 自己可以无处不来 我回头鬼妹一笑 死亡法阵的力量 立刻开始侵蚀他的周身 他很疑惑 为什么 为什么 明明地上没有法阵啊 我直接道出了 他为什么会中刀 我在百分百空手 接白刃的那会 就已经在那头猪的刀上 落下法阵 那头猪仔细观察一番 也发现法阵的烙印 影子鬼痛苦地埋怨着 万万没想到 最后害死我的 居然是你这头猪 猪头一手 斩断了烙有法阵的那截刀身 那刀身断开吐 迅速长出一团肉球 那头肉球化身成了刀身 那肉球和肉灵芝一样 都有一颗眼睛 真没想到 你这头猪花样还挺多啊 伴随着猪猪侠一刀袭来 我直接从当里掏出肉灵芝 王者之牙神通 直接固摸在肉灵芝上 抵挡度他那一步 肉灵芝直接开始扒扒 这把刀的属性和我一样 我搞不定啊 而且 他叫乌鲸长骨 我叫肉灵芝 他比我硬多了 肉怎么干得过骨啊 真就多余得这神通 让你废话这么多 既然你不敢打 那你就帮我盯着后面那两货 别让他们阴我 这么个好差事 肉灵芝也欣然接受 魔头和梁四 在一旁看着影子鬼的死法 都无语了 这谁还敢和这头猪打配合啊 连自己队友都看 巧妙借力 轻松砍中影子鬼 他到死才知道自己是被 这头猪队友坑死的 一旁的魔头鬼和梁四 一动不敢动 生怕上去帮忙 还被这头猪坑 这头猪蹭我开小差 就开始偷袭我 没有武器 好在还有控木术 可以抵挡他的攻势 既然没有武器 那就用木头 做把武器试试 那现在就看看 是你的骨头印 还是我的木头印 我挥着木剑就往上冲 凌空跳跃一击 被他轻松抵挡 他瞬间反击 巨大的力量压制着我 直接把我压倒在地上 手上的木剑也脱手不出 这个看戏的魔头鬼 看到有机会 立刻就过来偷袭 我立刻拿出肉灵芝抵挡 他也被吓得嗷嗷叫 泛着咔嚓一声 魔头鬼瞬间咬断了 肉灵芝的身躯 静止朝我袭来 我整个人瞬间一愣 帮忙中 立即使用霸腰体护身 好在及时使用了霸腰体 忽然这条胳膊就要没了 来不及顾及 给了他一招八百里摸 这一拳直接把他打飞 我也很疑惑 这玩意真是小区最强吗 比之前几个弱好多呀 真是一口气不让挡 我刚拿起木剑 那头猪又拿着刀向我砍来 这头猪是真聪明 知道我会化法阵 一点喘息的机会都不 照这样打下去 只能冰形写招 我于是开始与肉灵芝密谋 他拖着重伤的身躯 回应着我 既然你还能动 那这件事就好办了 我直接和他挑明 猪猪侠 咱们来一决胜负吧 他也很爽快 我佩服你的勇气 一决高下吧 我们俩使劲 绝对就分在一起了 这头猪也很疑惑 居然敢和我拼力气 你这不是纯纯找死吗 肉灵芝 该你出手了 快敲补 肉灵芝一脸不情愿地爬出 我都这样了 你还叫我去敲补 你好狠啊 肉灵芝也丑化受在前头 一下撞击在里面 鼓声瞬间开始传荡 定身效果立即在猪头身上显现 他俩一旁观战 也傻了 这头猪怎么了 一动不动 愣在那干嘛 好险 虽然范围不广 但总归还有点效果 猪头也知道自己重击 分分钟就可能死亡的他 汗水不停涌现 疯狂地挣扎 想要摆脱 我人都傻了 他这就能动起来了 必须立刻解决他 蓄力张力 小分发而冲 一阵烟尘过后 我喘着大气 猪猪侠的头和半个身躯 被封成了碎炸 可这时系统 却突然跳出提示 距离划腰时间结束 仅有五分钟 我回头便望向那两个手下败将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面对这两个垃圾 看来我得速战速决了 艰难力战鬼祟猪猪侠 兵情险招 最终于的仓虎像 成功将其击杀 看到系统提示回首 就望向那两个手下败将 我挥动手指 就开始挑衅 我赶时间 你们两个手下败将一块上的 那个魔头率先行动 同我一旁绕 我很疑惑 难道他又准备偷袭我吗 谁能想到他 居然跑过去 占据了那头猪的身躯 他占据着猪的身躯 吸收着他的力量 无尽长谷 和这头猪的力量 我就一定向那 他占据猪猪的身躯 化为己论 释放着唐国的狗 反正也是个手下败将 趁他融合之际 先干掉暗门那个网峰 梁四人都少了 这这么活有头吧 你先干那个鬼 反倒先来干我 梁四紧张地摘下帽子 继续叫嚣 你不会还以为 我像之前那么好欺负吗 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我的怪兽枪plus 这次 我可没有手下留情 一刀再次斩灭了他的分身 刚刚斩灭傀儡师分身 我就注意到那个女鬼 他释放的鬼气 居然比刚开始翻了整整四倍 我感觉到 鬼气达到峰值 终于停了下来 我意识到 他终于融合完了 面对磅礴的鬼气 我深知 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没想到这个女鬼身材和颜值 还挺不错的 就是那双手有种磕缠 来吧 咱俩现在好好玩玩吧 女鬼看着我 紧张地愣在原地 就提出疑惑 你这是害怕姐姐了 那这样我过来了 我早不知好阵法 心里坏笑着 对 就这么走过来吧 眼见他马上就要进入法阵 却突然在法阵边缘停了下来 女鬼一早就识破了我的小伎俩 只是一直没有拆穿 在陪我也信 随着他一脚下去 整个法阵以及周边的地面 全部攻击 躲在一旁的玲玲 也受到了拖击 大哥哥 你能不能快点解决他 巨大的晃动 使我没站稳脚 一把跪倒在地上 他一瞬间 从茂岩边 释放出一堆古刺暗器 运气就直接朝我袭来 面对一堆暗器 我来不及思考 没想到他也是个老六 还留了一手 这发暗器所蕴含的力量 是之前那些的树 好在我突然吐出的木鸡 弹开了暗器 差点就要铺盖了 我听到一响就发现 女鬼已经出现在背后 这个女鬼真不害臊 一把就将我搂在怀里 在接触的那一刻 我也感受到 她居然是个飞机场 她再次控制暗器 抄我袭来 你个女鬼不讲武德 绑着我 还要杀老子个回马枪 一刀迅速斩杀梁四分身 谁曾想被我小看的魔头鬼 反而却是罪名对付的 被他直接背身抓住 一招回马枪 险些险命 就要葬送在他的手里 幸亏即使使用终极空木术 召唤森林巨人 剩一剂回马枪的威力 直接在森林巨人的身躯上 游下了一个大窟窿 我俩也亮亮呛呛地 从巨人头顶跌落下来 巨大尘埃之下 我在地上摔了几个跟头 停了下来 看来是我小瞧了他 没想到他实力还真不难 森林巨人都被他轻易打穿 烟尘刚刚散去 他透过烟尘 直接朝我袭来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他那狱卒 就已经出现在我面前 果不其然 狱卒直接甩在我的脸上 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 面对女鬼 我还想利用对付朱珠侠的招数 他早就知道我要来这一趟 一把就抓住我拿骨的手 反手又给我来了一个大壁桶 我瘫坐在地上 身体受到重瘫 咳嗽了两声 他看着我 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以为我重伤无法行动 就开始调戏我 直勾勾地伸出狱卒 先在我的腿上蹭了几下 于是 又在我的胸膛上蹭了几下 最后直接搭在了我的下 将我的头微微抬起 那么厉害的人类 真是少见 要是融合在一起 我也能达到凶魂心了 当他还在继续调戏我之时 我脑子里疯狂地转动 想着应对之法 突然发现 那边窗户破碎 明亮的月 挂在黑色的夜空中 于是我就想起了 特处式的能力 开始用手抚摸着他的玉族 准备转移他的注意力 双手开始在 他的腿上抚摸着 小姐姐 你的腿真美啊 摸起来真滑 女鬼也突然害羞 你干什么 变态 我双手顺势向上摸去 姐姐 你的腿好棒啊 我好喜欢 我抱着他 就往窗边冲去 姐姐的脚踩在地上 有点脏了 我带你去洗一洗吧 抱着他 很快就冲向窗边 待会我把你身上的脏东西 全都洗掉哦 带到月光 照耀到他身躯的那一刻 他也慌了 航牛喘越 净化他 月光的力量 瞬间照射在 我和他的身躯上 月光消失 只见他的身躯 化为了一堆白骨 哎 怪可惜的 这一下洗得真干净 全都洗没了 不过就这骨架 生前也肯定是个美人 我最后还亲了他脸颊一下 与此同时 梁四拖着重伤的身躯 向天台前行 嘴里还骂骂咧咧 要不是我闪得快 忽然刚刚那一刀 真的就被他劈成两半了 我瞬间赶了上来 出现在他背后 他手挡脚下 瞬间间走 所以啊 我这不就过来补刀了吗 被漂亮女鬼一顿暴走后调戏 一番思考 迅速想出对头 抱着他一番调戏 就把他带向月光之下 一招苍牛喘越 把他洗得干干净净 随后 追着梁四的步伐 就来到地头 梁四很疑惑 同时手上施展提升素 明明我做的天衣无缝 你又是怎么看破的 哈哈 因为我的地狱之眼 没有看到你的死相啊 但是现在看吧 此时他背后便出现一个地狱之眼 疯狂地注视着他 地狱之眼发出恐怖的笑声 梁四惊慌地不知 他低头也发现 地上居然也是一双地狱之眼 在凝视着他 不要害怕 地狱之眼带来的死亡快感 一下就过去了 梁四还不知道 自己的死期将至 还异常自信 死相 不过就是附着在我的傀儡上罢了 哈哈 就凭你是永远抓不到我的 哦 是吗 有时候太盲目自信 不是件好事哦 此时楼顶的魔刊 还在巴唧巴唧地 吃着其他滚碎 张春雨脱了魔刊的服 本着魔刊吃肉 他喝汤的结构 鬼气也在碰碰碰地往上涨 他擦拭着嘴巴疑惑着 这个梁四 带着四大精英 怎么那么久还没回来 梁四拖着被地狱之眼 缠绕的真身 张春雨回头就望见梁四 河骂他 为什么这么久他回来 仔细一看才注意到 梁四被奇奇怪怪的东西包裹 梁四发疯似地 朝张春雨扑了上去 向他求救 这次梁四真的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恐惧的眼泪和鼻涕 不受控制的流通 梁四半倒在地 努力地爬向张春雨 张春雨做一只鬼 都被吓到了 你别碰我啊 眼见梁四的手就在眼前 他表现得异常嫌弃 直接送了梁四一脚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去死吧 这一脚下去 就将梁四真身拦腰斩断 同时 地狱之眼还在侵蚀着他 在这双重的折磨之下 他最终以恨西北 那句傀儡分身 也随之消散 系统也发来的提示 击杀四只鬼祟和傀儡师的鬼器抢壁 我把这些刷到的鬼器 全部喂给了肉灵芝 他也瞬间恢复了活力 终于追上了这宝贝 我拿着肉灵芝杀红了眼 接下来就直奔主题吧 咱们上 魔刊还在不断地吸引着奇余鬼祟 前来陷阱 张春雨祈祷着 现在千万不要再出什么插头 伴着一遂风险 我的声音开始响着 你想得美 你特么懒啊 你的生命就此终结 释放地狱之眼 施加梁四之身 再加上张春雨的鼓包 梁四最终不忍折磨 隐恨西北 我也杀了眼 握着肉灵芝 就上楼顶找他 同时 张春雨一眼认出了我 手里还抓着一个来献祭的鬼祟 下一刻 那个鬼祟上就留下了啃食的 其余来献祭的鬼祟 也被擦擦两声 留下了啃食的痕 张春雨疯狂啃食手里的鬼祟 从中获取枕气 栽邦准都鼓起来了 他吸食完鬼祟就变身 弄得楼底乌烟瘴气 他不再像之前那样 反而变成了一只奇怪的虫子 长了好几条奇怪的毒 战斗一触即发 我俩打得互相上下 他那庞大的身躯 没有我三个人 他张牙舞爪地 将我包裹在他的身躯之中 卧槽 大意了 此时我的周身 全部都是风力的尖刺 他和那个招魂鬼一样 傻一样的自己 以为自己肩不可摧 反而都是从内部被瓦解 在你被腐蚀殆尽之前 我是绝对不会松开的 伴随肉银具的肚子 他的身躯被撕扯成了两段 不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我不甘心啊 你以为我手里这玩意 是吃素的 要是为了五千鬼气还没用处 我早就把它丢了 重伤倒地的他 依然拖着自己的身躯 向着罗堪爬行 大人 对不起 我还是没能完成你交代的任务 我懒得听他费这么多话 拿着肉银之上去就不看 重伤之躯 再次受到暴击 一口绿色的鲜血 污之欲出 就因为一口血 为我引来了一个更大的麻 那一口血沾染在魔堪的上面 引发了菌 那魔堪 瞬间开始消融化为绿色液体 流淌在那堆尸骨之中 与之相容 那堆尸骨受到语论 瞬间活了一遍 灵灵看到这一幕 立刻感觉大事不妙 这是借尸还魂 这个胸魂要出来了 与此同时的阴草总部 徐磊正在总部的休养室中 调理身体 休养之时 还不忘查阅点击 终于 他在众多点击中 找到了关于魔堪的记载 点击中 详细记载了魔堪体内 本身就藏有一枚胸魂碎片 当魔堪吸收足够的轨气后 就会溶解成流质 这些流质 与十四个头骨相互融合 凶魂就可借此复活 随后 徐磊便放下点击 开始思考 看来这次剿灭魔堪的难度有点大 必须带一个B级宗师 才较为保险 残忍斩杀于衣鬼张春雨 而在休养之中的徐磊 也从点击之中 查阅到关于魔堪的详细介绍 眼看这些流质和头骨开始融合 同时又听到了零零所有 我着急忙慌的就往前冲 就爬慢了一步 凶魂就要复活 暴力一脚踹在那堆头骨上 去你大一脚 一脚就把那堆头骨踹得四面散开 我看见此景 以为就没事了 可这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一个头骨突然就飘浮起来 释放着力量 一拳击打在我的身上 我还是没能阻止 这只凶魂复活 它复活抒化着身躯 是谁 是谁破坏了我的复活大体 蓄谋已整机 它异常愤怒的诺 我也很侥幸 幸亏即是开了八腰底 突然系统发来提示 这提示让我瞬间一乐 这吼一声就能释放一千六百鬼气 这有点恐怖啊 阿森你笑 是不是你们破坏了我的复活仪式 把我俩下的浑身颤抖 我简直不当人 直接把锅甩给了玲玲 是她干的 玲玲只能破口大骂一声 你嘛 转身灰溜溜的就好 不是我呀 不是我 不关我的事 你刚刚是不是踹了我一脚 那我现在还你 我一个弯腰成功避开了突如其来的攻击 下意识又突然发现她一拳袭来 好在双手成功抵挡下了这一击 现在不划腰都能勉强接下这一击 看来我对神通的理解又提升了 出来吧 玲玲只 亮得像吧 小宝贝 一个跳跃手握肉肉 用力挥舞砍向她 这一刀下去 丝毫没有导致伤害 你就这么瞧不起我 我意识到危险力就后退 下一秒 她眼中就射出两道攻击光线 刚刚落下 又要忙着躲避她的践踏 我得充分利用 好小个子灵狐的优势 发起进攻 没想到我却突然被她一把抓住 这和我想的不一样 滑一下 用力将我砸在地上 接着又一拳打了下来 她露出坏坏的幽情 疯狂的敌 我在坑里被打得鼻青脸肿 你是不是被我破坏了吗 凶魂的骸骨 都没进化完成 就能有这种力量吗 要是完全进化 那还了得 面对眼前的强敌 我不想被揍 只能拿出其中一张三星化妖卡 化妖释放磅礴的力量 使得凶魂不得不谨慎地后退 化妖 熊皮罐 孤注一掷了 未能阻止凶魂复活 不得已甩锅玲玲 结果她很聪明 知道是我干的 一把将我抓住 疯狂折磨 不得已我只能使用 三星化妖卡熊皮罐 力量充斥 嘴中长出四颗獵牙 背后肩胛骨的位置 突然凸起 两只巨大的熊掌 撕裂衣服而出 凶魂一脸猛 这个人怎么回事 感觉突然变强了 借着巨大的熊掌 蓄力跳跃 借力朝凶魂鼓冲而去 毕竟是凶魂体的滚碎 反应异常灵敏 随便挥手一拳袭来 我的小拳头和他的大拳头 对轰在一起 他没想到 突然暴涨的实力 居然和他欺负相棒 同时我接着操控熊掌 一种挥拳 一个巨大的耳光 这一巴掌把他都干了 倒在地上 玲玲躲在一旁 全身颤的 看着都害怕 这个大哥哥 又莫名其妙变厉害了 胸魂也射击 碰着头顶的尖角 开始聚集雷电 雷电之力 迅速释放上我袭来 这熊掌真结实 不过就这点攻击 根本伤害不到我 爆发跳跃 冲向胸魂 两只熊掌 直接压制住他的双手 我再上他在下 这样看着 还挺羞耻的 可我是站着的 我右手握拳 疯狂蓄力 我现在就让你尝尝 什么是熊的力 这一拳下去 不仅地面产生裂缝 他的脸庞 也凹进去一大块 他感受到痛苦 发出了惨叫 作为处于鬼祟顶端的他 无法忍受如此趋 你这个混账 我要杀你 他额头上的十字光镖印记 污染变大 温温 真没想到 一个残缺的凶活 引力很天地一行 看来 你这是要认真对待了吗 十字光镖变化 使他看来像个闲淡超人 一拳轰击在熊掌之上 一抱还一抱 这一拳我加倍奉还 我也 就是奉还 但他 又不提他 就一个残体 都这么难对付 要是个完整体 那得多恐怖啊 于是 又是死之不定的存抛 这次 他再有 不惜自损 释放技能 天罚 天空中 瞬间出现一个巨大四十光镖 释放出磅礴的力量 直接轰击在 我们所处近 溜的老远 躲藏的玲玲 也受到了多几 一阵烟尘过后 我那化妖获得的熊掌 也因攻击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这一招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使他已经尽不竭力 哈哈 就你这残破的身躯 释放了一次大招 也承受不住了吗 我随即立刻拿出肉灵汁 既然这样 那你就安心上路吧 卸掉熊掌 拿着剑就撑上去 你磕磨给也死 一剑 直辞他的眉心 伴随一阵惨叫 他阴生倒地 耗费九牛二斧之力 终于将他斩杀 化身熊皮怪力压熊胡 他不堪屈于自弹 适直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招式 让他虚弱不堪 我也抓住机会 让他成功断杀 不得不说 这凶魂级就是厉害 鬼气奖励也多 这杀一只就给五万 赚大了 随后我稍事休息 擦拭了一下衣物 一眼望去空无一物 咦 苏林跑那去了 仔细寻找一番 在一处倒台的废墟中 发现了他 我见他昏迷 就想唤醒他 结果 这时林林姐妹的姐姐 苏小突然苏醒 以为我要杀他 跳起来就准备攻击我 我腾是真无语 我好心救他 他却以为我要害他 还没等我出手 他俩就闹起了摩盾 你干嘛要拦着我 这个家伙专门杀鬼的 你不知道吗 你是我的姐姐 大哥哥不会为难你的 当他俩还在吵架的时候 我一把就将他拎了起来 这小家伙真麻烦 半人半鬼留在这可不好 要是被樱桃抓到 就完蛋了 没办法 我只能拎着他先回家了 苏巧站去身躯 疯狂挣扎 混蛋 放开我 突然灵灵又冲出 姐姐 不要乱动了 殷草总部之内的徐磊 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于是在出发之前 找到了自己的哥哥 B级宗师徐行风 再次确认了任务目标 及危险性 随着一声令下 一众人马随着宗师 就向静安小区出发 徐磊半路上还在担忧 虽然哥哥的实力 已经超乎想象 但是面对凶魂级别 还是有点学 为了以防万一 他居然直接电话 联系我帮忙要不要来 但他并不知道 我早就收拾完回家了 耳机里便传出 滴滴的通话声音 喂 姑叫江辰 此时 我的手机在沙发上 嗡嗡作响 接电话的 居然是玲玲 手里拿了一支话 喂 你好 你找谁 我找江辰有急事 请让他迅速前往任务地点 玲玲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 他可能来不了了 他现在睡得跟头死猪一样 叫都叫不醒 玲玲这个淘气鬼 趁我睡得跟死猪一样 拿着笔就在我的脸上作话 徐磊听完也很无奈 哦 那这样就算了吧 之后就挂断了电话 徐磊只能心里慢慢咧咧了 本来还想着 他能过来帮忙 结果事到临头 他居然还在睡觉 没一会 他们就到了任务里外 可是眼前的一片废墟 让他们傻眼了 还是任务地点里 记载的金安小区吗 这都是啥呀 收拾现场 拎着玲玲就往家走 徐磊带着一群小队 和B级东师的哥哥 就前往金安小区 结果到了才发现 金安小区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于是 他们两人一组 分开调查整个任务地点 反而是眼前的一幕 让他们彻底惊呆 B级东师徐兴风 看见眼前一幕 都忍不住有点惊慌 横尸遍地 整个小区的鬼祟 全部集中在 徐兴风惊慌地前去 检查尸体的死因 徐磊赶来 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难道是凶魂残骸 为了恢复实力 将整个小区的鬼祟 全都涂露殆尽吗 他查看死因后 也有点认同 自己妹妹所说的 不无道理 如果真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危险了 此时耳中的耳机突然响起 各单位注意 请速到五点钟方向集合 这里发现凶魂尸体 他们听到后 迅速朝着集合点出发 至此 他们也见到了 凶魂的真实样貌 可惜现在 不过就是具尸体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找到其他线索 此人并没有留下其他线索 这些鬼祟 均是被某种戾气一刀毙命 徐磊开始仔细回想 明明这次行动 是秘密进行的 知道这里有凶魂的 除了我们之外 好像也没人知道 他似乎也猜到了 开始了喊直吗 难道真的是江城 我被他这一念叨 打了一个大喷嚏 就从睡梦中惊醒 我从沙发上坐起 擦了擦鼻子 突然有点冷 好像有点着凉了 紧接着我家的灯亮起 半夜三更 其他夜主也都睡了 我来到卫生间 一眼就看到 我帅气的脸床上 有着凌凌这个 淘气鬼的结果 我气汹汹地回到大厅 他经过一晚的嘚腾 也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于是拿着画笔报复他 在他的小脸蛋上 画了一只小黄发 在卫生间洗干净脸 还换了双拖鞋 于是我换出系统 查看现代的信息 和鬼气数值 鬼气直接标到 十九万之多 还有画妖卡和物品 也不枉费我 折腾了这么久 简直大赚了一本 就是可惜了魔鹰骨 还被弄坏了 系统先给我抽一张 四星画妖卡 和两张三星画妖卡 随着抽奖机不断滚动 没一会就抽好 恭喜获得四星画妖卡 青毛狮子怪 三星画妖卡 回目狼 三星画妖卡 屁臣大王 看着四星画妖卡 是个狮子 我也很无奈 真不希望再出个 模糊不清的能力 鹰草赶到清理现场 徐磊从现场赶迹 猜到了 是我所为 我也一个喷嚏惊醒 照镜子发现了 玲玲这个淘气鬼的杰作 照做休息一番 抽取了三张画妖卡 面对这张四星画妖卡 青毛狮子怪 我不禁开始吐槽 不希望再出什么 模糊不清的能力 没想到 这次系统 居然自己跳出提示 可消耗六成妖力 凝聚该妖本命武器 若霍 这次你倒是给得挺明白的 懂事了 考虑到神通 不能经常使用 我便让系统 把破坟的魔鹰骨 修复一下 出于好奇 我询问了魔鹰骨 能否强化升级 没想到真的可以 眼见才只要花费 五百鬼气就能强化 我毅然决然地询了声 伴随着系统 一声声鬼气播报 是否消耗一千鬼气 是否消耗两千鬼气 一声声试试 就这么传出 丁 强化完成 恭喜宿主 获得 魁牛骨 魔鹰骨不断强化 也在此得到了升华 同时 骨面那瞇着的眼睛 也再次睁开 我感受到了 那眼睛睁开释放出的威压 道口出就是一句 牛斑 我也迫不及待地想要敲击 感受一下它升华后的威力 突然咚咚咚的敲门声 把我吓了一条 手里的魁牛骨 都差点没拿稳 我跑去 打开门看见居然是红简 穿着诱人的吊带 包囤家黑丝作为纯情少男 我拿顶的洞 而且还是三更半夜的时候 红姐热情地询问我 要不要去她家坐坐 她做了些双皮奶 喝不完 我也异常开心地 跟着红姐的后面 这半夜三更喊我去喝奶 这明明就是尝我身体 没想到这好事 终于轮到 我这纯情少男头上了 结果跟着红姐来到家中 她真的从冰箱里 拿出了双皮奶 她端着那碗奶 很热情地招呼我 快喝吧 我特意放冰箱里 夏天喝起来更舒服 虽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 但起码也有喝的不是吗 红姐 那我不客气了 我这时不知道怎么 一同发现了异样 红姐手中的碗 居然已经有许多裂纹 马上就要碎掉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红姐一个不小心 碗就从手中脱落 那碗双皮奶 就这么掉落在地上浪费了 红姐弯下腰 一边抱歉 一边收拾着地上的碎片 那曼妙的身材 加上制服又 整个我这纯情少男 都快忍不住了 可仔细一想 不知道为何感觉 这个碗做该碎 在家中不断升级 强化魔鹰骨 最终魔鹰骨进化成为 魁牛骨 刚想在家试验 就被红姐拉去家中 和她做的双皮奶 结果奶撒了 碗也碎了 我好奇地询问 红姐 你是不是对这个碗 做过什么 嗯 你让我想想 这么说起来 好像是拿这个碗练过功 我昨天就是用的这个碗 照着秘籍 拿她练了练手 大概就像这样 魁心点火 她照着昨晚的方式 好我使用 得亏我反应及时 弯腰躲了过去 你这别冲着我屎了 只听一声塌 她掀细手指 锁指的方向 那幅挂画阴声卧下 看着那幅画 我很庆幸地 自己弯腰躲了过去 红姐还很好奇 这挂画 怎么自己掉在我 我站起就开始询问 红姐 你这练了多久 红姐也害羞了 也就一晚上吧 昨天才开始练的 我直接开始发赞 红姐 你真是天赋一饼啊 一晚上就把关于 运的秘书学会了 牛呀 红姐 你现在也算是半个奇人了 下次出任务 你跟着去帮我加属性吧 红姐也异常兴奋 好呀好呀 那下次是什么时候 刚想说 有任务就联系她 结果手机突然响起 你看 这不说来就来了 可是看到手机内 显示的内容 我却呆住了 我这前脚才走没多久 樱桃又发布了 金安区的A级警报 这任务等级太高 我没办法带上红姐 那个红姐抱歉啊 这次任务 但你可能不太合适呢 抛下红姐 朝着窗外跳去 红姐 下次出 任务我一定带你 在赶路途中 我就开始骂骂咧咧咧 这还能不能让人休息会 刚杀光又晚 也不知道 樱桃这又是整出什么了 逼妖蛾子 此时 金安区这边的樱桃 正准备开始处理现场 可突然一个 从天而降的巨大盒子 打落在他们面前 徐清风似乎感应到 前面这个玩意来者不凡 命令着所有人立即后退 那巨大的盒子开始启动 下方的大门 也在缓缓打开 门间一开启 里面的鬼气疯狂外泄 一个人的身影 再逐渐出现在 此人似乎非常愤怒 就好像自己珍藏的东西 被人破坏 是谁 究竟是谁 把我的凶魂残骗给毁了 徐磊作为队长 对其他诸多势力 都有所谋 一眼便认出了眼前之人 正是暗蒙徐浮 难道就是 你想利用魔刊和凶魂碎片 他不做任何解释的一声怒吼 前来支援的一些队员 根本不知道 眼前这人的厉害 直念念 也就是因为自己的无知 而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本想带着红姐出去历练 可英曹发来的警报 打断了一切 我不得不赶回静安区 查看情况 而英曹这边 也遇见了暗蒙徐浮 实力较弱的队员 因徐浮的怒吼 丧射声音 徐磊的实力 以无限接近宗师 就差零零一脑 释放鬼气 勉强还能抵挡 他哥自然不在话里 这才是真正的凶魂集 根本不是那凶魂残骗 可以抵你的 徐行风根本来不及阻止 就看见徐磊朝徐浮通去 徐磊一拳就朝徐浮打去 可他显得异常 沉温文 根本没有把徐磊放在盐里 虚空敲击一下 作为抵挡 这是哪里来的苍蝇 徐磊面前 豁然出现一扇门 将他的鬼影吸入分室 徐行风发现不妙 只要阻止 却为时已晚 为救妹妹 直接爆发全身轨迹 推开徐磊 自己对抗那徐浮 敲开的飞电针 主妇徐磊 赶紧回去 呼叫增援 自己留下来 对付徐浮 徐行风却惊讶地发现 徐浮竟一瞬间 出现在自己身后 随之一招向徐浮打去 可是他有点高估了自己 徐浮一脸不懈地 看着眼前这个 樱桃的小娃娃 你还是太嫩了 手指轻轻一挥 就爆发出异常强大的威力 这一指的威力 直接毁了他的手臂 他给心惊了 可这一下劲 直接将他身躯斩断 徐行风瘫倒在那堆废墟中 徐浮也不停向他走 徐浮走到他跟前就调侃 哟 你还会愈合呢 不得了 既然这样 那我把你头摘下来好了 面对如此强敌 他虽有不甘 但也早就做好了 同归于尽的走 此时的我也赶到了 远处的屋顶上 感受到了那凶猛的气势 卧槽 这是真正的凶魂级 看来樱桃的人要遭殃了 我迅速爆发 继续朝那情景 刚刚起飞一会 突然被迅速出现的 不明飞行物撞飞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我瞬间来了脾气 哪里来的宰肿 有没有点素质啊 眼见徐浮越来越近 抓紧时机 他就想引爆自身同归于尽 可突然出现一个 穿有盔甲的人 出现在他们中间 打断了一切 他俩同时错愕地 看着眼前之人 与此同时的阴曹论坛上 无端开始了讨论 徐浮一眼认出了眼前之人 这不是镇守长江的泰山王吗 你来这干嘛 没想到你还认识我 我来这当然是为了 取你的命了 徐浮 把你的命留下吧 准备受死 呵呵 就你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 你要先解决掉上面的玩意 再说点话 徐行风轻松被徐浮击败 他本着同归于尽的思想 做好了准备 可泰山王的出现 彻底打断了这一切 徐浮一脸傲娇地 看着泰山王 就平免 你先把头上的东西解决了吧 这一戏话说完 徐行风面色凝重地 看着天空 他俩望着天空 一张巨大的异界之门 出现到哪 你别担心 现在还来得及 像他这种大规模的法子 蓄力都是需要一些时间 只需要在这之前 阴阳两敌 尽规虚无 徐浮 你就和你的门一通病毒吧 两拳对碰 能量 杭博力量的冲击 直接将异己之门震停滞 徐浮也没想到 泰山王这么厉害 随后那股冲击 重重地打在了他的身上 这下他已然知道 这弄不好 小命都会打在这 借着这股冲击 他后退 回到自己的 本就是来回收凶魂残片 这下 他只能无功而反 伴随着那门一关 休一下就离开了这 紧赶慢赶终于到了 结果来晚 他们都打滑了 刚刚那个撞到的 我刁毛泰山王 休一下离开了现场 难道就是刚刚那个刁毛 一招把凶魂打跑了 他的实力 至少是王级实力吧 我那三星画妖卡 在他面前根本不知一 背后的徐行风 再也坚持不住 重伤倒地 直接把我吓懵了 这是人是鬼啊 于是呢 我就把他带回了阴草总部 在阴曹护士姐姐的帮助下 治疗一番后 就塞进了眼前的玻璃罐 唉 真可怜 为了救其他人 不惜牺牲自己 这护士小姐姐 真和洪杰有了一拼 这次多亏了江先生 再吃一些 可能就没救了 我看着护士姐姐 那曼妙的身材 露出了怀笑 救助同盟 是每个奇人应尽的义务 唉 要是阴曹每个人都像你一样 会死好多人吧 他们都不把人当人 我看着徐行风 这也太狠了吧 拿自己人都不当人 突然一个队员 开始喊着护士 护士这边有两个头被砍掉的 快过来抢救 护士听到 哒哒哒的就跑了过去 来了 也不知道 他们这么玩命 一个月多少钱 突然杨川跑了出来 使命感这种东西 可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 这又有鬼气送上门了 咦 杨组长 你还记得我吗 医院小区 移动12楼02号 江城 这一操作 又白给我送了2000鬼气 这鬼气转得真爽 杨川一脸嫌弃 无论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救了徐行风 泰山王轻松击退徐福 我赶到现场为时已晚 于是我只能把徐行风 带回樱桃救治 又遇见组长杨川 一帮调侃 他异常不耐烦地回应我 随后招呼着我 你跟我过来做个笔录 他那吩咐的语气 让我很不爽 你平时和你爹 也是这么呼来喝去的吗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那这任务奖励 你还想不想要啊 随着一声冷吼 他转头就动 听到失去领奖 我热情似火 要要要 我这就跟你去 我随地做 开始滔滔不绝地 讲述静安小区的经历 杨川也不停地 在面板上操作 也就是说 是你阻止徐福 复活凶魂的阴影 并且击杀了凶魂残骸 那么 依据这次任务的难度系数 我们樱桃愿意拿出 二十万地幅积分 作为奖励 我鬼魅一笑 等的就是这一刻 于是脱口而出 我不要 这一句 把杨川都整蒙了 这可是二十万积分 樱桃一辈子都挣得到 你确定不要 我不是不要 准确地说 我是想用这二十万积分 换樱桃的二级曲线 主要是我现在等级 明明可以轻松干掉血衣 但是我的权限 只能接力轨迪的任务 只要有更高的权限 我就能更好的 撞鬼器赢积分了 二十万积分换二级权限 这个权力 只有局长才有 嘴上他说的很好听 心里头时的骂骂咧咧的 那既然是这样 但就等局长 来了再谈了 突然起身 鬼气开始弥漫 我个人建议 你可以拿着二十万积分 换点别的东西 拳头瞬间握你 比如 他的小命 跳跃挥拳 就往一处打 没想到 苏巧那小家伙躲在那里 苏巧发现 杨川袭来 瞬间傻了 他嘞 被发现了 我及时出现 抵挡住了杨川 你不是在家睡觉吗 怎么跟来了 那是苏灵睡着了 我可没睡 苏巧被吓后 颤巍巍地躲在我背后 杨川你等等 他是个好鬼 没干坏事 同时 我转头发现了异样 杨川才不管这些 好语坏我自有分寸 这可由不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使用一瞳 观察到了那些 哦 是吗 那你也没这个资格说 杨川瞬间的起 你特么什么意思 是要和我打一下吗 我真无语了 我要真想和你打的话 你特么早就酷盖了 屋里刚刚进来一个人 你都没发现吗 而且就从这鬼气来看 他可比你有资格 他于是也不在左旁 小家伙实力不错嘛 有点意思 他终于露出了真实样貌 没想到你居然能发现老附近啊 来到樱桃总部 发现美女护士 跟着杨川前去复述任务经过 结果苏巧偷偷跟了过来 为了救他出手击吹杨川 又发现有人偷偷溜了进来 此人的面目一显现 杨川就认了出来 局长 杨川冲上前去 就想给他解释 局长直接就是一个犀利的眼神 这没你事了 出去 局长静止朝我飞来 又从我身边掠过 夸赞了一下 我的实力不错 然后就出现在了苏巧面前 苏巧面对如此强大的局长 被吓得有汉值吗 你 你要干嘛 把局长微笑起来 鬼话的灵体啊 是个好苗子 局长也不多说废话 小娃娃 你可愿拜入一位阎罗门下 苏巧很是疑惑 阎罗 那是什么 很强吗 阎罗 他是我的老师 是这世间最强大之人 苏巧调皮得很 直接就拿我局把我吓得直哆嗦 最强 那能打他几个 这个小丫头 就这么记仇吗 现在还想着报复我 局长都笑了 小朋友你这么问可不太礼貌哦 我只能说 这位小兄弟有点手段 但是比起最强还相差甚远 只要你拜入阎罗门下 假以时日 一定能抄不住 苏巧一听就很惊动 比他还强 我知道他想立刻答应 我连忙就给了他一局 直接就把苏巧打晕存睡下去 玲玲接管身体后 都不知道这是哪里 我也笑嘻嘻地敷衍樱桃局长 那我得先打电话 问问他家里人 但我哪认识他家里人 只能拨打陈雪的电话 陈雪接通电话就听到 苏玲妈妈 你好 我有件事 要咨询你一下 陈雪还不知情 江城你在搞什么鬼 就是关于苏玲是灵体这件事 陈雪一听 灵体瞬间来进来 你说的是灵体 真没想你居然碰到了灵体 这可是百年难遇的修炼天才啊 上清宗宗主 一直在寻找灵体之人 当一波传人呢 电话那头的陈雪说 立刻去禀报 事成之后必有重险 我也只能委婉地答应了下来 也许是局长听到了 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了 小子 你问完了吗 不好意思啊 他妈也拿不定主意 要问问他爸 可是他爸又出差处 可局长突然就开始释放鬼气 把我吓得不轻 局长 你别生气嘛 咱有话好好说 一阵诡气威压 直接释放得出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我惊讶地发现 背后有一堆葫芦散墨 喊那么大声淡娃 给我葫芦都吹散 我当时被局长那一口吓得半死 真以为他是急眼了 要揍我 这老头坏得很 进来手里 还抓着两个樱桃的小滑子 孙局长 好久不见 上清宗 道寻拜访 敷衍局长打电话联系陈雪 万万没想到 陈雪上一秒才联系的上清宗 下一刻他人已经来到樱桃总部 眼前这老道士 属实有点过分 偷偷溜进来 还抓了樱桃两个小娃娃 他抓着那个小娃娃 还一点坏笑 刚刚赶路有点急 伤了几个小娃娃 局长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随手就将那两个小娃娃一丢 放心吧 我没下厮手 局长刚开口说话 可这老道士 直接就冲着玲玲跑 玲玲整个人都吓傻 捏起玲玲的小脸蛋 就开始芭芭 你这小家伙不但可爱 还散发着浓郁的灵气 这回 我那师叔姑奶奶的一波传人 有过落 不得不说 这老道士笑起来真吓人 把玲玲下的全身颤抖 此时 局长上前打断了道玄 你别白费力气问了 局长也开始扯屁 这女娃子 刚刚已经同意 拜入我老师门下 道玄听完 立马慌了 直接就询问 你不会真的同意了吧 玲玲也很慌 明明在家睡觉 一醒就出现在这奇怪的地方 还有这两个奇怪的人 只能说了一句 我忘了 这个老道士 听玲玲这么一说 转身拉着玲玲就跑 说着 要给玲玲致敬了 局长也来了提起 居然当着她的面 直接抢 道玄 你是不是找打 老道士在别人地盘抢东西 那是一点不给面子 十几年了 还没人敢说 能动我一根手指头的 行 那我今天就破了这个力 局长顿 一下就撞到了葫芦槽上 老道士直接开始嘲讽 难道就凭你现在这样 局长撞击被弹飞后 头顶的帽子也飞了出去 结果老道士又补了一刀 你不解开束缚 还想动我 笑话 局长被这补刀 彻底按捺不动 行 拖我完真的是吧 待会不要怪我下手没轻重 双手和时默念咒语 同时控制体内轨气 生长十年 全身迅速生长 继续念咒 左手生长十五年 同时 左手不断呼呼作响 开始膨胀 整个人相比刚才高大了许多 左手也比右手粗了 两人为了争夺 灵灵这个灵体苗子 开始了激烈的交织 两人打得异常激烈 阴草总部的屋顶 都被打了个大哭了 老道士乐在其中 毕竟他这个实力 已经很难再遇到对手 痛快 再来再来 整个樱桃总部 因为他俩的激战狼狈不堪 局长也突然意识不对 两人也停止了战斗 两个人打了半天才发现 灵灵居然不见了 才开始慌忙地寻找 电话联系陈学 引来老道士道学 他俩为了争夺灵灵大大出手 樱桃总部屋子都被掀翻了 内部也被破坏得狼狈不堪 趁他俩打架 我抱着灵灵就开溜 是非之地 不宜久留 走为上策 没想到他俩 居然没有追出来 就这样度过了一晚 时间来到第二天上午 我在家拿着手机 看着樱桃APPY的直播 看着我老的镜子 一个网红米凯拉 穿着性感的比基尼 在海边开着现场直播 有些观众发弹幕 说些瑟瑟的事情 有些在欢迎这次的比较 于是他开始隆重地给大家介绍 十殿中最年长的一位 我们的轮回王 一位三百多岁的老帅哥 请大家多多支持 可轮回王的出场并不受欢迎 连个刷礼物的人动你 美女主播都无语了 你得表演节目吗 不然谁会给你刷礼物啊 于是他开始仔细思考 该表演什么节目 来给观众们住信 突然他就想到了 既然这样 我杀个徐福来给大伙住住信 因为他正是追着徐福 才来到海边的 借此还可以度个假 这直播一开 又可以赚个外快 很快 观众们也起了热情 一个个加年华 就送了上来 美女和轮回王都异常兴奋 伴随着直播进行 我听到了萧王这个词 那不是凌驾于凶魂之上的猛鬼吗 这个轮回王真是凶 直接放银 一百个加年华 我给大家直播下去 灭了萧王 哇 感谢兄弟姐妹们 送来的一百五十个加年华 当他回头观望 却发现 坐在堂椅上的轮回王 不见了身影 平静的海面上 有着一个深翼 朝着鬼气最明的电影 正是我们的轮回王 这里鬼气够重 他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 家人们 礼物不要停了 我现在就给你们直播 杀个虚幅助助线 他开始举起双臂 食指交叉立于头顶 头顶便出现一个巨大的小太阳 淡发着恐怖的力量 照耀着天空 这一招好像挺废鬼气的 毕竟他都是三百来岁的人了 双手张开灰雀 去吧小太阳 小太阳随着手掌 所指方向洗去 那个小太阳 瞬间照耀了附近的海面 躲在海里的虚幅 被迫探出了海面 应该是被萧王赶了出来 开始释放体内鬼气 凝聚黑洞之门 全身湿透的他 紧张地望着那个小太阳 黑洞之门 全开 转移 他也因转移小太阳身体 受到重创 趁乱带着玲玲逃回家中 第二天一早 又在英草APP上观看美女直播 其中就有十电轮回王 直播要礼物表演杀鬼 徐福为了将小太阳转移 身体受到重创 轮回王一脸愚惑 自己释放的小太阳 居然跑到了另一边 随着小太阳接触海面 迅速产生巨变 如同一颗百分炸弹 在海水里引爆 看着手机里的直播画面 我呆住了 这是往海里丢了颗核弹吗 威力这么大 徐福气喘吁吁的站立在海面 轮回王走到徐福面前 就开始夸赞 不错嘛 居然能接住我的小太阳 既然这样 就再让你多活五分钟吧 可徐福没憋什么好 手里还释放着短气 你去把小王给我叫 还没等轮回王说完 徐福就控制虚空之洞 一击跟在轮回王头上 烟尘过去 轮回王丝毫未伤 那用来直播的眼镜 也被弄坏了 你这个宰种 全搞偷邪 轮回王气汹汹的 释放眼气 照发武器 重重一击打在了徐福的头上 你把我眼睛打碎了 我还怎么直播啊 轮回王是真 这一下就直接给徐福面 萧王也因此现身 把我小弟当菜匹 这样好玩吗 轮回王看到萧王出来 异常心 你终于啃出来了 你不是想我出来吗 我现在出来了 那你可就别想走了 走 你在逗我笑 你以为你谁啊 我要是走了 怎么对得起 给我刷架凝滑的家人吗 战斗触发 又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产生一个蘑菇 水花碎土推荐 战斗异常激烈 随之又是几次爆炸 一定会被害怕 几次爆炸 产生了巨大的含笑 待在岸边直播的灵异 因为他们的战斗 受到波及灵异 瞬间暴墓破口出 轮回王 你别玩得太过火了 忽然一个巨大的头颅 掉在他面前 瞬间把他吓傻 迎着那抹阳光 轮回王尾岸的身躯 踩着那个头颅 家人们 你们的嘉年华没白刷 萧王的头 给你们带回来了 他有三段变身 打起来可费劲 我也在家中 一直观看着直播 真可惜都怪徐福 害我没看到 杀萧王的全过程 不过这直播 看着我都热血沸腾 于是我拿出了大宝剑 准备大干一场 肉灵芝 我们晚上也去杀个鬼猪猪性吧 在家中观看 樱桃精彩直播 轮回王青松 秒杀徐福和萧王 直播看着我热血沸腾 拿出肉灵芝 也要去杀个鬼猪性 时间来到晚上 我们也来到了 樱桃提供的任务地点 漆黑的深夜里 一个女人大喊着 哎呀不要啊 另一个声音 当然是我 你别害羞嘛 快点 没错 正是我和红姐两个人 红姐异常害怕和紧张 我才练了两天 真的可以吗 红姐不要怕 过了今晚 就是第三天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任务 威胁级仅仅是C甲 但实际内容 让红姐害怕不已 这个任务看起来就好可怕 我有点不敢去嘛 而且 说是一个摔死的小孩子 变成了鬼 真的很让人束手无策啊 红姐在我的鼓舞和带领下 继续朝着任务的行径 我嘴里 还唱着歌表红姐鼓起 妹妹 你大胆低往前走啊 这样反而让红姐更加紧张 她越来越害怕 感觉周身异常阴风 开始颤巍巍地喊着我 江辰 我怎么感觉有好多双眼睛 一直在盯着我看啊 我早已见怪不怪了 红姐 恭喜你学会 给自己制造恐怖氛围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红姐的嘴巴是真灵 那个鬼祟下一刻就出现在我面前 而且这个鬼祟真如红姐说的一样 一张脸上长得全部都是眼睛 她看见我们之后 转头就往楼里跑 哥哥 跟我一起去玩游戏吧 时不时还回头观望一下 看我们有没有跟上她的步伐 看见我们跟上了步伐 她就转头继续向楼上跑去 于是我和红姐跟着她的步伐 就来到了屋顶 红姐还是惊魂未定 我感叹着 这就要开始了吗 这件楼上有着一个小朋友 经常玩的游戏 哥哥姐姐 我们一起来玩跳房子吧 游戏规则就是 赢的人可以谈一下对方的脑脑 红姐看着地上的跳房子游戏 就感到可怕 这个跳房子游戏的最后一格 就是在天台外面啊 这岂不是谁先跳谁先死吗 这也太可怕了 哥哥 我们现在开始吧 咱们猜选决定谁先跳 猜选游戏随即开始 红姐内心祈祷着 江城 你可千万不能先跳啊 但这一切 又何尝不是在小鬼的意料之内 谁先跳 都在她的掌握之中 很显然 这次的猜选游戏 已输了收场 我赢了 哥哥你先跳 带着半个奇人的红姐 参加任务历练 看到任务后 她十分害怕 也不知道是不是红姐 练的功夫原因 她的随便一句话 就让我遇到了任务目标 来到楼顶参加游戏 很明显 我输给了她 我只能敷衍着她 好好 那我先跳了 伴着第一声落地 我开始了游戏 很快又前进了两格的位置 三两下跳动 就来到了最后一个前 小鬼坏心思多得很 就算我停下不想跳 她也会在后面推一把手 面对着这最后一格 我丝毫不忘 因为我早有对抖 我随即一跃而起 她也看着我 完成最后一个游戏 红姐看着 我要做傻事 根本来不及足 江城 不要啊 下一刻 我直接踩在肉灵汁的身躯上 惊魂未定的红姐 这才安心 小鬼也瞬间傻眼了 这什么玩意 还能这么玩啊 我幸灾乐祸地 跑去问那个小鬼 我跳完了 那是不是你说了 红姐在一旁紧张地冒汗 江城 你刚刚吓死我了 她还挺年而有幸的 那这样 你谈吧 她内心还想着 继续找其他办法弄 可我又怎么会给她机会呢 一扬指一谈 脑壳直接给她弹开了花 就这样轻松干掉了这个跳坊 拍拍手就开始解释 红姐 驱鬼流程大概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很简单 红姐人都吓傻了 这 这也太吓人了吧 我可来不了啊 不远处的声响 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里有着三个小孩子的身影 在那里嘀嘀咕咕着什么 我想着 他们可能是他的朋友 于是带着红姐子躲了起来 他们三人结伴来到屋顶 寻找好朋友小语 可眼前的一幕 让他们惊呆 他们的好朋友 小语的尸首 赫然倒在地上 他们立刻焦急地 开始寻找 那杀死小语的凶手 源头小朋友 在杂物堆没有发现 另一个狡肉机小朋友 在储物间也没有发现 最后一个小朋友 在遮阳棚下 我这时也突然出声 给出提示 遮阳棚上面也没有人 于是他们再次聚集思考 此刻的鬼气质 也在蹭蹭蹭地涨 这棚子上面也没有啊 那人到底去哪了呢 那个机灵的绞肉机 立刻就想到了 直接击穿了遮阳棚 把躲在遮阳棚的 我和红姐踩得半死 呀呀呀 我躲得那么好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三个小朋友也来了脾气 你还真当我们是傻子吗 那没办法了 被你们找到了 接下来你们躲 我来找吧 调使妙招 轻松赢得游戏 利用游戏规则 一招解决跳防拐 反而引来了 他的三个好朋友 在我提示之下 他们找到了我 我也以敷衍的态度 想和他们玩游戏 可他们不满账 其中一个小朋友 率先偷袭 你当我们跟你玩捉迷藏吗 那源头小朋友 也跟着发起进攻 我要你为小雨陪葬 那个绞肉机 小朋友坏得很 反而开始对手 无不激之力的红嘴 双手绞肉机 直接就向红姐袭去 好在我及时甩下 另外两个 抓住了绞肉机 小朋友 这个大姐姐 不会玩游戏 我来陪你们玩吧 蓄力一甩 将绞肉机 甩向空中 又释放掌心雷 控制住 另外两个朋友 之后 就开始招呼红姐 红姐 看到有破绽 就先帮我干掉一遍 红姐听完 就开始捏手捏脚 准备施法 一个魁心点抖 就击中 正在和小鬼搏斗的我 我当时还没意识到 但仔细一想 觉得应该先跑为妙 主要是红姐的招数太损了 必须躲开 结果我下一刻 就踩到自己的鞋带 把自己绊倒了 那个绞肉机小朋友 见识就要偷袭 一跃向我袭来 双手绞肉机 就直接对待我 可奈和我头太硬太久 主要是我及时使用 霸腰体才低 但绞肉机 磨擦着皮肤 还是挺疼的 我抽出身 就开始责怪红姐 红姐 你能不能准点 我是让你瞄准那几个小崽子 不是瞄准我 一番责怪 把红姐吓得不轻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办法 只能靠自己 先解决眼前这种混战局面了 力量随即汇聚在手中 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幼儿园霸主 一刀一个小朋友 一击手刃 直接抬走脚肉机小朋友 随后迅速给源头小朋友来了 一个锁头 硬生生地将他的头拽了下来 在他眼里 我就像是个无情的杀戮机器 我将头颅直接扔在了他的面前 这着实把他吓得不轻 轻松解决两个 我就开始招呼红姐 剩下这个留给你练练手吧 红姐的心理承受有限 看着满地的失手就害怕 最后一个小鬼却异常愤怒 势必要为他的朋友报仇 他那突然释放的鬼气 让我意识到 他竟然是一只血衣 他的身躯在驱使下不断变大 愤怒发生死 向着最近的红姐发起进攻 我要杀了你们 为他们陪葬 红姐也在这惊险的一刻 及时使用了密集魁心点抖 可这一下释放在鬼祟上 并没有效果 红姐也彻底慌了 怎么会没用啊 下一刻他一脚 却踩在了那源头小朋友的头颅上 头颅也发出一声低响 在脚踩起的那一刻 瞬间爆炸 小鬼的身躯也被炸毁碎 就这样倒霉的去理合办了 栗战三个鬼祟小朋友 结果喊红姐却帮了个倒忙 没办法只能自己出手 轻松一刀一个小朋友 最后留给红姐的却是一只血衣 红姐也一招魁心点抖 施加在他的身上 他因霉韵缠身 踩到了大头地雷 被炸的鬼祟岁 就留了个头颅 红姐都看傻了 他这是自爆了 不是自爆 是他踩的那个小鬼的头 谁知道 那个头全是颗地雷 红姐走到鬼祟身边 蹲下就开始询问 小陈 这算是被我打死的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反正我挺害怕的 红姐 你这能给人带来灾恶的力量 也太厉害了吧 就是有点危险 不过 你真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堂 红姐也被吓得不轻 那任务算是完成了吗 我们可以回去了吧 我没多做解释 拉着红姐继续寻找 这才奶当奶呢 还早呢 咱们接着逛 红姐也很抗拒 但还是紧跟我的步伐 与此同时来的任务核心 跳房鬼的家主 她的妈妈开始了询问 张小豪 你妹妹怎么还没有回来 小朋友继续捣住手里的玩具 同时回应着她妈妈 可能还在外面玩吧 我们此时已经在门口外面偷听 张小豪 那不是这次任务事件里 跳楼的小男孩吗 忽然另一个傻乎乎的男人出现 那么我还没回来 要不我出去找找他吧 妈妈一个凶狠的眼神 就唬住了他 不用 傻男人只能编另一个理由溜出去 那离开饭还有一回 我出去走走可以吧 谁知道这个小鬼居然呆在门口 和他妈妈一样大声呵斥她 不行 我实在安耐不住了 直接破门而入 一下就撞到了 在门口玩积木的小豪 编了个进来的里头 我怕饿死了 能不能在你家吃个晚饭 女人傻眼了 这还有人自己送上门呢 女人异常热情地招呼 我代表我弟和我儿子欢迎你们 他扭扭捏捏地走向厨房 你们稍作休息 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准备饭菜 可张小豪看见我们两个 却异常害怕 身体一直颤抖着 我反而先和他打了个招呼 小豪 你妈妈还挺热情的嘛 说到这小豪异常害怕 不 其实他不全是我妈妈 红姐听完也很害怕 不全是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爸发疯 把他剁碎 扔到了一个全是残肢的箱子 于是就融合出了一个 不全是我妈妈的怪东西 忽然妈妈 抬着小豪去搭把手 于是小豪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去